论三位一体 作者 奥古斯丁 第一步 根据圣经来建立至高三位一体的合一与等 并将人否认圣子与圣父平等所引经文加以说明 第一章 本篇是为反对那些错用理智而以诡辩来攻击三位一体信仰之人而做 讨论上帝的人所犯错误 有三重原因 圣经除去虚假 逐步引领我们明白属神的事 什么是真不朽 信仰喂养我们 叫我们能了解属神的事 一 禁告读者 作者写此论三位一体论 是为求反对那些鄙视以信仰开始而最心于肤浅理智之人的诡辩 他们当中 有些人企图将他们有感官的经验 或机制或艺术之柱所构成的观念 应用于属灵的事上 以前者存夺后者 还有些人则按照心思所喜爱的去想象上帝 因此用扭歪错谬的法则来讨论上帝 还有第三种人 他们固然力求超出那必改变的全创造 好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不改变的实体及上帝那里 但他们因受必修所累 既似乎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 又不能知道他们所要知道的 就武断地把自己排除实了解的门外 宁愿固执自己的谬见 而不愿改变他们所拥护的 我所说的三种人 即照有形体之物来想象上帝的人 和照属灵的受造者 例如心灵来想象上帝的人 以及既不照有形体之物 也不照属灵的受造者来想象上帝 却对上帝仍抱错见的人 都犯了上述的通病 他们与真理相距这么远 以致无论在身体内 或在受造之灵内 或在创造主本身之内 都不能找着什么 与他们的概念相符 例如人若想象上帝为白或红 他就错了 可是这些都在身体内找着 再者 人若想象上帝时而忘记 又时而记得等等 他也同样错了 可是这些事情 也都在心思内找着 但人若想象上帝有权能产生了自己 他更是错了 因为不仅上帝不是这样存在的 而且属灵和属形体的受造者 也不是这样存在的 因为没有什么产生自己的存在 二 所以那对婴孩也适合的圣经 为求消除人心思中的这种谬件 不惜援用任何种真实存在的事物 来喂养我们的悟性 好将它逐渐提高到属神超越的事 因为圣经讲到上帝时借用了属形体之物的话 即如说 求你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阴下 也借用了许多属灵的事 来表明其实虽并非如此 却必须如此说的事 例如说 主你的上帝是记恨的上帝 又如说 我造人后悔了 但圣经并没有从不存在的事物 引用什么话 来构成比喻或谜语 因此 那些用第三种错谬自觉于真理的人 比头两种人更为阴险虚幻 因为他们用既不能在上帝本身内 也不能在任何受造者内所找着的 来一夺上帝 圣经诉常以受造中的事物来吸引小孩 好叫软弱者按照他们的程度 逐步除去他们的性情 追求上面的事 离弃下面的事 但圣经很少用那些不在任何受造中找得着的事 来讲论上帝 例如对摩西所说的话 我是自有拥有的和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因为既然身体和灵魂二者也可说是有的 那么除非圣经叫我们了解这次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圣经就不会如此说 使徒保罗说 那独一不死 这话也有同一意义 既然灵魂可说是多少不死的 圣经除非因真不死是不变的 就不会说 独一了 这种不死凡受造者都不能有 因为他只属于创造主 所以雅各也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腹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 大魏也说 你要将天地更换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三 再者 我们很难想象 并完全知道上帝的实体 因他造必改变之物 可是他自己永不改变 他创属时间的世界 可是他自己超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挡清心思 以求能够难以形容地 看见那难以形容的 在尚未达到这一步时 我们靠信仰养育 由耐于我们的 才能较合适的方法引导 好叫我们隐晦而能理解他 因此使徒说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可是我们虽然靠他的恩典 已经重生 却还是属血气属肉体的 所以他只能看 我们为基督里的婴孩 不把他与负平等的神能 而只把他定在 十字架上属人的软弱 介绍给我们 因为他说 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他又继续说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惊 稍后他对他们说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喂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有些人恼恨这种话 认为这是用来侮辱他们的 他们大都宁愿相信那些 说这种话的人 无话可说 而不愿承认自己不懂 有时我们并不直接答复他们 关于上帝的求问 因为那是他们自己不能接受的 恐怕也是我们不能表白的 却只好作答 向他们证明 他们是多么无能而不配了解 他们所求于我们的 但他们一方面因听不到 他们所要听的 就设想我们或是向他们 弄虚悬以藏桌 或是怀着鬼胎说话 不愿让他们知道 于是他们愤愤不安而去 第二章 本篇你如何讨论三位议题 四 所以我们赖上帝之主要尽力做到 他们向我们所破求的 即说明三位一体是独一的真上帝 而且父、子、圣灵 真可相信并真可了解为一个实体或本质 好使他们不致想象他们是被我们的顿词嘲弄 反倒可以从事实一方面发现 至高之善是被最纯洁的心思所识别的 而在另一方面发现 他们因此不能识别或了解它 因为人的心眼除非由信的义德到活泼的力量 就不能在那超自然的光中张开 然而 第一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权威来证明 信仰是不是这样 然后 若上帝愿意并且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也许至少要使这些好变者 他们的骄傲多余才能 因此得了更危险的疾病 找着某种无法质疑的事 好叫他们以后对同样的事不能了解的时候 要归咎自己的心思 而不归咎真理或我们的理论 这样一来 他们心里如果敬畏敬爱上帝 就可回头 按照正常的程序 从信仰开始 至终看出在圣教会中为信徒预备了灵药 那就是 前程心可以医治心思的软弱 使他明白不变的真理 使他不因胡乱性急而现人瘟疫般的谬见中 至于我自己 凡有疑惑之处 我不畏缩探讨 凡有错误之处 我不耻于学习 第三章 奥古斯丁对读者的要求 五 我还要要求读者 他在什么地方像我一样有把握 就要同我前进 在什么地方像我一样有愁愁 就要同我探讨 在什么地方承认自己有错误 就要回到我这里来 在什么地方看见我有错误 就要叫我回转 好使我们可以共同进入爱的道徒 向他前进 因为经上说 时常寻求他的面 这种虔诚坚定的合同 乃是我在一切著作上 尤其是在探讨三位一体 父 子 和圣灵的合一这一著作上 要在上帝面前同读者定立的 因为错误 在任何题目上 都不比在这里更有危险 或探讨更为辛苦 或发现真理更是有益 若有读者说 某处说得不好 因为我不了解 那么这人归咎是我的话语 不是归咎我的信仰 不错 话语也许真可以说得更清楚些 仇人说话 不能在凡事上被人人都听懂 所以 谁归咎我的话语 说他不懂我所说的 试看他能否懂得 别人对同一题目所说的话 若他懂别人所说的 让他撇开我的书 甚至可随意把它丢弃 将力量和时间 花在他所懂的书上 可是他不要因为 我未能像那位他所懂的人一样 把我自己向他表达的 那么平滑明晰 就认为我应当坚默不言 因为众人所写的 并不都达到众人手中 也许有些能懂 我们这些著作的人 可能没有找着那些 更明了的著作 只有我们的著作 所以 有许多人写许多书 甚至都讨论同一问题 在文体上不同 但在信仰上没有不同 使最大多数的人都得闻之 有些人是及这种方式 有些人是及另一种方式 那乃是有益的 但若有人抱怨说他不懂我的书 而对这种题目 从来不明了任何细心和精确的理论 他就要策立自己决心来研究 好叫他多知道 他要来捅我口角辩论 让我静默不言 再者若那读者说 当然我懂得你所说的 斯纳说得不对 他就可提出自己的意见 并且他若能够的话 可以驳斥我的意见 若他做得又明晰又合乎真理 并且不辞辛苦来通知我 我这份工作就算是得了最丰富的报酬 若他不能通知我 我极其盼望他尽可能通知别人 可是在我一方面 我默想主的律法 若不是昼夜的话 至少是尽我所能有的短时间如此行 并且我将默想写下来 免得我遗忘 我靠着上帝的慈悲 盼望他使我坚持我所觉得的一切可靠真理 若在什么事上 存别样的心 上帝也必以此指示我 无论是借着隐秘的灵感和劝勉 或是借着他自己明白的宣告 或是借着弟兄们的理论 来指示我 我如此祈祷 也将我这愿望交托他 他能保守他所赐给我的 也能将他所应许的赐给我 六 我想必有人悟性迟钝 想象我在我的书中某些部分 抱着我所没有抱的意见 或没有抱着我所抱着的意见 但谁都知道 当我对一个艰难隐晦的题目 不得不开辟道路的时候 倘若有人以为跟着我走 却偏离了正路 陷入虚假的道理中 那么他们的错误 不应归到我身上 正如他们不能将异端派的 各种错误合理地 归于圣经中神圣的见证一样 其实他们都企图用那些经文 来为自己虚假错谬的意见辩护 基督的律法 爱 明白地教训我 并且甜蜜地吩咐我 当人们以为我在我的书中 持着我所没有持的错误 而那错误叫一个人不喜悦 叫另一个人喜悦 我宁愿被那以错误向责的人所非难 而不愿被赞美错误的人所称赞 因为我虽从未持有那错误 本不当受前者的非难 然而错误本身却应于制止 而我被后者看为持有那为真理所不容的错误而受称赞 那么无论是我 或是那为真理所不容的意见 都是不当称赞的 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做这一份工作 第四章 大公教会论三位一体的教义 七 据我所知大公教会中心就两约圣经的注释者 论到三位一体的时候 都按照圣经教训人说 父、子、圣灵由于不可分离的平等合同的本体 乃是合一神 所以他们不是三神 而是一神 父生了子 因此父不是子 子是由父所生 因此子不是父 而圣灵既不是父 也不是子 而只是父和子的灵 也是与父和子同等 归于三位一体 然而三位一体并没有而只有子 乃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 葬了 第三天复活 升天 再者 这三位一体也没有像鸽子在耶稣受洗时 降在他身上 而且在主升天之后 五旬节那天 当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的时候 也不是三位一体 而只是圣灵如火焰的舌头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再者 当自受约翰的喜 又当三个门徒同他在山上 那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儿子的 和那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的 并不是三位一体 而只是父 虽然如此 父 子 圣灵既是分不开的 所以是不能分开来行动 这也是我的信仰 因为这是大公教会的信仰 第五章 三位一体论所引起的困难 三位如何是一神 三位既不能分开来行动 怎么又各司其事 八 然而有些人对这信仰感觉困难 他们听到父是神 子是神 圣灵是神 可是这三位一体不是三神 而只是一神 他们就问道 他们当怎样了解这一点 就是说 三位一体在神所做的事中 不能分开来行动 可是父说话的声音 并不是子的声音 降生成肉身 受苦 复活 升天的 只是子 像鸽子降下的 只是圣灵 他们要了解 何以三位一体所发的声音 只是父的声音 又何以三位一体 造了那肉体 而在其中只有子为童女所生 又何以三位一体 形成了那鸽子 而在其中只有圣灵显现 情形必是如此 否则三位一体 并非不分开来行动 而是父做某些事 子做另外的事 而圣灵做其他的事 这样 三位共同做某些事 又个别做另外的事 因而是并非不能分开的 他们也感到困难的就是 圣灵虽是复合子的灵 却不是由父 也不是由子或二者所生 他怎样是在三位一体之中 既然 他们用这些问题来困扰我们 我们就要照上帝关于这题目 所赐我们的智慧尽力向他们阐明 我们也绝不要怀着度火去行 假如我们说 我们不惯思想 这类的事 那便不真实 可是假如我们承认自己 因喜欢探讨真理 而通常想到这类题目 那么他们就要凭着爱的律法 吩咐我们 将我们所能找着地告诉他们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而只是照着我所得的分量去做 我既然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从上面照我来的的奖赏 就应当请来 公布我所经过的路程 和我所达到的地步 以及我为达到目的地 所需走的距离 那些邀请者的爱心 也敦促我来服务他们 在我将读物 供给他们的需要时候 上帝也必使我自己获益 因为我力求答复 他们的询问时 就解答了自己心中的问题 所以我遵照上帝的命令 靠着他的帮助 负起这份任务 与其说是用权威来讲说 我所知的事 不如说是用虔诚的讲述 来学习这些事 第六章 子是神与父同有一本体 圣灵亦然 九 有人说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神 不是真神 不与父同为独一的神 不是真不朽的 因他是可改变的 圣经最明白 而一致的见证 证明他们错了 例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因为我们显然 应当以神的道 为神的独子 关于他后来又有话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这是由于道成为肉身 是由童女 在时间里所产生的 如是他不仅被宣布为神 也与父有同一本体 因为经上在说 道就是神以后 也说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谓万物 只是指凡被造的万物 那就是整个创造 从此可见 那造万物的 他本身不是被造的 若他不是被造的 他就不是受造者 他若不是受造者 他就与父同有一本体 因为凡不是神的本体 便是受造者 而凡不是受造者 便是神 子若不与父同有一本体 便是受造的一实体 他若是受造的一实体 万物就不是借着他造的 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他与父是同有一本体 于是他不仅是神 而且是真神 这位约翰在他的书信中 也极明显地说 我们也知道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真神 使我们在他真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十 因此使徒保罗所说 他是独一不死的 并不是专指父而言 而是指独一的上帝 即三位一体而言 因为凡是永生的 并不按照任何可变性 而朽坏 因此上帝的儿子 因他是永生 也是与父一样 独一不死的 当然 我们也得以分享这永生 因而就在我们自己的分量内 成为不朽的 但我们所分享的永生 本身是一回事 而分享永生 永远活着的我们 又是一回事 因为就令他曾说 到了日期 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的父 要将他显明出来 这话也并不必将子排除在外 因为子也并没有把父与他 自己分开 他自己在另一处 用智慧说 唯有我绕遍周天 所以那不死的 更不必是专指父而言 将子排除在外 因为上面所提的章节 其实是这样说 要守着命令 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显现 到了日期 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要将他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 都归给他 阿们 在这些话里 既没有特别提出父 也没有提出子或圣灵 而只提出了 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就是提出了 独一的真神 三位一体本身 十一 但是夏文 也许与这意义相为 因为夏文说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其实这话 也可指基督的神性 这神性犹太人 未曾看见 他们只看见他的肉体 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神性 绝不能被肉眼看见 那能看见他的眼 不再是人的 而是超人的 所以上帝本身 集三位一体 乃是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 他到了日期 要将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显明出来 因为那独一不死的 与那独行其事的 是同一个说法 我喜欢知道 他们认为这些话 是指谁说的 若他们认为 他们是专指父说的 那么子自己说 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怎能是真的呢 在歧视当中 还有什么事 比较死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更齐呢 然而子说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这些话 既不是专指父 也不是专指子 而是只独一的真神 集父 子 圣灵 那么怎么是独有父 行其事呢 十二 又当保罗说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谁能怀疑他是讲道受造的万物 正如当约翰说 万物都是他造的 是讲道受造的万物呢 所以我要问 他在另一处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门 他是指着谁说的呢 若是指着父 子 圣灵说的 将每一子具各指一位而言 本于他 那就是说 本于父 依靠他 那就是说 依靠子 归于他 那就是说 归于圣灵 那么 父 子 圣灵就显然是一神 因为往下的话是用单数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在这一段的开头 保罗不是说 身灾 父 或子 或圣灵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而是说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 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 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但若他们要把 这解为专指着父说的 那么 这里怎么说万物 都是借着父有的 而保罗对哥林多人怎么说 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约翰福音 又怎么说 万物是他造的呢 因为若万物 有些是父造的 又有些是子造的 那么万物 就不都是父造的 也不都是子造的 但若万物是父造的 也是子造的 那么他们 就是同为父和子所造的 所以子与父平等 而父和子的行动 是分不开的 因为假若父甚至造了子 子觉没有造自己 那么万物 就不是子造的 但万物是子造的 所以子自己不是受造的 他就可以和父同造了受造的万物 使徒并没有禁止自己不用那称呼 反倒极明显地说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这里用上帝的称呼特别指导父 正如在另一处说 上帝是基督的头 十三 论到圣灵 那些在我们以前讨论这题目的人 也搜集了同类的证据 足以证明圣灵是神 而不是受造者 但若他不是受造者 那么他不仅是神 而且也是真神 所以他与复合子完全同等 并在三位一体中同本体同永恒 但将圣灵不是受造者的道理 表明得十分明白的经文 莫过于那一段 吩咐我们不要侍奉受造者 倒要敬奉创造主的经文 所谓敬奉 意思不是指那叫我们用爱心 互相服侍及希腊文的德来燕 而是指指对上帝的敬奉 及希腊文的LeTri 因此凡以对上帝的敬奉 归给偶像的人 就被称为敬拜偶像的 因为论到这种敬奉 经上有话说 你要敬畏主你的上帝 唯独是奉他 这在希腊文圣经中 所用的LeTrizi一字上 也更显明出来了 假如我们不可这样侍奉受造者 因为经上说 你要敬畏主你的神 唯独是奉他 那么圣灵就绝不是受造者 因为众圣徒都是如此是奉圣灵 正如使徒说 因为我们真受割礼的 乃是是奉神的灵 这在希腊文为LeTrient 甚至大部分的拉丁文圣经也说 我们这是奉上帝的灵的人 但一切或几乎一切 希腊文圣经 都是如此说 虽然有些拉丁文圣经不是说 我们是奉神的灵 而是说 我们用心灵是奉神 但是那些在这里犯错误 而不愿服从更重大权威的人 请告诉我们 再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一段经文上 他们是否找着抄本也有出人 可是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说 基督的肢体是 他们认为 逊于基督的受造者的殿 更为无知亵渎呢 因为使徒在另一处又说 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 但若基督的肢体也是圣灵的殿 那么圣灵就不是受造者 因为我们的身体作为谁的殿 我们就应当向谁归给那只 应当归给上帝的侍奉 即希腊文所谓了吹 因此使徒说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第七章 子如何比父小 也比他自己小 十四 我已说到我们的前辈 应用圣经中上述和类似的见证 来揭露异端派的错谬 将教义所是三位一体的 合一和平等向我们证明 由于上帝的道成为肉身 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好教为人的基督耶稣 可以做神人间的中宝 所以在圣经中有许多事说起来 好像是表明甚或是很明显地说 父是彼子大的 以致人们不求甚解 或不顾圣经的全盘意义 企图将那些从肉体论耶稣基督所说的事 转移到他道成肉身以前永恒的本体上去 例如他们说子比父小 因为经上记着主自己说 父是比我大的 但真理证明 按照同一意义子也是比他自己小 因为他既须己 娶了奴仆的形象 他怎地不成为比他自己小呢 他之所以娶了奴仆的形象 并不使他失去那使他与父同等的上帝之形象 倘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而并不使他失去上帝的形象 因为他自己在奴仆的形象里 和在上帝的形象里 同是父上帝的独生子 在上帝的形象里是与父同等 在奴仆的形象里是神人间的中宝 即为人的基督耶稣 那么谁个不能看见 他在上帝的形象里比他自己大 可是在奴仆的形象里 却比他自己小呢 所以圣经说子与父同等 又说父是彼子大的 并非是没有原因 因为前者照着上帝的形象加以了解 而后者照着奴仆的形象加以了解 就没有混乱之处 其实这将是全部圣经弄清这问题的准则 是在使徒保罗一封书信的一章里接诸了 他在那里足够清楚地将这区分介绍给我们 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并有人的样子 于是在本性上上帝的儿子 与父上帝同等 但在样子上比父小 因为在他所取的奴仆形象上 他比父小 但在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以前 所有父的形象上 他与父同等 他在上帝的形象上是道 万物是他造的 但他在奴仆的形象上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照样他在上帝的形象里造了人 他在奴仆的形象里被造为人 因为假如父独自造了人 儿子没有份 经上就不会记着急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所以既然上帝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所以他是二者 是上帝也是人 是上帝 乃是由于上帝去取 也是人 乃是由于人被取 二者中之一 既不应取的动作 而变成了另一 即神并未被改变成受造者 以致不再是神 而受造者也并不改变成为神 以致不再是受造者 第八章 将被人误解论子 福在父以下的经文加以说明 基督将国交与父 并不把国舍弃 得以看见他 乃是和一切行动 所应许的目的 圣灵与父一样 能赐福给我们 十五 使徒说 万物既服了他 那时 子也要自己 服那叫万物服他的 这段经文 使人不得把基督 所取人的样子 看为在后来变成了神性 或变成了不是受造者 而是合一的三位一体神 一种无形的 不变的 合制的 与本身同永恒的本性 如若有人主张说 经文那时 子也要自己服那叫 万物服他的 是要 使人可以相信 服乃至受造者 后来变成 创造主的本体 或本质 那就是说 本来受造者的本体 要变成创造主的本体 那么这种人 至少承认 无法质疑的真理 即他所主张的 在主说 我父事比我大的时候 尚没有实现 因为他说这话 不仅是在他生天以前 也是在他受难 从死复活以前 但若他们设想 他的人性 将变成神的本质 而那时 子也要自己服 那叫万物服他的经文 便是这么说 即宛如是说 那时 人自自己和上帝的 道所取的人性 也要变成 那叫万物服他的 上帝的本性 那么他们就也必须设想 这将在审判日后 即当他将国交与父上帝时 才实现出来 按照这种意见说 甚至在这时以后 父还是比那从童女 所娶奴仆的形象大 但若有人进一步主张说 基督耶稣这人 已经变成了上帝的本体 至少他们不能否认 他在受难以前说 因为父事比我大的时 他的人性还存留着 从此这话的意思 无疑是父事 比奴仆的形象大 但子在上帝的形象里 是与父同等 谁听到使徒说 他既说万物都服了他 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 不在其内了 谁也不得想那叫万物服他的话 乃是丹指父说的 好像子自己 没有叫万物服他自己 因为这就是使徒 向腓利比人 所明白宣说的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教 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可见父和子的行动 是分不开的 否则 父也没有将万物服自己 但子叫万物服了父 因为子把国交与他 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都废弃了 因为使徒论子说 他就把国交与父上帝 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都废弃 那将一切废弃的 也使一切服从 十六 我们也不可设想基督 在将国交与父上帝时 就把国从自己夺去 有些胡说的人 便是这么设想 经上说 他把国交与父上帝 并不将他自己排除在外 因为他与父同为 一上帝 但等一字叫那些 读经粗心好辩的 读者受骗 因为经上继续记载说 基督必要做王 等上帝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好像这是说 他一旦把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就不再做王了 他们看不出另一经文 也有同样的说法 他心确定 总不惧怕 等他看见敌人遭暴 这当然不是说 他看见了这事的时候 就惧怕 那么他把国交与父上帝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父上帝 现在上没有国吗 不是 但是那作为神人间的 忠保为人的基督耶稣 现在作凡 因性活着一人的王 后来要使他们得以面对面 所以他把国交与父上帝 是等于说 他是信徒得见父上帝 因为他说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都废弃了 意思是说 不再需要借着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天使 赴那时 要被子启示出来 亚哥伦心腹说 我们要为你鞭上金片 镶上银钉 当王正作息的时候 那就是说 当基督在他秘密处的时候 因为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 藏在上帝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 显现在荣耀里 在那时以前 我们如今仿佛 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 十七 圣经将这种静观 应许给我们 作为一切动作的目的 和永远满足的喜乐 因为我们现在 是上帝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因为他对他仆人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位如此说话的 就是我们在永恒里 活着所要静观的 因为经上有话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话当主来到 照出暗中的隐情时 乃要实现 那时今世的必死 和必朽的黑暗 要成为过去 那时就是诗篇上所说 我们的早晨 早晨我要向你祈祷 向你静观 我明白这种静观 就是经上所说 他将国交与父上帝 那就是神人间的中宝 为人的基督耶稣 现在做凡 平信活着的一人的王 将来要使一人 得见父上帝 若我在这里弄错了 请明达人纠正我 据我看 事情真是如此 因为我们一旦得见他 就不再追求什么了 但我们还在盼望 终等候喜乐的时候 就还没有得见他 因为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人所看见的 何必在盼望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那就是在王作席的时候 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说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我们在那喜乐以外 不再需要什么 因为不能再有什么需要 因为父要向我们显明出来 我们就知足了 这是腓力所了解的 所以他向主说 求主降附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但他尚未了解 也能同样说 主啊 求你将你自己 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主为求使他明白这一点 回答他说 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但他要使他 在能看到这一点 以前就要平信心活着 所以他继续说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因为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离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因为得见是信心的报酬 我们的心正为着 这报酬就因信的洁净了 即如经上记着说 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我们的心为着这种静观 应当得到洁净 这是由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一句经文所证明 这静观就是永生 因为上帝在诗篇中说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所以不拘我们听人说 将子显给我们看 或听人说将负显给我们看 意思都是一样 因为一个离了另一个 就不能显明出来 因为二者圆为一 正如子自己也说 我与父圆为一 最后 由于这种不可分离性 所以在经上讲到他时 我们满有他面光的喜乐 有时只提父的名 或只提子的名就够了 十八 二者的灵 即父和子的灵 也并不被排除在外 这圣灵 圣经特别称为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我们是照着三位一体的 神之形象造的 我们有他 便有完满的喜乐 此外没有更大的喜乐 因着这个缘故 经上有时说到圣灵 为我们的福分 好像他独自就够了 他独自也实在是够了 因为他不能从父和子分开 正如父 独自就够了 因为他不能从子和圣灵分开 又正如子独自就够了 因为他不能从父和圣灵分开 他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所谓是人及爱世界的人 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 他这话有什么意义呢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一句话 好像是说子独自就不够 有一处论到圣灵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好像圣灵独自就完全够了 请告诉我 这里将子排除在外 好像他没有将一切的真理教训我们 或是好像圣灵将子 所不能完全教训我们的补足吗 这样一来 他们必说 圣灵彼此大而 他们惯常称圣灵为较小的 但是经上没有说 圣灵独自要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 他们能不能救荣许子 也可被人相信与圣灵一同教训人吗 假如是那样的话 使徒所说 除了上帝的灵 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 就以子不知道上帝的事了 如是这些恶人就可以此为根据说 唯独圣灵 甚至将上帝的事教训子 正如大的教训小的 儿子自己论到圣灵也说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却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宝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第九章 有时经上只说到一位 却是指三位一体而言 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 上帝的道和圣灵不同的 而是因为人子与他们同在时 好像是阻碍圣灵来临一样 这位圣灵不是较小的 因为他不像子一样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因此就有必要将奴仆的形象 从他们的眼中除去 因为他们看见这形象 就设想只有他们所看见的 才是基督 因此基督又说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那就是说 我所以必须到父那里去 是因为你们肉眼这般看我的时候 就把我看为比父小 所以你们看到我取了受造者的样式 就看不见我与父的同等地位 因此他也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生上去见我的父 因为人摸他就好像把他们的概念限制了 所以他不要那归向他的心受到限制 只照他的外貌去认识他 但生上去见我的父 表示他被显为与父同等 好叫我们的目光达到其最终目的 有时经上也说 为独子本身就够了 而应许给我们爱心和渴慕的整个报酬 就使得见他 因为经上有话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他在这里没有说 我也要将父显给他看 请问难道他把父排除在外吗 倒是因为我与父原为一 将父显出来 便是将在父里面的子显出来 将子显出来 便是将在子里面的父显出来 所以正如当他说 我要向他显现 我们应解为他也将父显出来 照样当经上说 他将国交与父上帝 这并不是说他将国从他自己夺去 因为当他要使信徒得见父上帝时 他无疑要使他们得见他自己 因为他曾说 我要向他显现 所以当犹大对他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就回答他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看哪 他向爱他的人 不仅将自己显出来 因为他同父 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十九 但当父和子 与爱他们的人同住时 难道圣灵被排除在外吗 那么上面论圣灵为何说 他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呢 经上纪论到圣灵说 他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圣灵就当然不能 被排除于那居所之外 也许有人空想到 当父和子一同来到 爱他们的人那里去 与他同住的时候 圣灵就要离开那里 好像是让位给那些比他大的 但圣经本身驳斥这种属血气的观念 因为烧钱曾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圣灵在父和子来到的时候 并不会离开 反要与他们永远同在一居所里 因为他既不会不同着他们来 而他们也不会不同着他来 为求旨三位一体 经上将有些是个别的归于 三位中个别的一位 然而称呼一位时 并不将其他二位排除在外 因为三位一体是合一的 是一本体 一上帝 父 子 圣灵 第十章 基督如何将国交与父上帝 二十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国交与父上帝 并不因此就把他自己或圣灵排除在外 到那时他叫信徒得见上帝 这乃是一切善行的目的 是我们永远的安息和永不能夺去的喜乐 他表示这一点 说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玛丽亚坐在主角前 诚恳倾听她的话 就将这喜乐预示了 她停息百宫 照今生所能地倾注于真理 便预表了永生 她的姊妹 马大为必须的是忙乱 这些事虽然是好的有意的 可是安息一到 就要成为过去 但玛丽亚却安息在主的话里 在玛大抱怨她姊妹不帮助她的时候 主回答她说 玛丽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她并不称玛大所做的为坏的 但她说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因为那位应妇需要所做的 在需要本身成为过去的时候 要被夺去 那对成为过去的善行所给的报酬 乃是不会成为过去的安息 所以在那种静观中 上帝是一切 因为我们除她自己以外 什么也不需要 我们只要蒙她启迪 并以她为乐就够了 所以那在心里有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带倒的人 说有一件事 我曾求主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主的殿中 瞻仰她的荣美 因为当神人间的忠宝为人的基督耶稣 将国交与父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得见上帝父 子 圣灵 那时我们的忠宝和祭司 上帝之子和人子 不再为我们代求 但就他为我们的缘故 取了奴仆的形象 做祭司而言 他也要自己服 那叫万物服他的 并使万物都服他 于是 就他是上帝而言 他与父要叫我们服他自己 就他是祭司而言 他和我们要服父 虽然子又是神又是人 但那十子作为人的人性本质 与那十子作为在父里面的子的本质之间的不同 是大于父的本质和子的本质之间的不同 正如我身体的本质与我心灵的本质之间的不同 虽说他们是同在一个人里面 是大于别人的心灵与我的心灵之间的不同 二一 所以当他将国交与父上帝时 那就是 当他使那些信相信 并因信活着且有他作中保代求的人 为要得见上帝而叹息时 并当劳苦和叹息都要成为过去时 那时他既将国交与父上帝 他就不再为我们代求 这一表达在他的话里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那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 那就是说 那时面对面看见的时候 就不再是比喻了 因为他说 我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 他好像是说 我要明明地降父险给你们看 他之所以说 我要告诉你们 是因为他是父的话 他继续说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我从父出来 意思 岂不是说 我有表现我与父同等的形象 而是表现了 我在人的地位 比父小的形象吗 到了世界 意思岂不是说 我甚至像爱这世界的罪人 也将我索取奴仆的 卑微形象显明出来吗 我又离开世界 意思岂不是说 我将爱这世界的人 所看见的形象撤去吗 我往父那里去 意思岂不是说 我叫我的信徒 认识我与父同等的 一方面吗 谁这样相信 谁就配因信而得见 这就是他将国交 与父上帝的意义 因为他的信徒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 乃是称为他的国 他如今为他们代求 但那时 他在与父同等的所在 叫他们住在他里面 就不再为他们求父 因为他说 父自己爱你们 就他比父小来说 他真是祈求 但就他与父同等来说 他与父一同赐下 因此他觉 不将自己排除于他所说 父自己爱你们之外 但他的意思 应照我以上所说的去了解 即是将三位一体中的 一位提说的时候 大都也是指其他二位而言 这样一来 说父自己爱你们的时候 也是侄子和圣灵而言 这并不是说 那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的父 现在不爱我们 而是说 上帝爱我们 不是照我们现在的样式 而是照我们将来的样式 他既爱我们 就要爱永远保守我们 那位我们现在代求的子 将国交与父上帝的时候 他就小在求父 因为父自己爱我们 但我们配得父的爱 岂非是因于 那在看见 以前相信所应许之福的信心吗 因为我们凭这信 被上帝所爱 他所爱的 我们靠他的 爱将来所要成为的样式 而不是我们现在 被他恨恶的样式 他也劝勉帮助我们 叫我们愿望不老是这样 第十一章 圣经凭什么有时说子与父同等 有时说子比父小 二二 我们既通达圣经论 上帝儿子的解释法则 将他与父同等的上帝形象 与他所取比父小的奴仆形象 分辨清楚 就不会因圣经中 好似互相矛盾的说法 感到不安了 子和圣灵 照着上帝的形象说 是与父同等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 二者都不是被造的 但照奴仆的形象说 子比父小 因为他自己说 我父是比我大的 他又比自己小 因为论他有话说 虚己 他也比圣灵小 因为他自己说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时来世总不得赦免 并且他也是凭着圣灵行神迹 我若靠着上帝的灵感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灵到你们了 在以赛亚书中他说 这经文他在会堂里念过 并毫无一意地证明 他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得得释放 等等 他所以自称奉差遣 做这些事 是因为上帝的灵在他身上 照上帝的形象说 他创造了万物 照奴仆的形象说 他自己为女人所生 且生在律法之下 照上帝的形象说 他与复原为一 照奴仆的形象说 他来不是要按自己的一丝行 乃是要按 那差他来者的一丝行 照上帝的形象说 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照奴仆的形象说 他心灵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并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照上帝的形象说 他是真神 也是永生 照奴仆的形象说 他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二三 照上帝的形象说 凡父所有的 都是他的 并且他说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照奴仆的形象说 他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 乃是那差他来者的 第十二章 关于基督圣经上 有时是照着他上帝的形象说 还有时是照着他奴仆的形象说 他又说 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他所以不知道 是因他不要别人知道 那就是说 凡他不愿告诉门徒的 他就故意不知道 正如对亚伯拉罕有话说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上帝的了 那就是说 现在我叫你知道了 因为他既受了试探 就认识了自己 他必在适当的时候 甚至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他们 这将来的事他当作是过去 说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这是他还没有做 但因为他必定要如此行 所以他说的好像已经做了 再者 如他对门徒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那日子 那时辰 也包括在这些事以内 使徒也说 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因为他是像那些 论到基督的神性上 不能接受 较高知识的人说话 稍后他对这些人说 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所以 那所谓他不知道的事 乃指他做不配知道的事 唯有他们从他所能知道的事 他才说他知道 但在完全的人中 他知道了 他在婴孩中所不知道的事 因为他说 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因为我们说 一个人不知道他所隐藏的事 正如我们说一道隐藏的钩 是暗钩一般 圣经指应用人通用的话语 因为圣经是向人说话 二四 照上帝的形象 经上说 山岭未有之先 他已生我 那就是说在一切崇高的 受造物之先 又说 在早晨之先 我已生你 那就是说在一切时辰 和世上事物之先 但奴仆的形象 经上有话说 在主造化的起头 就造了我 照上帝的形象 他曾说 我是真理 照奴仆的形象 他说 我是道路 因为他自己 是从死里守先生的 因为他为他的教会 开了一条 进入上帝的国和永生的路 并且做了教会的头 因而使身体 也是不死的 所以他是在 上帝造化的起头受造 因为照上帝的形象来说 他是起初 正如他向我们说的 在这起初 上帝创造了天地 但照奴仆的形象说 他是新郎 从洞房出来 照上帝的形象说 他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照奴仆的形象说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照上帝的形象说 他是荣耀的主 由此可见 他自己荣耀了他的圣徒 因为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因此 有话论他说 他称罪人为义 又有话论他说 他是义的 也称人为义 那么 他叫他 既然所称为义的人 也得荣耀 可见 叫人称义的 也就是叫人得荣耀的 因此 我曾说 他是荣耀的主 然而 照奴仆的形象说 当门徒询问 他们自己得荣耀的事实 他回答说 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二五 但他的父所预备的 也是子自己所预备的 因为他与父缘为一 因为我们根据 圣经中的许多说法 已经证明 凡论三位一体中的 一位所说的 也是论三位所说的 因为同一本体的动作 是分不开的 正如他论圣灵也说 我若去 就差他来 他没有说 我们就差他来 好像唯有子 而不是父差他来 可是他在另一处说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 但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这里又好像是说 子也不差他来 唯有父差他来 所以正如在这些经文中 照样也在他说 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的经文中 他是指他自己 和父为他所定义的人 预备荣耀的作为 但有人也许要说 当他说到圣灵 他说他自己要 差圣灵来 而并不否认 父差他来 在另一处 他说父差圣灵来 也并不否认他 自己也差圣灵来 但在这里 他明明说 不是我可以赐的 并且说这些事 是由父预备的 但如上面所说 这是指他奴仆的形象而言 即是 我们应当将 不是我可以赐的 解为不是人的权利 可以赐的 他是凭着与父的同等方能 将他赐予人 他说 不是我可以赐的 那就是说 我凭人的权利 不能将这些东西赐予人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但你们也当明白 若是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 那么 这一定也是我的 我与父预备了这些事 二六 我又要问 他说 若有人不听我的话 我不审判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里所说 我不审判他 与不是我可以赐的 也许有同样的意味 但下文是如何说的呢 他说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于是他加上说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若不是他加上说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我们就会认为 那是指负说的 既然子不审判人 因为他说 我不审判他 父也不审判人 那么 唯有子所说的话 才审判人吗 不然 请听以下的话 他说 因为我 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 就是永生 故此我所讲的话 正是照着父 对我所说的 所以子若不审判人 而是子所讲的话审判人 而且那话 所以审判人 是因为子 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他来的父 已经给他命令 叫他说什么 讲什么 那么父 就必定审判人 因为子所说的 就是父的话 而这话 无非是子本身 因为父的命令 并不是一件事 而父的话 又是一件事 因为称呼他为话 也称呼他为命令 所以当他说 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我们要看 他的意思 是否也许是说 我不是从自己生的 假如他所说的是父的话 那么他所说的 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 就是父的话 通常他是说 父赐给我 他的意思是说 父生了他 那并不是说 父在子业 已存在而无有的时候 将什么东西 赐给了他 倒是说 那赐给他 叫他有的话 意思乃是说 生了他 叫他存在 因为上帝的儿子 在道成肉身以前 就是叫万物 都借着他造的 上帝的独生子 他与受造者不同 他存在并非是一件事 而他有又是一件事 他这般存在着 以致他有 就是他存在的意思 而这是更显然地 由他在另一处 说出来了 假如谁配接受的话 因为父 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既然他存在 便是生命 父就并不是对 已存在 而没有生命的 子赐与生命 是他在自己有生命 所以父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意思乃是说 他生了子为不变的生命 那就是永生 既然上帝的道 是上帝的儿子 而上帝的儿子 是真神 也是永生 正如约翰 在他的书信中所说的 那么主说 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并且称 那道为父的话 和父的命令 意义无非是一样 他也称 那命令为永生 说 我知道他的命令 就是永生 二七 请问 我们应当怎样解释 我不审判他 但我所讲的道 要审判他 这意思在下文表达出来 好像他是说 我不审判 但父的道要审判 可是父的道 就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当把他解释为 我不审判人 但我又要审判人吗 除非这话意思是说 就我是人子而言 我不凭人的权利审判人 但就我是上帝的儿子而言 我要凭道的权利审判人 这话怎能算是真的呢 说我不审判人 但我要审判人 若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话 那么论引他所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我们当说什么呢 既不是我自己的 怎样又是我的呢 因为他并未曾说 这教训不是我的 而是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他称他是他自己的 又称他不是他自己的 除非他是从一方面 称他为他自己的 从另一方面称他不是他自己的 那句话怎能算是真的呢 照他有上帝的形象说 他称他是他自己的 照他有奴仆的形象说 他称他不是他自己的 因为当他说 这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差我来者的 他叫我们反于道本身 因为父的教训是父的道 就是独生子 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信奈差我来的 又是什么意思呢 人怎么是信他 又不是信他呢 他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奈差我来的 这么互相矛盾的话 应当解释为 信我的不是信所看见的 免得盼望是在于受造者 而是信子 即信那取了人的样式 好向人显明 并用信洁净人的心 好使人看出他是与父同等的子 否则 他的意义怎能了解呢 他为求教信徒将注意力转向父 所以说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信奈差我来者的 但他说 这话绝无意将他自己与父分开 即从那差他来者的分开 倒是叫人信子 像他们信父 及他与之同等的父一样 这一点 他在另一处明明说 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 那就是说 你们怎样信上帝 也当怎样信我 因为我与父是一上帝 所以我们应如何了解他所说 不是信我 乃是信 那差我来者的 好像这是叫人的信心 从他自己转移到父 其实他绝未曾把自己与父分开 我们也应如何了解他所说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 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他说 我不审判人 然而他自己要审判活人死人 也应同样加以了解 但因为他不是凭人的权利 实行审判 所以他以神为指规 将人的心思提高向上 因为他正是为求提高人的心思 自己就降到世上来了 第十三章 论到基督 因着同一本质各别的性质 而有各别的说法 如何说复不审判人 乃将审判的权柄交于子 二八 然而除非他 虽因索取奴仆的形象 是人子 却因有上帝的形象 乃是上帝的儿子 使图保罗论到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就不会说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定 在十字架上了 因为他是照奴仆的形象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荣耀的主 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那取了的动作 使神成为人 并使人成为神 然而 所说的是因着什么 并且是照什么而言 愿主帮助一切身思 殷勤和前进的读者 例如 我们说过 他既是上帝 而且却是荣耀的主 他就荣耀属他自己的人 可是荣耀的主 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甚至上帝 可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然 这不是照神的权能说 而是照肉体的软弱说 恰如我们说 他在神的地位 即凭着神的权能 而不是凭着人的权能 实行审判 可是为人的 他要实行审判 正如荣耀的主 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因为他明明是这样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那里预言将来审判 直到最末一句 也是如此说 犹太人既互恶不圈 就要在那审判中受刑罚 因为经上别处记着说 他们必仰望他 就是他们所扎的 善人恶人 都要看见活人死人的审判者 但恶人只能看见他为人子的形象 可是他既是在荣耀中施行审判 所以他们所看见的人子 不是他受审时卑微的形象 但恶人绝看不见他 与父同等的上帝的形象 因为他们不清心 而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那乃是面对面 就是给一人最高的应许 而这要在他将国交予 赴上帝的时候才实现 所谓国 即是指看见他自己的形象 这是实现 是在万有 连那曾做人子的上帝的儿子 都要扶上帝的时候 因为照人子的形象说 子也要自己扶那叫万物扶他的 叫上帝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否则 若是上帝的儿子在审判时 也要以他与父同等的形象 向恶人显现出来 那么他给那爱他的人的应许 我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是怎样大的事呢 因此他要在人子的地位审判 但不是凭人的权利 而是凭他做上帝儿子的权柄 在另一方面 他要在上帝的儿子的地位审判 但不是具备着与父同等的上帝的形象 而是具备着人子的形象 二九 所以人子要施行审判 和人子不施行审判 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使用的 人子要施行审判 所以他所说 当人子降临的时候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乃是说得对的 人子不要施行审判 所以他所说 我不审判他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也是说得对的 因为在审判时所显现的 不是子所有上帝的形象 而是人子的形象 父自己就不施行审判 所以经上有话说 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是全交与子 这句话是照着以上所引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以表父生了子的说法说的呢 还是照着使徒所说 上帝将他生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说的呢 因为后裔说法是论到人子说的 他是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他虽原有与父同等的上帝形象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照奴仆的样式行动 受苦 领受 一如使徒所说 他自己谦卑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将他生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如是他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 的话是照着后裔说法说的 还是照着前裔说法说的 就从这一处充分表现出来了 因为这话 假如是照着赐给子在自己有生命的说法说的 就绝不会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了 因为父寄生了与他自己同等的子 他就必与子 一同施行审判 所以这一节是说 在审判时显现出来的 人子的形象 而非上帝的形象 那并不是说 那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的 父不施行审判 因为子论道父说 有一位寻找审判的 所以所谓 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 好像说 在活人死人受审判时 谁也看不见父 但万人都要看见子 因为他也是人子 所以他甚至能被恶人看见 因为他们也要看见他们所扎的 三十 然而 免得有人以为 我们是在异测 而不是有清楚的证据 所以我们要引证主 自己所说一句清楚简明的话 借以表明他说 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 乃因他以人子的形象 显现做审判者 而这不是父的形象 而是子的形象 这子的形象 也不是那与父同等的子的形象 而是比父小的子的形象 好在审判时 可以被善人恶人都看得见 因为稍后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用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人生了 这种永生 乃是恶人所得不到的静观 然后他又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这是指着善人说的 他们听到他倒成肉身 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那就是说 他们接受他是为他们的缘故 成了奴仆的形象 比父小 因而相信他照上帝的形象 是与父同等 所以他强调这一点 继续说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然后他提到他 自己的荣耀 就是他降临 施行审判的荣耀 是恶人和义人所共建的 他往下说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 上帝的儿子既是与父同等 他行审判的权柄 就不是领受的 而是在暗中与父同有的 但他领受着 是为叫善人和恶人 可以看见他行审判 因为他是人子 人子的形象也要给恶人显现 至于上帝的形象 指向清新的人显现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那就是说 指向善人显现 他因他们爱他所应许的 要将他自己显给他们看 因此请看下文 他说 你们不要把这是看作稀奇 他为何禁止我们稀奇呢 岂不是因为不明白的人才稀奇 他说 付赐给他也有行审判的权柄 是因为他是人子吗 可是他们却料想他会说 这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因为恶人不能看见上帝的儿子 即他与父同等上帝的形象 然而义人和恶人 在他面前受审的时候 都必要看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他说 你们不要把这是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的声 作恶的复活定罪 因此他必在人子的地位 接受那权柄 好叫众人复活时 可以看见他那能被众人看见的形象 不过有些人看见被定罪 有些人看见得永生 永生除了是恶人所得不到的静观以外 是什么 他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除非他是只是把自己 给他们显明为独一的真神 而不是指自己给将受惩罚的人 显明为人子的形象 他们如何也认识耶稣基督本身呢 三一 照着上帝向清新的人所显现的形象说 他是善的 因为上帝对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实在是善的 但当恶人看见审判主时 他们不会看他是善的 因为他们不会以看见他为乐 反倒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因为他们被列入恶人和不信的人中 因着这个缘故 所以当那人问他当怎样行 才可得永生而且称呼他为良善的夫子时 他回答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那就是上帝 可是主自己在另一处称人是善的 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但是因为那人追求永生 而永生是在于得见上帝 不至于受刑罚 反得永远的喜乐 又因为他不认识 与他说话的是谁 只把他当作人子 所以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那就是说 从你所看的形象来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 并且照你所看见的 你又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 这所取的人子形象 在审判时不仅要向一人 也要向恶人显现出来 而且恶人看见这形象 对他们不是善的 但我另有一个可见的形象 在形象中 我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为求取这形象曾经虚极 所以独一的上帝 父、子、圣灵 除了为求使一人 有不能夺去的喜乐以外 便不显现出来 诗人为着这将来的喜乐叹息说 有一件事 我曾求主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主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所以我说 唯独那独一的上帝是善的 因为凡看见他的 没有悲哀哭号 而只有救恩和真快乐 假如你是照这形象认识我 那么我就是善的 但若你是只照人子的形象认识我 那么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假如你是列在那些 要仰望他们所扎的的人中 那景象对他们就有恶了 因为那是有刑罚性的 根据我所举的证据 可知主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就是上帝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上帝的不变无形本质 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 上帝唯独应许了圣徒 要看见他的形象 论到这时 使徒保罗说 面对面 使徒约翰说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经上又有话说 有一件事 我曾求主 就是瞻仰他的荣美 主自己说 我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因此我们靠性洁静 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配做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得见上帝 谁具爱心的眼去寻找 谁就可以发现 圣经中到处都论到这事 我说 唯独看见上帝 才是我们主要的善事 我们受教行善 就是如此 但经上预言 将来万民 都要聚集在人子面前 对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或渴了 呢 他们要看见他人子的形象 这形象对那些 要往永火里去的恶人 既不是善的 而对义人 也不是主要的善 因为他要进一步 照义人进入那创世以来 为他们所预备的国 正如他对那些人说 离开我 进入永火里去 照样他对这些人说 你们这蒙我赴赐福的 可来承受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正如那些人 要往永火里去 照样一人 要往永生里去 但永生 除了是他所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 耶稣基督之外 另外什么呢 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认识 现在在荣耀中的他 论到这荣耀 他对父说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那时他要将国交 与父上帝 交善仆可以进来 享受主人的快乐 他要将上帝所保守 在他面前的人隐藏起来 免去人的混乱 就是人那时 听见审判的话 所起的混乱 这种凶恶的信息 一人必不怕 只要他是得蒙保守在会幕里 那就是在大公教会的真信仰礼 免受口舌的争闹 那就是免受异端派的诡辩 关于主所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就是上帝 若另有什么解释 只要他不把父看 如比那创造万物之道的子更善 又只要他不违反纯正的道理 那么我们要放心采用它 而不必只有一个解释 反倒可以有我们所能找着的许多解释 因为避免异端派的陷阱的出路 开放越多 就能越强有力地驳斥他们的错谬 我们现在要重新开始 来考虑余下的问题 第二步 傲视为三位同等辩护 论道子和圣灵凤叉 以及上帝的各种表现 他证明凤叉者并不小于差遣者 三位既在凡事上同等 又本性上同是不改变的 无形的 无所不在的 便在差遣或表现上工作不分 引言 一 当人们力求认识上帝并竭尽他们微弱的心智 来了解三位一体时 不拘是从心智视求观看那不能接近的光来说 或是从圣经所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来说 他们从经验必知道这一任务是何等艰苦 我说 这种人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 获得了什么定论 就应当最能容忍别人在探讨这般深奥的秘密上所犯的错误 但那些犯错误的人 有两件事最难令人忍受 一是在真理显明以前具下一段 二是在真理记明之后又为由具下一段而来的错谬辩护 这两种错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圣经的研究都有妨碍 我祈求并盼望上帝用盾牌一般的恩典护卫我 抵挡他们 这样我靠着他慈爱的恩典 必不迟延从圣经或造化去寻求上帝的本体 因为圣经和造化都摆在我们的眼前 好叫我们寻求 敬爱那末世前者并创造后者的 我也不怕发表我的意见 我从正直人考验我的意见所得的喜乐 大于我对恶人之指责所抱的惧怕 因为最优美谦逊的爱 怀抱着感恩心来接受鸽子一般的眼 但对于狗的牙 只好极其谨慎谦卑地加以避免 或是用极硬的真理将它弄断 我宁愿被任何人指责 而不愿被犯错误者或谄媚者称赞 因为爱好真理者不必怕人指责 那指责者不是仇敌便是朋友 若他是仇敌 你必须容忍他 若他是朋友 那么他若错了 你必须教训他 若是朋友教训你 你必须倾听他 但若有错谬的人称赞你 他就加强你的错谬 若谄媚你的人称赞你 他就引诱你陷入错谬 所以任凭一人击打我 这算为仁慈 任凭他责备我 但罪人的由不得高我的头 第一章 了解圣经论上帝儿子的说法 有何法则 二 观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坚持教会的法则 就是散布于圣经中 并由大公教会 博学的经学家所表达的 那即是 上帝的儿子 照着他所有上帝的形象说 是与上帝同等 照着他所取奴仆的形象说 是比富小 在奴仆的形象里 他不仅比富小 而且比圣灵小 甚至比他自己小 这不是说原来的他比他小 而是说在世时的他比他小 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并没有失掉上帝的形象 正如第一部中的 所引圣经的见证 虽然如此 圣经里却有些地方 叫人不知道 应采用哪一种法则 霸子看为 既自取了人的样子 就比富小呢 还是霸子看为 并不比富小 乃是与富同等 从他而来 出于神而为神 出于光而为光呢 因为我们称子 为出于神而为神 但我们称富为神 而不是出于神而为神 由此显名字 是另外一位 而且是那另外一位之子 但富不是出于子 而是这位子之父 因为每一子 是出于富 但富并不是出于子 乃是为其子之父 三 圣经中 有些地方论到富和子 是指着他们本体上的 合一和同等说的 例如说 我与富元为一 又说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 为强夺的 以及其他一类的经文 又有些经文表示 子音奴仆的形象 那就是因他自取可改变 和属人的本质 而比富小 例如说 我富是比我大的 又说 富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 稍后他又继续说 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再者有些地方表示 他比富既不小也不同等 不过说他是从富出来的 例如说 因为富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又说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假如我们认为这种说法 是因子取了人的形象 而比富小的缘故 那么富在子以前 就必在水上行走了 用唾沫和离开了生来 瞎眼之人的眼睛 并行了子于肉身显现时 在人间所做其他的事 好使他也能行这些事 因为他说 子除非看见父所做的 他凭着自己就不能做什么 然而 就令一个人疯了 谁会这样想呢 所以这些经文这样说 乃因子的生命 像父的生命一样 是不改变的 而他却是从父而来 用因父和子的工作 是分不开的 而工作却是由父赐给子的 也因子这样看见父 使他因看见父而是子 因为从父而来 就是说 由父所生 对他无非就是看见父 而看见父工作 无非就是与父同工 但不是凭着自己 因为他不是由自己而来 因此经上说 他看见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因为他是出于父 他既不是以同一的方法 做别的事 如一画家照着他看见别人所会的 像会别的像一般 也不是以别的样子做同一的事 如身体受心思指挥写字一样 他乃是如他所说 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他既说所做的事 又说照样 因此父和子工作不分 而且同等 不过工作是由父及与子 所以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圣经这样说 不是指一位比另一位小 而只是表明那一位出于那一位 有些人却误以为这是执子比赴小说的 我们中间有些在这些世上少受教诲的人 要照他奴仆的形象去看这些经文 以致把他们误解了 而因此感到困扰 为求避免这种困扰 我们应当持一法则 即是 这些话没有说子是小些 而只说子是出于负 所以 这些话不是他与负的不同等 而是指他的生说的 第二章 有些论子所说的话 当照两种法则来了解 四 如是照我开头所说的 圣经里有些地方叫人不知道应采用哪一种法则 霸子看为既自取了人的样子 就比负小呢 还是霸子看为虽与负同等 却是出于负呢 于见以为在这种可疑而不能说明或辨别真相的地方 例如在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一类经文 可以照两种法则之一来了解 而无危险发生在这里 我们可以照他奴仆的形象去了解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中所讲的 也可以照他上帝的形象去了解 在这种形象中他是与负同等 却也是出于负 因为照上帝的形象说 正如子不是一个 而他的生命又是一个 反倒生命就是子 照样子不是一个 而他的教训又是一个 反倒教训就是子 由是正如经上说 他赐给他儿子有生命 意思无非就是 他生了子 这子就是生命 照样当经上说 他将教训赐给子 意思也可正确了解为 他生了子 这子就是教训 所以当经上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意思好像是说 我不是从自己来的 而是从差我者而来的 第三章 经上论到圣灵 有些地方只当照一个法则来了解 五 论到圣灵 虽然经上并不是说 他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可是主自己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若不是他立刻又说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恐怕人们就会相信圣灵 是由基督所生 像基督是由父所生一样 因为他论自己曾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而是那差我来者的 他论圣灵却曾说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又曾说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但他即将他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一句话的理由 说出来 所以圣灵有父所有的 像子也有父所有的一样 但这除非是照着我们以上所说的 但我要从父那里拆宝会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怎么可能呢 他是从父出来 所以他不是凭着自己说 并且正如子并不因为曾说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他就比父小 同样论到圣灵虽然经上说 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但他也并不因此比父小 因为这句话不过指他是出于父 但既然子是出于父 而圣灵也是出于父 那么二位不都称为子 不都是受生的 而只有前者称为独生子 后者称为圣灵 既不是子 也不是受生的 那是什么缘故呢 关于这问题 若上帝准许的话 我们要在另一处讨论 第四章 父荣耀子 这并不表示不同等 六 人若因为子曾说 父啊 愿你荣耀我 就以为这足以证明父比子大 他们就应当醒悟过来 圣灵也荣耀子 请问 难道圣灵也鼻子大吗 再者 若圣灵荣耀子 是因为他要接受凡属于子的 而他所以接受凡属于子的 是因为凡是父的也都是子的 由此可见 当圣灵荣耀子时 父也荣耀子 由此可知 凡父所有的 不仅是子的 也是圣灵的 因为圣灵能荣耀父所荣耀的子 但若加荣耀者大于受荣耀者 他们就应当承认 互相加荣耀者是同等的 但子也荣耀父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他们真应当小心 免得他们以为圣灵比父和子都大 因为他荣耀父所荣耀的子 但经上却没有记载他被父或子所荣耀 第五章 子和圣灵并不因被拆来而叫小 七 但人们一经被证实犯了错误 就要托词说 拆前者比被拆者大 所以父比子大 因为子不断地说 他是被父拆来的 而且父也比圣灵大 因为耶稣论圣灵说 他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 而圣灵也比父和子都小 因为我们说过 父拆他来 子也差他来 说 我若去就差他来 我首先要问 子被拆是从哪里到哪里 他说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所以被拆是从父出来 并到世界来 这位传福音者论到他说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接着又说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却是从被诈的地方来的 但若他从父出来 被诈到了世界 那么他就是到了世界 而且是在世界 所以他是被诈到 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我们也要思想先知所记载的 即上帝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若这是论子说的 他被诈 除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外 到什么地方呢 因为他说 我充满天地的 就是无所不在的 但若这是论父说的 那么他在何处 没有他自己那大有能力的 从地极的这边达到那边 并且温和地质里 万物的道和智慧呢 他在任何地方 都不能没有他自己的灵 所以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他的灵也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圣灵也被差到 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诗篇作者也找不着 什么地方没有上帝 他说 我若生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下到阴间 你也在那里 他要叫人了解 上帝即在前节 称为他的灵 乃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他说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 八 因此子和圣灵 既都被差到 他们那原来的地方 我们就必须问 我们当如何了 戒子或圣灵被拆遣 因为我们找不着 有什么经文说父被拆遣 但论道子保罗写道 极致时候满足 上帝就拆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他说 他拆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他用女子一词 谁个大公教徒 不知道他并无意 否认他是童女 而这只是照着西伯来与风 以示性别呢 所以当他说 上帝就拆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他就十足表示 子辈差的方式 乃是由女子所生 所以就他为上帝所生而言 他是已经在世界了 但就他为玛利亚生而言 他是被差到了世界 再者 他被父差来并非没有圣灵 这不仅是因为 父差他来的时候 即是叫他为女子所生的时候 绝不是没有自己的灵来 叫他如此降生的 而且也是因为 当童女玛利亚问天使说 怎么有这事呢 的时候 福音书中所给最清楚的回答乃是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 马太爷说 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 基督自己可说 也在先知以赛亚心里 论到自己将来降临 说 现在主上帝和他的灵差 前我来 九 或者有人要迫着我们说 子也被自己差来 因为玛利亚怀孕生子 乃是三位一体的作为 而万有都是由三位一体 创造的作为而来 那人要继续说 若子差自己来 怎么又是父差了他来呢 为求回答他 我首先要问他说 若子将自己分别为圣 父又怎样将他分别为圣呢 因为主在一处说 父所分别为圣 又差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 你说健忘的话吗 在另一处又说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我也要问 若子舍了自己 父又怎样舍了他呢 因为使徒保罗在一处说 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在另一处 他论基督说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想 那人若明白这些事 就会回答说 因为父和子的旨意相同 而且他们的工作不分 那么他应照样了解到成肉身和诞生的事 己子被拆来的事 是由父和子不分地运行成就的 而圣灵也绝没有被排除在外 论到他经上名说 玛利亚从圣灵怀了运 若我们问 上帝怎样拆遣了他的儿子 也许我们的意思 要更清楚地表达出来 父命令了子来 儿子又遵命令来了 父是发出邀请呢 还是只提出建议呢 但无论是哪一方面 这却是凭着一句话成就的 并且上帝的话 就是上帝的儿子 如是父 即凭着一句话 拆遣了子 子就是被父和父的话所拆来的 所以子是被父和子所拆来的 因为子自己是父的话 因为谁会抱着这么不敬钱的意见 认为父在时间以内发出了一句话 以求永恒的子 即至时候满足 就可以奉差遣 用肉身显现呢 但那说出来的话 却是在上帝的话里 这话太初与上帝同在 而且就是上帝 那即是说 那话是在上帝的智慧里 不在时间之内 那话说子在什么时 要用肉身显现出来 既然那话没有时间的开始 太初就有 并且就是上帝 所以就是在这无时间性的话 本身里面 说出上帝的话 要在什么时间成为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极致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那就是说 生在时间里 好叫那层肉身的道向人显现出来 而这要在什么时间成就 是在上帝那无时间性的话里面说定了 因为时间是由上帝 用永恒的智慧 在时间以外规定的 既然子在肉身显现 是由复合子所做成的 所以我们疑于说 那在肉身显现的是被拆遣的 而没有在肉身显现的是将它拆遣了 因为那些在肉眼前所发生外表的事 是从内在属灵本性而存在 因此可说是被拆遣 更且 他所取人的形象是子的位格 而不也是父的位格 因此无形的父和与父同是无形的子 可说是拆遣了子 使他成为有形 但若他成为有形已至 不再与父同是无形的 那就是说 若是无形的画质本体 变成了有形的人 那么子被父拆遣 其意义只是子被拆遣 而不是子与父一同是拆遣者 但他既然是取了奴仆的形象 而使上帝的形象存留着 就可见那在子里面所显明的 就是由复合子无形地做成的 那就是说 无形的父和无形的子 把这子自己拆来 成为有形的 那么他为什么说 我并不是由着自己来呢 我们可以说 这是照着奴仆的形象说的 像他说 我不判断人一样 十 就他在有身体的人里外表上的显现来说 他在他属灵的本性上 总是像世人的眼影藏着的 既然可说 他被拆遣 那么我们现在就容易了解 为什么说圣灵也被拆遣 因为有时圣灵在外表上 有形地显现出来了 或是庞佛鸽子降在主身上 或是在他升天以后 十日当五旬节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这种为肉眼所看见的有形表现 乃称为圣灵被拆遣 这不是说 他那像复合子无形不变的本体显现出来了 而是说 人的心既受外表所见之物感触 就可从他在时间里的显现 进入他隐藏着的永远临在中 第六章 圣灵取受造物的形象 并不像盗取了肉身一样 十一 因此圣经中没有一处写着说 父比圣灵大 或说圣灵比父上帝小 因为圣灵取受造物显现出来 与上帝的盗取了人子的形象显现出来 是不同的事 人子有上帝的盗 并不像别的圣人和智者所有的一样 他乃是过于他的同伴 他绝不是比他们多有盗 以至比他们都多有优越的智慧 道是他自己辨识道 因为盗在肉体里是一件事 盗成肉身又是一件事 那就是说 盗在人里面是一件事 盗成了人又是一件事 所谓肉身 乃是指人而言 因为经上说 盗成肉身 又说 凡有血气的 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 这不是指 没有灵魂和心智的肉体 所谓凡有血气的 即是等于说每一个人 于是圣灵显现所取受造物的形象 是与子从童女玛利亚取了肉身 和人的形象不同的 圣灵并没有使鸽子 或风 或火成为有灵的 也并没有在外表上 把他们永远与自己和自己的位格联合一致 圣灵的本性也并不是无常易变的 以至这些事不是极受造者表现 而是他自己有时变为一物 又有时变为另一物 如同水变为冰一样 但这些表现是 照着他们所应当 有的时节显出现 受造者服务造物主 被那求不改变者的命令所改变 以求照他应当向世人的言 所彰显地将他彰显出来 圣经称圣灵为鸽子 而论到那火焰又说 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样说 是为求表明圣灵有火 正如由鸽子彰显出来一样 虽然如此 我们却不能称圣灵为神和鸽子 或为神和火 像我们称子为神和人一样 也不能像我们称子为上帝的羔羊一样 吉纳不仅由施洗约翰说 看哪 上帝的羔羊 而且也由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 看见为被杀的羔羊 因为先知的意象并不是 借着有形体之物向肉体显明 而是借着有形体之物的属灵的形状 在心灵里显明 但看见那鸽子和那火焰的人 是用眼睛看见了 不过关于火焰 由于句子的形式 我们不知道是有眼睛看见的呢 是在心灵里看见了 因为经文不是说 他们看见了像火分开的舌头像火 而是说 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我们说 这对我显为这样 与我们说 我看见了通常意义并不一样 通常我们对所见 有形有体属灵的意象 有两种说法 这对我显为这样 或说 我看见了 但对于那些 有形体成于眼前明显的东西 通常不是说 它对我显为这样 而是说 我看见了 所以 关于那火是怎样看见的 很可以问 它是在心灵里 有如在外表上看见呢 还是真在外表上 为肉眼所看见 至于说 鸽子降下 从来没有人怀疑 它是被肉眼看见了 再者 我们也不能因为称子为磐石 因为经上记着说 那磐石就是基督 就能称圣灵为鸽子祸祸 因为那磐石是亦已经受造之物 并且是照着它所表的基督而命名 如像雅各用来枕头 浇油在上面 以表明主的那石头 或是如像以撒附着 那将坟自己为祭的 才是基督一样 一种有特别意义的动作 是被加在那些 已经存在的事物之上了 它们 即如内戈和火 并不是只求 有所表明 而忽然存在的 我看戈和火 更是像像摩西显现 荆棘里的火焰 或百姓 在旷野所随着的柱子 或律法在山上颁布时 所有的雷轰 闪电 这些事物的形象出现 以求在有所表明后 便不复存在了 第七章 神的显现质疑 十二 因为这些形象在时间里出现 乃是照着圣灵向人的感官 彰显出来所必须出现的 所以圣灵也可说是被拆遣 然而我们不可说 它比腹小 像我们因子有奴仆的形状 而说子比腹小一样 这是因为奴仆的形状 乃属于三位一体中的子 但是那些形象出现片时 以求表明所必须表明的 便不复存在了 或有人要问 既然附用各种形象 向人表现出来 即使用荆棘中的火焰 云柱 火柱 山上的闪电等等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父 也被拆遣呢 但若这些事物 使江子表现出来 那么圣经为什么说 他被拆遣是在许久以后 即当他为女子所生的时候 如使徒所说 即至时候满族 上帝就拆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呢 因为子若用那些 可变兽造者的形象 向列祖显现了 他就也在从前被拆遣了 假如除非道成了肉身 便不能说他被拆遣了 那么圣灵从来没有成为肉身 为什么也说他被拆遣呢 但若律法和先知书中 所载有形的事物 既不表现父 也不表现子 而只表现圣灵 那么圣灵既在从前如此 被拆遣了 为什么又说 他等到新约时代 才被拆遣呢 十三 在这种困惑中 主若帮助我们 首先我们要问 即那些受造者的形状 向列祖显现的是父 还是子 还是圣灵 或有时是父 有时是子 有时是圣灵 又或是三位一体 独一的上帝 而不分彼此 其次我们要问 以上所提 无论哪一种说法是对的 受造者是不是只因上帝在当时认为 适于向人表现出来 而成行了 还是已经存在的天使被拆遣 代表上帝说话 取了有形体受造者的形状 以求完成他们各自的使命 还是天使按创造主所 给他们的全能 改变他们自己的身体 就是他们不被控制 而能加以控制的身体 使之随着需要 而有各种显出 最后我们要明白 我们发问的目的 即是 子和圣灵是不是从前 也被拆遣了 如果是的话 在那种拆遣和福音书中 所在的拆遣中间 有什么区别 还是除了子为 童女玛丽亚所生 而圣灵用有形的鸽子 和火焰的舌头 显现出来以外 其实他们都没有被拆遣 第八章 整个三位一体是无形的 所以我们对某些人不要理睬 他们那太属血气的心思 认为上帝的道 和永存不变 却能使万物更新的智慧 即我们称为上帝的独子 不仅是可变的 而且也是有形的 这些人胆大不虔诚 用一颗迟钝的心 来求问神圣的事 那是为属灵的本质 和受造者的灵魂 它受造是借着道 因为万物是借着它造的 凡受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它造的 虽是可变的 却是无形的 而他们却相信 那造灵魂的道 和上帝的智慧 即是有形的 又是可变的 其实这智慧 不仅像灵魂一样 是无形的 而且与灵魂不同 是不变的 经上所谓永存不变 却能使万物更新 就是指着智慧的不变性说的 使徒保罗说 但愿尊贵荣耀归 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有智慧的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 又说 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使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这些话原是指着三位一体 独一的上帝说的 然而 这些人企图支持他们的错谬 竟引证这些话 只是指着父说的 而不也是指着子和圣灵说的 我们应当如何了解这些经文 我想以上已经十足讨论了 第九章 伯人相信 唯独父是不死无形的 真理应由静心研究而获得 但那些认为 这些经文只是指父 而不是指子或圣灵说的人 宣称子有形 并不只是在他从童女 娶了肉身以后 而且也是在这以前 他自己里面 他们说 他自己向列祖显现了 你若对他们说 子怎样在自己里面 是有形的 也照样在自己里面 是必死的 因此你们自闭把 那独一不死的话 只是指着父说的 因为若子因取了我们的肉身 而是必死的 那么你们就必须承认 他因这肉身才是有形的 他们就要回答说 他们说子是必死的 并不是因着这肉身 而是因着他以前既是有形的 他以前也是必死的 他们若说子 因取了我们的肉身 才是必死的 那么父便不是在子以外 独自不死的 因为他的道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也不死 他并不因取了 必死的肉身 就失掉了不死 因为甚至人的灵魂 也并不随着身体死 即如主自己也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必死的 不要怕他们 他们若不承认这一点 就必得说圣灵也取了肉身 假如子只是因取了肉身 才是必死的 那么圣灵既未曾取我们的肉身 他们怎能说唯有父 而妃子和圣灵 才是独一不死的 假如圣灵并不是不死的 那么子就并不是因取了肉身 才是必死的 但若圣灵是不死的 那么所谓独一不死 并不是直指腹说的 他们想他们能够证明 子承肉身以前在他自己里面 也是必死的 因为称可变性为必死性 并非不适宜 正如灵魂 也可说是要死的 那并不是因为它变为身体了 或变为与它本身不同的本质了 而是因为同一本质 如今样式既与西不同 就它不再是原来的本质而言 它是必死的 他们说 因为在上帝的儿子 为童女玛利亚所生以前 他自己向列祖显现了 不只是用了一个形象 而且是用了许多形象 首先用一个形象 然后又用另一个形象 所以他在自己里面是有形的 因为当他还没有取了 我们的肉身以前 他的本质为肉眼所看见 又是必死的 因为它是可变的 那显现有时为歌 有时为火的圣灵 也是如此 因此他们说 经文所记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上帝 和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不是指三位一体 而是专指父说的 十六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 他们甚至不能知道 灵魂有无形的本质 更是不能知道父 子 圣灵独一上帝的本质 不仅永远是无形的 而且是不变的 因此有真不朽 上帝父 子 圣灵 除借着受控制有形的受造者 显现出来外 绝没有向人的肉眼显现出来 若有人用有意和正直的精神 来指责我们 就会是说实话的仇敌 来指责我们 我们也愿意领教 我们要在大公教会的团结内 静心研究 上帝在基督成为肉身 以前是不分彼此向列祖显现呢 还是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位 或个别地轮流显现呢 第十章 向列祖显现的是谁 十七 首先我们要讨论创世纪的记载 即上帝与他从尘土所造的人说话 假如我们撇开寓意 从字面去解释 那么上帝就用了人形来与人说话 固然创世纪并没有这样记载 但大意是这样 尤其因为其中记载说 亚当听见主 上帝声音 他当凉凉的黄昏 在园中行走 于是他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上帝说 你在哪里 他回答说 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便从你面前藏了 除非上帝显现为人 我就看不出上帝行走 和说话 怎能照字面去领会 经上说上帝行走 我们既不能说只有上帝的声音发出来 也不能说那在园中行走的上帝是看不见的 因为亚当也说他从上帝面前藏起来 那么这是谁呢 是父 还是子 还是圣灵呢 还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 不分彼此巨人的形象 向人说话呢 经文上下无处表示着 从一位换到另一位 倒是表示那对始祖说话的 就是那位曾说 要有光 并说 要有苍天 以及其他日子的 我们一向以他为父上帝 用一句话创造他所要创造的 他借他的道创造了万物 我们凭正确的信仰准则 知道这道就是他的独生子 若父上帝向始祖说了话 并当凉凉的黄昏在园里行走 若罪人是从他面前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那么我们为何不认为那像亚伯拉罕 摩西和别人显现的也是他 并且他是借着那受他控制 可变有形的受造物显现 而他自己留在他自己和自己的本质里面 既是不变的 又是无形的呢 但圣经也许可能不知不觉 暗暗地从一位说到另一位 就是先记载父说 要有光 以及他借到所做其他的事 他然后说子对始祖说话 这一点虽未明说 却应违反了解的人所了解 十八 人若能用心眼时透着秘密 以致他明知父能够或为独子和圣灵 能够借有行受造者向人显现 就让他进而查考这些事 甚至用言语把他们说明 但就圣经所记上帝与人说话一事 本身而言寓意以为他是无法探知的 因为甚至论到亚当看见上帝 素肠是不是用肉眼 也没有明说 尤其是他们尝了 晋国所张开的眼是怎样的眼 乃是一大问题 因为在他们尝以前 那些眼睛是闭着的 就令圣经纸乐园为属物质的地方 我也不会轻率地说 上帝除具有形体外 就不能在那里行走 因为我们很可以说 那人只听见声音 并未看见什么形象 我们也绝不能因圣经记载说 亚当从上帝面前藏起来 便说他素肠看见了上帝的面 难道不可以说 他并不能看见上帝 倒是怕他自己被那呼召 他的上帝所看见 并且当他行走的时候 他已感觉到他的临在吗 因为该隐也对上帝说 我要从你面前藏起来 可是我们并不必承认他 素肠用肉眼看见了上帝的面 他或者不过听见了上帝的声音 向他陶醉 但上帝怎样向人的耳朵说话 尤其是怎样 对始祖说话 乃是难以发现的事 而且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但是假如只有声音和话语发出来 使那些先祖觉得上帝的临在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我不可认为那是父上帝 因为当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 在山上变了形象时 当他受洗鸽子落在他身上时 又当他论及自己的荣耀 向父呼叫而由父回答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在荣耀时 父用声音彰显了自己 这不是说那声音是没有子和圣灵参与发出的 而是说那声音只是为彰显父发出来的 恰如三位一体发出从同女所生的人形 可是他只是子 因为无形的三位一体发出了那有形的子 我们也不妨以那些话 不仅是三位一体像亚当说的 而且是彰显三位一体的临在 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说 这是我的爱子的一位乃是父 因为耶稣既不能被姓雷 也不能被看为圣灵的儿子 或他自己的儿子 我们也承认那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在荣耀的只能是父 因为这话是对主说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给的回答 这话他只能对父上帝说 而不能对圣灵说 因为他不是圣灵的儿子 但这里经上记着说 主上帝对亚当说 我们就没有理由说 主上帝不是三位一体 十九经上记载说 主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这里也没有说明 或是只有声音 达到亚伯拉罕的儿 还是也有什么成于他的眼前 但稍后更明白些说 主向亚伯拉罕显现 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但是在这里也没有说明 上帝用什么形象向他显现 是父 还是子 还是圣灵向他显现 也许有人要想 子向亚伯拉罕显现了 因为经上没有记着说 上帝向他显现了 而是说 主向他显现 主 似乎是子的特称 例如使徒说 虽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 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然而 经上有许多地方 也称 父上帝为主 例如主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再者经上也称圣灵为主 例如使徒说主就是那灵 他免得人设想 这里是侄子而言 并因他无形体的本质 而称他为灵 他所以接着又说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而所谓主的灵 从来没有人怀疑是指圣灵 这样一来 这里也没有说明 那向亚伯拉罕显现的 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 还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即经上所说 你要敬畏主 你的上帝 但要是奉他 但在曼利像树下 亚伯拉罕看见了三个人 他请他们吃喝 服侍他们 可是圣经在祭 这时的开头不是说 三个人向他显现 而是说 主向他显现 此后 圣经将主向他显现的样子 依次陈述 补计有三个人受他款待 然后他用单人称向他们说话 如同向一位说话 并且内应许他从撒拉得一个儿子的 也好像只是一位 这一位圣经称为主 如在这祭史的开头所说 主向亚伯拉罕显现 他邀请他们 洗他们的脚 并且领他们离开 好像他们是人 但他说话像是与主上帝说的 不据是在他接受得子的应许 还是在他听到所多玛 急受毁灭的消息 第十一章 续论这次的显现 二十 对该经文 我们一细心加以考虑 因为假如只有一个人显现了 那些说子为童女所生 以前的本质也是可见的人们 岂不要立刻呼叫说 那一个人就是子吗 因为他们说 关于父 经上是说 独一不能看见的上帝 然而 我要提出一个问题 在他取了我们的肉身以前 他既由亚伯拉罕洗脚 并且吃地上的食物 那么他是怎样成为人的样式呢 当他还是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时候 那怎么可能呢 请问他是已经须集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吗 我们知道他在从童女降生成为人时 如此行了 在他降生以前 他怎能向亚伯拉罕显现为一个人呢 那形象不是真的吗 假如像亚伯拉显现的只是一个人 又假如那一个人被认为是上帝的儿子 我就要提出这些问题来 但既有三个人显明 而在形象或年龄或全能上 谁也不比谁大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认为 这有形的受造者是指三位一体之同等 和三位之同本质而言呢 二一 唯恐有人以为三人中有一人较大 并以这人就是主 即上帝的儿子 而以其他二人为他的天使 因为显现的是三人 但亚伯拉罕只称一人为主 所以圣经为预防这种意见起见 稍后就说 有两个天使到了罗德那里 这位应不受索多玛被焚烧灾祸的义人 罗德也称一位为主 因为圣经说 主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第十二章 向罗德的显现 但有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这里我要将那一开始提到的 更仔细地加以查考 亚伯拉罕真是与三个人说话 而用单数称呼他们为主 也许有人要说 他认识了三人中一位为主 而以其他二位为他的天使 那么圣经说 主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有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有什么意思呢 难道我们可以设想 那被认为主的一位已经走了 并且差遣与他同在的两个天使 去毁灭索多玛吗 那么试看下文如何说 经上记着说 有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 脸浮于地下拜 说我主啊 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 这里分明是说有两个天使 是用复数人称来说他们受招待 且是用多数来尊称他们 也许他们被看为人 为主 二二 然而 有人再要提出异议说 除非他们被看为上帝的天使 罗德就不会脸浮于地下拜 那么 为什么要款待他们 好像他们需要人的援助呢 不知这里有什么不明的事 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讨论 有两个显现出来 两个都称为天使 他们是用复数人称被请的 罗德是用复数人称与他们说话 直到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 然后经上接着说 领他们出来以后 就说 逃命罢 不可回头看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在那里你必得救 免得你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 蒙恩等于 假如那位主的已经离开了 并已差遣天使来了 他对他们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 而不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呢 假如他是向他们当中一个说话 经上又为什么说 但罗德对他们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等于呢 难道我们在这里也认为是有两位 但当两位被称为一位时 那就是指本质的一主上帝吗 但这二位是谁呢 是富和子 还是富和圣灵 还是子和圣灵呢 最后一说 也许是更合适的 因为他们自称是被拆遣 而只是论子和圣灵 才可这样说 因为我们找不着 经上有什么地方说父被拆遣 第十三章 在经集中的显现 二三 但当摩西凤差前陵 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经上祭主向他显现 并说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殿祭司 叶特罗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上帝的山 就是河列山 主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 不料 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 我要过去看这大一项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主上帝见他过去要看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我是你父亲的上帝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他在这里 首先被称为主的使者 后又被称为上帝 难道一个使者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他是救主本身 使徒论他说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既然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所以我们在这里并非不合理的 也看他为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但以前他在荆棘火焰中显现的时候 为何他被称为主的使者呢 这岂是因为许多天使中有一位受派代表他的主吗 还是他取了受造者的形象 以求成事而现行 并发出可以听见的话 毫表民主的临在 以适合人感官的需要吗 若他是天使中的一位 那叫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时 谁能确定他所代表的世子 还是士灵 还是父上帝 还是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呢 因为我们不能说 上帝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而父却不是 也没有人敢于认圣灵或三位一体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独一上帝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因为谁不是上帝 谁就不是那些列祖的上帝 再者 假如不仅父是上帝 因为大家连一端派 也都如此承认 而且子也是上帝 且不管他们 愿不愿都得如此承认 因为使徒说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更且圣灵也是上帝 因为这位使徒既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然后又说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上帝 大公教会的纯正信仰 相信这三位是一上帝 那天使若为众天使之一 他代表三位一体中的那一位 或是不代表任何另一位 而代表三位的本身 那却并不十分清楚 但若上帝为求使人看见并听见 而临时采取受造者的形象显现出来 并且被称为主的使者 主和上帝 那么我们便不能以这里所称的上帝 是父 而是子或圣灵 虽然我记不起圣经另有什么地方称圣灵为使者 可是我们从他的工作可以如此称呼他 因为经上论他说 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而希腊文中的天使 却是等于拉丁文中的使者 然而先知们极其明显地称主耶稣基督为大有谋略的天使 而圣灵和上帝的儿子却也都是上帝和天使的主 第十四章 论在云柱和火柱中的显现 二四 经上记载以色列民出埃及也说 日间主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间百姓的面前 在这里 谁会怀疑上帝疾受他控制有形体的受造物 而不是及他自己的本质 来向世人的肉眼显现呢 但这是父 还是子 还是圣灵 还是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 却不同样显明 于见以为这在经上所说 主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主小玉摩西说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 等语中 也没有分辨清楚 第十五章 论在西乃山上的显现 在那显现中说话的是三位一体 还是其中一位 二五 现在要提到西乃山上的密云 雷轰 闪电 搅声和烟气 经上记着说 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煮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烧摇一般 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 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上帝有声音答应他 稍后 律法既已颁布在十条界里 经上接着说 众百姓见雷轰 闪电 脚声 山上冒烟 就都发颤 远远地站立 摩西就挨进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 主对摩西说 等于 对这我要说什么呢 我只要说 谁也不会疯狂地相信烟气 火焰 密云 和幽暗及同类之物 乃是上帝的道和智慧的本质 及基督的本质 或圣灵的本质 至于说他们是赴上帝的本质 连亚流派也不敢说 因此这些事物是借着那浮世创物主的受造物而发生 而适当地呈现于人的感官等 属血气的心思也许要因为经上说 摩西就挨进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 就没想百姓固然看见了幽暗 但摩西在幽暗中却用肉眼看见了上帝的儿子 正如衰残的异端派 以为可用肉眼看见他的本质 假如摩西真用肉眼看见了他 那么不仅上帝的智慧基督 而且任何聪明人的智慧都能用肉眼看见了 人们也许因为经上论以色列的长老记载说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所站的地方 他脚下庞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就以为上帝的道和智慧 在他自己的本质里站在一块地上 其实他从地极的这边达到那边 并且温和地质里万物 并且以为上帝那创造万物的道是可以改变的 以致他时缩时深 其实这些有形可感觉的事物 正如我们屡次说过的 是借着一种特别为此造之物呈现出来 以求表达父 子、圣灵、上帝无形属灵的临在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 虽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 上帝无形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二六 但就我们木下的事来说 那在西乃山上可怕 像凡人的事说话的是谁 我不知道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还是父、还是子、还是圣灵 但若我们可以从容不破地下一平和的一策 那么只要这段经文是指三位一体中的一位说的 我们何不以它是指圣灵而言 因为在西乃山上所斑的律法 经上也说是上帝用指头写在石板上 而福音书就以上帝的指头称呼圣灵 并且从宰杀高阳度于月节 直到这些事开始在西乃山发生的日子 一共有五十天 恰如主寿南以后从他复活算起到他所应许的圣灵降临 一共也有五十天 使徒行传 记载 圣灵降临说 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这记载符合出埃及记所说 西乃山全冒烟 因为主在火中降于山上 稍后又说 主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如烈火 或是假如这些事发生 乃是因为父或子若没有圣灵 律法必须由他书写 就都不能显现出来 那么我们至少知道上帝在那里的显现 并不是借他那无形不变的本质 而是吉纳受造者 但三位一体中 是不是特别有一位显现了 我的了解力不能知道 第十六章 摩西怎样看见了上帝 二七 还有一个困难 使很多人感到苦恼 那就是经上记着说 主对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然而稍后摩西却说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自己指示我 使我可以看见你 好在你眼前蒙了恩 好以这名为你的名 又稍后摩西再向主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上帝在以上所行的事中 好像是以他自己的本质显现了 因而上帝的儿子 如今被一些可怜人认为成有形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借着受造者 并且摩西进入密云中的墓地 好像是叫人民只看见那密云 但摩西在其中 却可以听见上帝的话 有如他看见了他的面一般 在这经上虽然记着说 主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 可是摩西却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自己指示我 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呢 摩西当然知道他所看见的是 上帝有形有体的样子 但他求真看见上帝属灵的样子 那种用声音表达出来的话 便被形容得宛如是朋友 向朋友说话 然而谁曾用肉眼看见父上帝呢 谁曾用肉眼看见那太初 与上帝同在 就是上帝 万物也都是吉他被造的道呢 谁又曾用肉眼看见智慧的圣灵呢 然而求你将自己指示我 使我可以看见你 这除非是说 将你的本质指示我 不然是什么意思呢 但假如摩西没有如此说 我们就真必须尽力容忍 于人来设想上帝的本质 及以上所提的是 被摩西看见了 但这里既已明显地证实 摩西虽渴望看见 却未蒙准许 那么谁敢说 他所看见的这些形象 不是服侍上帝的受造者 而是上帝本身被一个凡人的眼 看见了呢 二八 加之后来主对摩西也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主说 看哪 在我这里有地方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放在望台上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 第十七章 人怎样看见上帝的背 对基督复活的信仰 大公会是看见上帝的背 唯一之所 以色列人看见了上帝的背 说 只有父上帝从未被列祖看见过 乃是极具之鉴 他的背通常是被认为 预表主耶稣基督 由童女所生 死而复活的身体 那并非是不适当的 其所以称为背 或不拘是因为必朽在后 或是因为 他差不多是在世界的末了 即在后期浮云取了肉体 但他的面乃是上帝的形象 就是那不宜与上帝 同等为强夺的子的形象 人绝不能看见上帝 而仍然存活 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我们向使徒所说 我们要在今生以后才 面对面地看见 在今生我们是与主相离 并且这笔朽坏的身体 压迫灵魂 只如诗篇论今生说 活着的个人真是全然虚幻 一说 因为在你面前烦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事意的 而约翰也说 在今生还未显明将来如何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他这说法 却是指今世以后而言 那时我们要偿还死的债 领受复活的应许 二是因为甚至在如今生 我们多么属灵地 领会上帝 那借以创造万物的智慧 就多么像肉体的情欲死 叫我们既然看这世界对我们是死的 我们也向这世界死 同着使徒说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论到这种死 他也说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规条呢 所以没有人能看见上帝的面 及上帝智慧的显现 而仍存活 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凡尽心 尽性 尽意爱上帝的人 都渴望得见 凡爱临摄如同自己的人 也要尽为使临摄得见 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这也在摩西身上表达出来 当他因特别热爱上帝就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自己指示我 好在你眼前蒙恩 随即他因爱临摄又说 好叫我知道这民是你的民 所以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渴望得见 渴望遇切 那人就遇纯洁 那人遇纯洁 就遇生到属灵的事 遇生到属灵的事 就遇像属血气的誓死 但当我们与主相离 行事为人 凭着信心 不凭眼见的时候 我们就应当平信看见基督的背 他的肉身 那就是站在那由磐石所象征的信仰 稳固基础上 并且从安全的望台及大公教会 看见他的肉身 论到大公教会 经上记着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因为我们欲爱我们所切望 得见的基督的面 就欲从他的被知道基督怎样先爱我们 二九 但在那肉体里我们对他复活的信仰 拯救我们 并且使我们称义 保罗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又说 他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所以主的身体复活 是给我们信仰的报答 因为甚至不信者 也相信 他受难 身体死在十字架上 但他们不信他的身体复活了 我们十分坚信他的身体复活了 好像是从稳固的磐石观看这件事 因是我们带着确实的盼望 等候得着儿户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 因为我们盼望 我们凭着坚固的信心 承认我们的头基督所完成的 得以在我们这些 做他肢体的里面完成 因此他不会叫人看见他的背 除非当他经过的时候 好叫人相信他的复活 因为希伯来文普萨克翻译出来 就是愉悦的意思 因此使徒约翰也说 于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三十 但人若对此相信 而不站立在大公教会里面 却属于分裂派或异端 他便不能从他的地方看见主的背 主说 看哪 在我这里有地方 你要站在磐石上 有什么意思呢 地上有什么地方 是在主那里呢 除非那是能以在心灵上接触他的地方 主从地极的这边达到那边 并且温和地治理万物 而经上论道他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河等的殿余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岂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但显然大公教会便是他的地方 人在教会里就是站在磐石上 在那里看见主经过 看见主的背 就是他的身体 并且相信他复活了 他说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因为事实上 主的尊严 在主的荣耀 复活 升到父那里 而经过了以后 我们曾建立在磐石上 那时彼得站立的吻 所以他有胆量传扬他 但在他站立的吻以前 他因惧怕三次不认主 从前他虽已有预定被安置在磐石的望台上 但既有主的手遮掩他 所以他看不见 因为他在不久的将来要看见他的背 而且那始主还没有经过 即还没有从死复活 还没有从复活的荣耀 三一 出埃及记所记我经过的时候 我必用我的手遮掩你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是指那由摩西所象征的许多以色列人 在主复活以后相信了他 好像他的手从他们眼前收回 他们就看见了他的背 因此使图马太也提起以赛亚的预言 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最后 诗篇可说是代表他们说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所谓白日也许是指他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却不认识他 所谓黑夜是指他受苦而死 他们更确认他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 一样被剪除了 但当他经过了 叫他们看见了他的背 那时使徒彼得向他们传讲基督 本当受苦复活 乃使他们觉得扎心 好叫受洗的人应验那篇失起头 所说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所以经上说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之后 好像主经过了 如今将手收回 使他的辈辈看见 如是有悲苦 认罪 并因信主复活 而有罪的赦免的声音发出 说 我的经夜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沉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主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因为我们不应被肉体的黑暗笼罩 想上帝的面是无形的 但他的背是有形的 因为二者都在他索取奴仆的形象中 有形的显现了 但我们绝不可想 上帝的形状是如此 我们绝不可想 上帝的道和智慧在一面有面 在另一面有背 像人的身体所有的一样 或在空间时间里 被形状或活动所改变 三二 因此 假如出埃及记上 那些记载或那些有形的显现 都是表明主耶稣基督 或假如只有些地方 即如这段经文 是表明基督 而另有些地方 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话 是表明圣灵 但这些经文 都不足以证明 父上帝从来未曾像列祖 在这种形象中显现 因为在那些时候 有许多这样的显现 没有明白提及是父 还是子 还是圣灵 但我们有若干暗示 可加以豁然的解释 所以若有人说 父上帝从来未曾像列祖 或先知有形的显现 他说的未免太急剧了 有些人抱着意见 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 独一的上帝 和他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一类经文 是指三位一体而言 一种健全的信仰 教训我们说 这类经文所指的 乃是那最神圣 不改变的本质 即那始父 子 圣灵成为 一上帝的本质 但那些异象 是借着可变的受造者产生的 受不变的上帝所控制 而并不彰显上帝本身 不过照不同情况的因子和时候 将上帝表明出来而已 第十八章 但仪里所见的异象 三三 我不知道这些人 怎样解释 那向但仪里显现的 亘古常在者 从他那为我们的缘故 做了人子的 得了国度 即从那在诗篇中对子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和那使万物 都扶在他的脚下的父 得了国度 所以 若是赐予国度的父 和接受国度的子 都有形得向但仪里显现了 那些人怎能说 父从来未曾向列祖显现 因此 只有他才应被看为无形的 是人未曾看见的 也是不能看见的呢 因为但仪里告诉我们说 我观看 见有宝座舍立 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宝座乃火焰 其轮乃烈火 从他面前有火象和发出 是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示例的有万万 他坐着要行审判 案卷都展开了 稍后他又说 我在夜间的一项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 荣耀 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都是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 看哪 父赐予一个永恒的国度 自接受那国度 而二者都是有形的 被说预言者所看见 所以我们相信 父上帝也常像凡人那样显现 并不是不适宜的 三四 也许有人要说 父是在一个做梦的人 眼前显现 所以他总是无形的 但子和圣灵是有形的 因为摩西看见了那些事 是在醒着的时候 照这种说法 好像摩西果真用肉眼 看见了上帝的道和智慧一般 或是连那使人的肉体 活着的灵或那属物质的风 都能被看见一般 上帝的灵 因着属神的本质 有说不出的超乎众人 和天使心思之上的优美 更是多么不能看见的呢 谁敢冒昧说 子和圣灵 也可为醒着的人所看见 但父除对做梦的人以外 是不能看见呢 那么是人未曾看见的 也是不能看见的一句话 他们怎样解释 只是指负而言呢 人睡觉的时候 难道就不是人了吗 那位能用身体的样式 在做梦者的意向中 表现自己的主 难道不能用 同样有形体的受造者 向醒着的人的眼 表现自己吗 就他之所以为 他的本质说 故不能用任何身体的样式 向睡觉的人表现 或向醒着的人显现 但这不仅在父为然 而且在子和圣灵亦然 有些人 平醒着的人所见的意向 相信只是子或圣灵 而不是父向人的肉眼显现了 对他们我且不提圣书中 许多章节及多种解释 足以使凡有理智的人 都不致主张说 父从未曾有形地 显给醒着的人看 我只提圣经所记载 主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一节 显现的不是一个或两个 而是三个人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 比其他两个较高超 或多有荣耀 或在行动上更有权威 那时亚伯拉罕也确实是醒着的 而且款待了他们 关于此事 主张父不显现的人如何说呢 三五 我们曾决定查考三个问题 第一是 那借着受造者的形象 向先祖显现的师父 或子或圣灵 还是有时是父 有时是子 有时是圣灵 或还是独一的上帝 即三位一体 不分彼此 现在我们照尽量 从圣经各处所查考的 并对神的奥秘 谨慎小心思考的 不能不下结论说 除非上下文 有什么豁然的暗示 我们便不可极具地主张 三位一体中 哪一位像这个或那个列祖 或先知 有形体的显现了 因为上帝的本性 或本质 或本体 不论你用什么名称指 祂的实在 是绝不能被人的感官看见的 但我们必须相信 借着受祂控制的受造者 不仅子或圣灵 而且父可以用一种形象 来向世人的感官 将他自己表明出来了 既有此定论 我们在此结束第二步 再讨论其他的事 第三步 讨论前部所提上帝 有形体的显现 是上帝每次以一受造者 将自己彰显出来呢 还是天使奉拆带上帝说话呢 若是后者 而天使是采取有形体的受造者呢 还是照创造主所赐的权能 随意变成形状 以履行当时的任务呢 上帝的本质 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的 许言 傲是为何写三位一体论 他所期望于读者的 前部所论述的 一 我要请凡愿意相信的人 相信我宁愿从事于阅读 而不宁愿从事于写作 凡不相信这一点的人 只要他们又能够又愿意的话 让他们写一本书 来回答我和别人所提出的问题 就是回答我为服务基督 并为热烈捍卫信仰 抵挡属血气之人的错误 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会看出 我是多么乐于放下这次工作 叫我的笔度一次假 但讨论这些题目的读物 或是陈述不够充分 或是拉丁文中不是完全找不着 便是不易找着 而我们的希腊文又不够阅读 并了解用这种文字 讨论这些题目的书籍 至于从这类著作 溢出的少数材料 我不怀疑凡值得我们搜求的 都已包括在内了 但是兄弟们向我所提出的要求 我不能拒绝 我必要做他们的仆人 用我的蛇何必来给他们在基督里 可称赞的研究效劳 蛇何必在我身上被联合成为一对 而爱乃是欲者 并且我自己也要承认 我从写作学习了许多前所不知的事 如是我的这项工作 无论对疏忽的读者 或很博学的读者 都不是不必要的 而对许多盲人 对许多没有学问的人 最后对我自己 乃是必要的 我既从别人论这题目的写作 得了很大的支援和帮助 就要来对治高智善独一的上帝 敬前地加以探讨 在这工作上 他自己也勉励我帮助我 如是 若没有别的同样著作存在 此篇就给凡愿意 和能够读的人有些东西念 若有别的同样著作存在 这类著作欲多 就寓意为人找着 二 我对我的一切著作固然希望 不仅有虔诚的读者 也有直率的纠正者 而对幕下非常重要的探讨 更是希望反对真理者 不如找着真理者那样多 但正如我不愿意我的读者 被我所束缚 照样我也不愿意我的纠正者 受他自己的束缚 前者不可爱 我胜过爱大公教会的信仰 后者不可爱自己 胜过爱大公教会的真理 正如我对前者说 你不要信从我的著作 像信从正典圣经一样 倒要在圣经中若发现 前所未相信的 就不犹豫地相信它 而且在我的著作中 若发现前所未曾坚持的 除非你确已了解 就不要坚持它 照样我对后者说 你不要用自己的意见或辩论 来修正我的著作 倒要用经文或不能致辩的理由 来修正它们 在它们里面 若你发现什么真理 真理存于其中 并不使它成为我的 但你要了解 并爱好真理 使它成为你的和我的 但若你找得出什么虚假来 虽然它曾经是我的 因为在过去我犯了错误 可是如今我们要避免它 叫它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三 就让这第三步 从第二步所达到支点为起点 我们先曾证明 子并不因被父差遣 而比父小 圣灵也并不因福音书中说 圣灵被父和子所差遣而比父和子小 我们然后会探讨 既然子被差遣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因为他到了世上 而原来是在世界中 再者既然圣灵也被差遣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因为主的灵充满世界 能以知道众人的声音 那么所谓主被差遣 是不是因为他降生为肉体 不再是隐藏的 好像是从父的怀里出来 用奴仆的形象在人眼前显现出来 而且所谓圣灵被差遣 是不是因为他被看见像鸽子和火焰的舌头 所谓他们被差遣 意思就是指他们从一种属灵的隐藏所有行地 向人的眼表现出来 父缺并不如此 所以我们说他只是差遣了 并不也是被差遣了 其次我们曾问 若父自己借着向先祖显现的形象被彰显出来 我们为何不也可说父被差遣了 但若在那些时候被彰显出来的世子 那么为何说他极致时候满足 为女子所生才被差遣呢 因为在那些时候 有形体的显现的弱世子 他就已被差遣了 但是倒假如要再成了肉身时 才可说是被差遣 那么圣灵从未曾成肉身 为何也说他被差遣呢 但若在古时的这些显现中 被彰显的既不是父 也不是子儿只是圣灵 那么圣灵从前既被差遣了 为何说他等到福音时代才被差遣呢 其次我们曾把题目细分为三项 以便非常细心加以处理 一项在第二部中说明了 其他二项要在下面加以讨论 我们已经探讨而且决定 在古时那些形象和异象中显现的 不唯独是父 也不唯独是子 也不唯独是圣灵 若不是三位一体不分彼此的主上帝 乃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 而那一位是随上下经文所暗示的而定 第一章 目前的问题 四 我们现在要依次继续探讨 因为在第二项之下所发生的问题乃是 上帝随当时的需要造成一受造者 好叫人看见呢 还是已经存在的天使被拆遣带上帝说话 从有形体的受造者取一种形体 显现出来以执行使命呢 还是天使照着创造主所赐给他们的全能 随需要将那不能控制他们 而被他们控制的身体变为他们所要的形象呢 问题的这一部分经过探讨之后 我们就要照上帝所准许的 讨论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那就是子和圣灵从前是不是也被拆遣呢 如其为然 那么那一种拆遣和福音中所说的拆遣有什么不同呢 或还是子和圣灵从前都没有被拆遣 一直要道子为童女玛利亚所生 圣灵像鸽子或火焰显现出来 他们才被拆遣了呢 五 然而我承认 我并无需探讨天使 是凭着那潜藏在他们本身里属灵的性质 来秘密地运行 承担多少 叫被叫属身体的成分 这种成分既是适应他们 就由他们随意变成某种形象 如同一件外衣一般 而那些形象乃是真的 有如真的水被煮变为真的酒一般 还是他们将本身随意改变 以便适合于个别的行动 无论是那一方面 都与木下的问题无关 我不能凭经验了解这些事 因为我不过是人 不像行这些事 并比我更多知道他们的天使一样 能了解他们 但是我从自己和别人的经验知道 我的身体凭着我意志的运用 而是多少受改变 但是我在这里并不必说 我凭圣经的权威相信其中那一方面 免得我被迫加以证实它 以致我为着一个与木下问题无关的题目 把讨论拖得太长了 六 木下我们所要探讨的乃是 那将那一些形象显给人看 并使人听见那些话的 是不是天使 因为我们知道有形的受造者都听创造主的指挥 一时变成为所必须变成的 正如智慧书上记着说 服侍你创造主的受造者 大有能力刑罚不义的人 但温和的使信靠你的人得益处 所以他就在那时变成各种形状 并服从你的恩典 照着那可慕你者的心愿养育万物 因为上帝旨意的能力 甚至从属灵的受造者 急于有形体可见的受造者 全能上帝的智慧 大有能力地从地级的这边达到那边 并且温和地治理万物 何处不随己意运行呢 第二章 在一切形体的变化中 上帝的旨意是至上的原因 七 但在自然的秩序中有一种改变 虽也都是遵循上帝的吩咐 只因它不断出现 就不再使人惊奇 例如那些在天 地 海中顺客或间隔不多时 即行之改变 不拘是起祸福 不时改变形状 同时另有些改变 虽相类似 但因其间隔较长 就少为人之息 这些事虽令许多愚人惊奇 但为那些研究 今世现象的人所了解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展 它们愈常出现 且为愈多的人所知 就愈少令人惊奇 诸如日时和月时 罕见的星 地震 生物反常的生产等等 无意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然而 那是对大多数人并不显然的 所以哲学家存虚幻之见 把这些事归于别的原因 也许这些是真实的 但它们是禁音 以致它们看不见那叫其他原因 高一层的原因 及上帝的旨意 它们诱惑把这些事归于虚空的原因 并归于非由殷勤查考事物和活动 而由个人臆测和错误所提出的原因 八 为使这一点更明了起见 我要举出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 人的身体有许多肉 有外形 有四肢 有健康的体质 还有吹人身体中指挥身体的灵 而那灵是有理性的灵 所以那灵虽是可变的 却能与那不变的智慧联络 正如十篇论诸圣徒所说的 这些圣徒如同活石被建立成为 我们大家在天上之母永远的耶路撒冷 因为诗篇歌唱说 耶路撒冷被建造 作为与那自存者为吕的一座城 在那里所谓自存者 是指那最主要和不改变的善 即上帝和他的智慧及旨意 诗篇另一处向他歌唱说 你要将他们更换 他们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第三章 论点之序 且以智慧人为例 他们有理性的心灵 已经与不变永恒的真理联络 所以他的一切行动都请教于这真理 并且除非他凭真理知道什么是当做的 他就不做什么 好叫他因服从真理而做得对 假设这人的心耳听见 神功义最高理性的呼召 去为慈善事业劳苦 以致成疾 他求医诊治 一人说病因是在于身体过于干燥 另一人说是在于身体过多水气 无疑二人中必有一个说出了真原因 而另一人必是错了 但二人都只论到了禁音 极数身体的原因 但若查问干燥的原因安在 而发现它是在于自家的劳苦 我们便找到一个更高的原因 从心灵发出影响其所治理的身体 然而那也不是出因 因为无疑还有一个较高的原因 位于不变智慧本身之中 而智慧人的心灵 既用爱心服侍智慧 并服从智慧难以言行的命令 就负起了那自家的劳苦 因此唯独上帝的旨意 才真是那疾病的出因 现在我们假设这智慧人 在那虔诚的劳苦工作中 使用了别人的合作力 而这些人并不像他一样 要服侍上帝 不过是要得肉体上的报酬 或只求避免肉体上的不愉快 又假设他因工作的 必须使用了负重的牲口 就是绝无理性的动物 而他们劳动 也绝不是因为想到了那扇 而只是由于本性使然 并未求使人不增艳 最后假设他使用了工作 所需无知觉之物 例如古物 酒 油 衣服 货钱 货书等等 这被使用于这工作中 一切有生的人畜或无生之物 照空间和时间 对他们或他们的影响 无论是什么活动 消耗 修缮 破坏 复兴 或改变 我要请问 这些有形和可变的事实 除了上帝无形和不变的旨意 以外 另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上帝的这种旨意 是借着那有他智慧的义人的心灵 来使用恶人和无理性的动物 以及各种物体 无论是有机体或无机体 因为那使用他们或他们的 主要的乃是那善良圣洁的心灵 就是他的智慧 用前进的顺服加以控制的心灵 第四章 上帝随己意使用万物 并造有形之物来彰显自己 九 我们用一个智慧人 虽然他还是有必朽的身体 并且他所知道的有限 维利所说的 很可以扩及一个 由这种人构成的一个家庭 或一个城市 甚或全世界 只要其中人类的事物 是操于智慧人 与那些完全服从上帝虔诚的人手里 但因为事实尚不如此 所以我们要思念天上的国 就是因我们在地上做客旅 所远离的国 在那里上帝以朱灵为天使 以火焰为仆役 他的旨意 在天上彼此和睦友好 由一种属灵的爱火 联合为一的朱灵中 是如同在自己的家里 和圣殿中 坐在高处圣洁秘密的座位上一样 从那里借着受造者最规律的活动 将自己渗透万物 先是渗透属灵 后是渗透属物的 并且照着智慧本身不变的美意 来使用一切 不拘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 有理性的或无理性的 因着他的恩典是善的 或因着自己的意志是恶的 但正如较粗略肢体 是由较灵活肢体治理 照样凡是体 就都由活的灵治理 而没有理性活的灵 是由有理性活的灵治理 而那有过失犯罪的 有理性活的灵 是由虔诚公义的 有理性活的灵治理 而那又是由上帝自己治理 所以宇宙万有 都是由创造主治理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由此可知 上帝的旨意 乃是一切现象和活动的 最先和最高原因 因为凡有行和可知觉的事 莫不都是由于无形属灵的 至高统治者之命令 或准许 都是按照那是万有得赏 或受罚猛宠或遭暴的 难以形容的公义 十 使徒保罗虽然是担负着 那压迫灵魂必朽坏的身体 虽然只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宁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即身体得赎 然而他还能很有意味地 赚主耶稣基督 一方面用他的舌头 另一方面用书信 再一方面用主身体和血所 设立的圣礼 如是上帝在创造天 地 海 空气的时候 也按他的旨意造有形之物 好在他们里面照他认为相宜的 将自己彰显出来 而不将他的本质显现出来 这本质是完全不改变的 比他所造的珠灵都更内在 更崇高 那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第五章 神迹为何不是平常的作为 十一 上帝的全能掌管 属灵和属物的万有 他命令海水在每年若干日子 落在地上 但以利亚祈祷就降雨 那便是神迹 事关天汉就不下雨 人被饿死 天空本毫无下雨的真相 但神的仆人一祈祷 就有倾盆大雨下来 显出了上帝的全能 这就是神迹 照样 上帝平常使雷电发出 但在西乃山下 使他们异常地发出 而那些声音并不是混乱的 而是有凭有据地发出通告 他们就成了神迹 人栽种浇灌 上帝使之生长 所以除了上帝以外 谁叫枝叶从葡萄树的 根到葡萄中成为酒呢 但主一吩咐 水立刻就变成酒 甚至愚人也承认 神的全能被彰显出来了 除了上帝以外 平常水使树木有叶有花泥 可是当祭司亚伦的帐开了花 神就向怀疑的人类说了话 再者 地上的物质使各种树木长成 使一切动物有肉体 除了那说的要生出活物 来的上帝以外 谁创造它们呢 谁又掌管指导 他所造的那些东西呢 可是 他将摩西的帐 在瞬间一变成蛇 那种改变乃是一个神迹 因为那物质便是异常的 但除了上帝 因需要而使蛇 暂时有生命以外 谁使各种活物 出生就有生命呢 第六章 一样才造神迹 除了上帝将生命 赐予母腹中的肉 使那还要死的 可以存在以外 谁将灵魂返回尸体呢 但当这类的是川流不息 从隐至陷 又从陷至隐 依寻常鬼 它们就被称为自然的 而当它们为着训惠人们 被一种异样所冲人时 它们就被称为神迹 第七章 魔术所行的骑士 十二 在此 我看出判断力软弱的人 也许要问 为何这类骑士 也可由魔术行出来 因为法老的术士 也使杖变作舌 并行了类似的事 可是令人奇异的 就是那些术士 能使杖变作舌 但一道最小的狮 为何完全失败 这击打骄傲的 埃及人的第三个灾 即失 是生命短促的小东西 然而术士们一筹莫展 说 这是上帝的手段 由此我们知道 魔术的权能 乃是出于那些 犯了罪从高天 纯洁的居所 被扔到最深的黑暗 如同陵雨中的天使 和空中掌权者 但他们除了 从上头所给的权能以外 什么也不能做 上帝给那权能 或是要欺骗者受骗 即如那打击埃及人 也打击术士的权能辨识 好叫他们 在实行法术上 似乎是可佩服的 却被上帝的真理定了罪 又或是要教训相信的人 免得他们要行这样的事 好像这是伟大的一般 因此圣经 也将他们给我们传下来了 又或是要操练 证实 并彰显一人的忍耐 因为约伯丧失他所有的财产 连他的儿女和自己的健康 并不是由于什么弱小的权能 所形看得见的神迹 第八章 唯独上帝创造那些 被魔术所改变的东西 十三 然而我们不得因此 就以为有形之物 服从那些恶天使的吩咐 他们倒是服从上帝的吩咐 上帝是不变的 他照他在崇高属灵的居所 所决定的赐下这权能 因为水 火 土甚至也服从那些 被罚到矿穴中的恶人 好叫他们可以照常 随意使用他们 我们也不得 将数世为抵挡上帝的 仆人所赖意 变出青蛙和蛇的恶天使 称为创造者 因为他们并没有创造他们 固然 凡生来有形体之物 都有其种子 隐藏在这世界 有形体的成分中 有许多种子 是我们的眼 在果实和活物中 能看见的 还有的却隐藏着 是那些种子的种子 创造主义吩咐 水就产生 最早的水族和飞鸟 而地也生出最早的芽 各从其类 以及各种活物 各从其类 而且在那时间 这些种子 产生了各种各类东西 并不因此 就耗尽了 它们的生产力 它们有时缺乏 适宜情境的组合 因而不能运用 它们的生产力 来保存它们的种类 试想最小的苗 也是种子 因为若把它合适地 置于土中 它就要长成树木 但这苗 是从我们可以看见的 一粒更细的种子 生出来的 但这粒种子 又出于一种子 这种子 我们的肉眼 虽不能见 但我们从理智 可推测到它的存在 因为除非那些成分 里面有这种能力 从地里 就绝不会产生了 为先下种的物品来 也绝不会产生了 为先经公母交配 而有的许多物来 无论是生在地上的 或水中的 它们都长成 并且彼此配合产生后代 但它们本身原来是不由钱 代配合而发生的 蜜蜂无疑也不是由交配产子 而是用它们的口收 集散在地下的种子 这些看不见的种子的创造者 乃是创造万有的主自己 因为凡出生看得见的东西 是从隐藏的种子得着原始 并且从它们按照定律 继续增加体积和个别形态 所以正如我们不称父母为人的创造者 也不称农夫是古类的创造者 虽然上帝创造这些东西 是借着它们外表的动作 照样我们非但不当享恶天使 也不当享善天使为创造者 纵使它们由于它们知觉上 和身体上的灵敏 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种子 因而能通过调和成分将它们发散 如是给东西有产生和增多的机会 但是除非上帝命令 善天使不做这些事 除非上帝准许 恶天使也不会忘做这些事 因为恶者的苦毒 使自己的意志错误 但他是正当地接受了权力 使自己受罚 也使恶人受罚 或叫善人的称赞 十四 所以使徒保罗将上帝内在创造之功 与受造者外在之功加以分辨 他从农业取个比方 说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惯了 唯有上帝叫他生长 所以 正如就属灵的生命而言 除了上帝以外 谁也不能使我们称义 可是不仅善人怀着真心 而且恶人怀着假义 都能在外在媒介的地位传福音 照样就创造有形之物而言 上帝是从内工作 但外表的运行 无论是善恶天使或人的 甚或是任何一种动物的 都按照他的绝对权利 按照他所禀赋的分配 和对可喜事物所付的各种嗜好 按照他所造万物的性质 而被使用着 正如农业之鱼土壤一般 所以我不能将那由魔术 召来的恶天使 称为创造青蛙和蛇的 正如我不能将种地的坏人 称为创造古类的一般 十五 在恰如雅各并不因为 将有各色的枝子插在水沟里 使羊对着枝子配合 便称为创造有斑点羊群的 羊群本身 也不是创造它们有杂色的小羊的 因为杂色的印象通过它们 望着有色的枝子 附贴于它们的精神 但只能影响那从受了混杂影响的 精神的生气的身体 使小羊染上杂色 它们从它们自己这样受影响 不拘是精神从身体 或是身体从精神 其实都是起因于上帝 那广大而不变的最高智慧 它本身虽是不变的 却连一个可变之物也无不顾及 因为它们无不是被它造的 因为创造万物上帝的不变无形智慧 是使小羊而不是使枝子 从羊群生出来 但承运小羊的颜色 受枝子的杂色所影响 乃是由于受孕羊群的精神通过眼睛 从外受了影响所致 于是那精神将它从创造者 集于集内在处的力量 所接受的形成率 照它自己的能量向内吸取 然而精神将体质影响并改变 能力到底有多大 乃是现在不必讨论的很重大题目 但我想雅各对羊群的作为应于注意 好叫我们知道 假如放那些枝子的人 不能称为创造小羊身上颜色的 甚至母羊的精神 照着自然所许可的从眼睛所见 杂色的印象感染了胎的颜色 也不能如此被称呼 那么法老的术士变来青蛙 和蛇所凭借的恶天使 就更不能称为这些动物的创造者了 第九章 万物的始因是上帝 十六 因为从原因力最内在最高的移动点 创造并掌管万有 这是唯独创造主上帝才能做的 是一件事 但就它给每一物的力量和天赋 从外加以操作 使那受造者在此时或彼时 这样或那样生长出来 又是一件事 万物在起初业已造成 但到时机成熟才发生出来 正如母亲怀胎 世界本身也孕育着 寻那出生万物的原因 这些原因 无非是由那最高的本质所创造 而在这本质中 既没有什么发生或死灭 又没有什么开始存在或止息 外来的原因虽不是自然的原因 可是按照自然来发生效力 好叫那些包藏在自然怀中之物 可得以发出 在外表上被造成 并依照各自的限度 树木和重量而得以发展 这是按照它们从来依照万物的限度 树木和重量管理万物的主案案接受的 运用这种外来的原因 不仅是在恶天使的能力之内 也是在恶人的能力之内 正如我以上用农业为例所证明的 十七 但免得有人因动物的情形有些不同 即因动物有生气 能追求与它们本性相符合之物 并必计与它们本性违反之物 就感到殷难 所以我们也必须考虑 有几多人知道 某动物通常是从什么草或肉 或从什么汁或水 不拘是显得或饮的 捣碎的或混合的 产生出来的 然而它们竟于捉地敢称自己是这些动物的创造主呢 所以若是任何人 甚至最无用的人 也能知道某种虫子和形式从何而产生 那么恶天使照它们隐秘的知觉 能分辨青蛙和蛇所从而产生的 隐藏在元素中的种子 并通过某种已知 适合时宜的并合 用秘密的运动来使这些种子被产生出来 但它们并没有产生它们 那岂是可惊奇的事呢 不过人对通常由人所行的 是不感觉奇异罢了 但若有人偶而惊奇那些生长之迅速 惊奇那些活物之快被造成 它就要想到这甚至也是可照人的 才干半岛的事 何以同一物产生虫子 在夏天比在冬天要快些 或在热的地方比在冷的地方要快些呢 旧人来说 因它们属地的和鲁顿的肢体 欲缺乏敏锐的知觉和迅速的行动 它们就更难从事这些事 但就天使来说 它们寓意从元素中求出尽因来 它们就在这种工作上有更奇妙的迅速 十八 但唯独创造主才是这些事的主要构成者 只有他才最初规定万物的限度 数目和重量 他就是独一地创造上帝 凭他难以言表的全能 这些天使若得着准许 就能行他们所行的事 若得不着准许 什么也就不能行 除上帝及圣灵所显更大的 全能阻止 那变出青蛙和蛇的术士外 就别无理由来说明 它们为何不能变出最小的营来 这种全能术士们自己也说 这是上帝的手段 但是它们因受了阻止 以致不能行凡靠自然所能行的事 也不能行凡这些事的本性 不容许它们行的事 这是世人很难于甚至不可能找出来的 除非他们得了使徒所说上帝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我们知道人能走 可是他若未得准许 他就不能走 但他虽得准许 他必不能飞 照样 天使若按照上帝的至高命令的 更有全能的天使准许 就能行某些事 但是他们就会得了准许 也不能行某些事 因为那把这些自然全能给天使的 不予准许 他甚至往往不准 许天使行他们从他得了全能所能行的事 十九 所以我们现在不提那些 按定期在自然秩序中所出现有形之事 例如星之起落 动物之生死 种子和苗之繁杂 水汽和云雾 雪和雨 电和雷 梯粒和薄子 风和火 冷和热等等 我们也不提在自然秩序中 稀罕出现之事 例如日月时 异星出现 怪物 地震等等 这当然上帝的旨意 是这一切的第一和主要的原因 因此诗篇既提到若干这类的事 火与冰雹 雪和雾气 狂风 免得有人以为这些事 是偶然的或仅是游行而下的原因 甚或是由属灵而仍与上帝的旨意 无关的原因所造成 所以立刻补充说他们成就他的命 第十章 受造者被用为记号 圣参 然而 除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外 还有另一种事 他们虽是从同样有形本质而来 但是他们达到我们的感官 就像我们宣布上帝的旨意 因而被称为神迹或记号 不过上帝本身并不在主上帝 向我们所宣布的一切是里面 当他在里面的时候 有时他彰显为天使 有时一事虽是由天使执行 但上帝却不是取天使的形象 彰显出来 有时在这种情形下 他取那业绩存在 而经过若干改变的身体 以求将信息表达出来 有时为达到目的 而有什么出现 目的既答 便不复存在 恰如人报告信息时 有时代上帝发言 说 主说 或主如此说 等等的话 但有时也不用主字 而取上帝的地位直接说 例如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因此 先知不仅在言语上 也有时在行动上代表上帝 例如亚西亚代表上帝 将他的一丝成十二片 分十份给所罗门王的臣仆 挤给将来以色列的王 有时也取一物为记号 这物当然不是先知本身 而是地上已经存在之物 即如雅各睡时 以时为枕 做梦醒来 立时为记 有时特为此目的造什么东西 或持续一个短时期 如往日在旷野所举起的铜蛇 和今日所用的文字 又或在使命完成后 就成过去了 即如圣餐用的饼 在领受圣餐后 就消耗了 二时 但因这些事为人所知 由人行出来 就可以被尊为圣事 但不足使人经事为神迹 所以天使所行的事 对我们更是可惊奇的 因为他们是更困难 更隐晦的 但他们对天使 却是以之容易的事 因为他们是由他们自己做的 一位天使 可以在上帝的地位对人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圣经刚在前面一说 主的使者向摩西显现 一个人也可以在上帝的地位说话 说 我的民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我是主你的上帝 帐备取来做记号 被天使的能力改变为蛇 虽然人没有那能力 可是一块石头 也被人取来做同样的记号 在人的行为和天使的行为之间 有天壤之别 天使的行为值得惊奇 也值得了解 而人的行为只值得了解 那从二者所了解的 也许是同一件事 但那些使我们得着了解的是本身 却是不同的 正如用金和墨来写上帝的名 前者更为昂贵 后者却反世 可是二者所表的都相同 虽然那从摩西的帐 变成的蛇与雅各的石头 同表一世 可是雅各的石头 比树式的蛇表较美的事 正如胶油在石头上 是表基督在肉身用喜乐油 受高胜过他的同伴 照样摩西的杖辩作蛇 是表基督自己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经上有话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正如凡仰望在旷野所举之蛇的 就不致被蛇咬而死一般 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是最深灭绝 所谓蛇是指死而言 这死是蛇在乐园里造成的 这种语气表由因所产生的果 所以杖辩作蛇 表基督进入死 蛇又变作杖 表基督和他的身体 即交汇 整个地复活了 而这要在末期成就 是由蛇尾所表 这尾由摩西拿着 就仍变为杖 但数世的蛇 表那些死在世界中的人 他们除非因信基督 而好像被他的身体所吞 进入他的身体 他们就不能在他里面再活过来 所以像我所说 雅各的石头 比树式的蛇 表较美帝式 可是树式的行为 更令人惊奇 但这种区别 对所了解的事 没有什么妨碍 恰如一人的名字 若是用金写的 而上帝的名 若是用墨写的一样 二一 就令我们假定说 主或圣灵 在云和火中彰显出来 谁知道天使怎样造了 获取了那些形体 来表达他们所传的信息呢 恰如婴孩并不知道 那放在圣坛上 在注谢后领受的圣餐 是从何或怎样做的 或何以取为宗教的用途 假如他们永远不从自己 或别人的经验来学习 并除了发圣餐 领受圣餐的时候外 他们永看不见饼酒 又假如最高的权威 告诉他们圣餐是谁的血和肉 那么他们就要相信主 只用这种形象向世人表现了 而那只就是从他被刺的泪旁流出来的 但我要小心 记得自己的能力如何 也要劝戒弟兄们 记得他们自己的能力如何 免得人的软弱不自量力 因为天使怎样做这些事 或不如说 上帝从他至高之权的隐秘宝座上 怎样疾天使做这些事 甚至多少疾恶天使做这些事 无论他是加以准许也好 命令也好 或强迫也好 我既不能用眼看透 也不能用理性的凭据弄清楚 也不能用心智去了解 因而我不能像一位天使 或先知或使徒一样 对凡论这些事 所可能提出的一切问题 予以肯定的答复 因为避朽的人的思想总是失败的 我们的计谋总是无定的 这避朽坏的身体压迫灵魂 这属土的身体意下多虑的心 我们对于事事难以策夺准确 就是在我们面前的事 我们也需劳苦去寻天上的事 谁能识透呢 但因往下便说 除非你赐智慧 从天上降下圣灵来 谁能知道你的旨意呢 所以我们不当搜寻天上的事 在这类的事中包容着天使 所有尊荣的身体 和他们有形的活动 然而照着从上头 给我们所拆上帝的灵 和给我们心思所赋予的恩典 我敢有把握地说 唯一的上帝 父上帝 和他的道 以及他的灵 在本体上是永不改变的 他更是看不见的 有些是无疑是可改变的 却是看不见的 即如我们的思想 记忆 意志 以及一切无形体的受造者 但没有一件 看得见的事 是不改变的 第十一章 上帝的本质永未曾显现 上帝向列祖显现 乃是天使的作为 解除从与法所引起的反对 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 正如向摩西显现 乃是天使的作为 这也由天使次律法 给摩西证实了 本部所论述的 和下一部所要论述的 所以父子圣灵上帝的本体 或说得更好些 上帝的本质 照我们低的了解程度看 既是永不改变的 也是永不能看见的 二二 由此可见 上帝照他的 安排向列祖所有的显现 都是借着受造者 虽然我们不能知道 上帝怎样借着天使显现 但我们还得说 显现是借着天使 但这并不是由于 我们自己的智力 免得有人以为 我们自作聪明 我们倒要照着上帝 所分给我们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因为圣经的权威上存在 我们的理智 就不当离开它 我们不当离开 圣言稳固的基础 免得在那既不 以身体的知觉为主 也不为真理的明晰理由 所照射的事上 临到一朵的悬崖 当西伯来人书 将新约与旧约 按照其时代的原则 加以彼此区分时 作者极其清楚地说 不仅那些有形的事 而且话语的本身 也都是借着天使而来 因为该书如此说 所有的天使 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盗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凤叉浅卫 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由此可见 这一切的事 不仅是集天使做成 而且也是为我们做成 那就是说 为得了永生基业 成为所应许的上帝子民做成 正如使徒像戈林多人 也写着说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然后他很有理地 很显然地证实说 那实话是借着天使传的 如今却是借着子说出来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们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于是你好像会问 什么救恩呢 他为求表明 他现在是说到新约 就是并非借着天使们 而是由主所说的话 所以他说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 给我们证实了 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 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二三 但也许有人说 为何经上记着说 主对摩西说 而不说天使对摩西说呢 因为浩丁宣布审判官的话时 通常并不记录 说浩丁如此说了 而是说审判官 如此说了 照样 圣先知说话时 我们虽是说 先知说了 我们的意思 无非是指主说了 并且我们若说 主说了 我们并不将先知 撇在一边 仅指出 谁及先知说了 而且这些经文 也屡次显明天使 就是主 因而在天使 发言时就说 主说 一如我们 所以证明的 但因有些人 根据圣经 在那一处指明 是一位天使 便把他看为 上帝的儿子 因为他被先知 称为一位天使 来宣布他父 和他自己的旨意 所以 我想最好是从这书信 引一段更明显的经文 这段经文 并不是说一位天使 而是说天使们 二四 斯提反在 《使徒行传》中 讲述这些事 也像旧约中 所记载的一样 他说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在弥索波大米 荣耀的上帝 向他显现 恐怕有人 想那时荣耀的上帝 将他的本体显现 给人看了 所以他往下 就说有一位天使 向摩西显现了 摩西听见这话 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殿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南山的旷野 有主的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 向他显现 摩西见了那一项 便觉悉其 正进前观看的时候 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上帝 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摩西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他在这里 却是称天使为主 为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和雅各的上帝 正如创世纪所记载的 二五 岂有人能说 主借着一位天使 向摩西显现了 但他自己 向亚伯拉罕显现了吗 我们不要向司提反 乃是向司提反 所根据的书 提出这个问题来 请问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稍后又说 主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 所以这些事 就不是借着天使 说了并行了吗 其实在另一处 经上同样说 主在曼丽项树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时正热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却又立刻加上说 举目观看 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 关于这三个人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般人既不愿从字句求得意义 又亦把自己 从意义到字摔倒 那么他们除非承认 三人是天使 像也在下文所表明的一样 他们怎能说明 上帝在三个人里面被看见了呢 因为经上没有说一位天使 向亚伯拉罕说话或显现 他们岂就敢说 那给摩西的意象和声音的 真是一位天使 因为经上是这样 记载着的 但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并说话 是在他自己的本体里 因为经上没有提到天使吗 甚至就亚伯拉罕来说 也并非没有提到天使 那就怎么样呢 因为他受命献上儿子为祭的时候 经上记着说 这些事以后 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上帝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的去 在我要指示 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计 这里所提的确是上帝 而不是一位天使 但稍后经上这样说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主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对此有何答案呢 难道他们说 上帝命令杀以撒 有一位天使加以禁止吗 又难道父亲 反对上帝杀他儿子的命令 顺从那吩咐他 爱惜儿子的天使吗 我们应当拒绝这种解释 使之为荒谬 圣经不给这种粗浅卑劣的解释 留任何余地 因为圣经立刻加上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所谓我 除非是指那命令杀以撒的 还指谁呢 那么与其说 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天使 不如说上帝借着天使呢 是思考以下的话 这里却是极清楚地 说到了一位天使 然而也请注意下文 亚伯拉罕举日观看 不料 有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现为凡记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 起名教主看见了 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山上主被看见了 稍前 上帝借着一位天使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 这不是说上帝那时才知道了 而是说上帝使亚伯拉罕 知道他有怎样坚强 顺从上帝的心 甚至宁愿牺牲自己的独子 这是照着由因直果的说法 例如说 冷是懒的 因为他使人懒 所以经上说上帝知道 因为他使亚伯拉罕知道 若不是他的信仰 由这样的实验证实了 他也许不会知道 他自己的信仰坚固 因此 这里亚伯拉罕 也给那地方起名教主看见也 那就是叫他自己被看见 因为他立刻继续说 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山上主被看见了 这里你看到 这位天使也称为主 这岂不是因为 主借着天使说了话吗 但若我们往下念 天使就完全像一位先知说话 清楚显明上帝 是在集天使说话 他说 主的使者第二次 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主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这些话 那就是主借着说话的人 所谓主如此说 却也常由先知们所使用 难道上帝的儿子指父说 主说 儿子不过是父的天使吗 那么如何呢 经上在前记说 主向他显现 然后说有三个人 向亚伯拉罕显现 他们岂不因此感到困难吗 难道因为天使被称为人 就不是天使了吗 且让他们去读 但一里所说 看见那人家百列 二六 但我们为何还不及早用 另一最明显 最有力量的证据 来堵住他们的口 这一证据不是说一位天使 也不是说多数人 而是说天使们 又不是说有一句话 借着天使们传出来 而是极其明显地说律法 本身借着天使们宣布了 凡信的人 绝没有一个怀疑这律法 是上帝赐给摩西 来治理以色列人的 而且是借着天使们传的 所以 司提反说 你们这映着景象 心于耳未受割离的人 尝试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哪一个先知 没有受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预先传说 那一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一者卖了 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竟不遵守 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呢 还有什么权威比这更强呢 固然律法是 借着天使们传给那百姓的 但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是由律法预先准备并宣布了 而他自己 上帝的道 是奇妙难以形容的 欲于传律法的天使们理念 因此 基督在福音书里说 你们如果信摩西 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所以主借天使们说话 并且上帝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要来的神人间的中宝 借着天使们准备他自己来临 叫人接受他 承认自己的罪 因他们为遵守律法 而被律法定为干犯律法的 因此 使徒也对加拉太人说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天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并且是集天使们 经中宝之手设立的 那就是说 集天使们经他自己之手设立的 因为他之声不是命定的 而是由于全能 你从另一处知道 使徒所指的中宝 不是天使中的一位 而是辅救为人的 主耶稣基督自己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故此有逾越节宰杀 阳高之举 故此有律法所预表的一切事 即基督在肉身降临 受苦 并且复活 这律法是由天使们传的 父 子 圣灵真是借着天使们显现 天使们表达上帝 有时为父 有时为子 有时为圣灵 有时无分彼此 虽是有形体地显现出来 但都是借着它的受造者 而不是将它的本质显现出来 好叫人己所看见 所听见的一切事 心里得蒙洁净 二七 我想凡我们要在本部中证明的 如今都已照着我们的能力 充分讨论说明了 我们凭着人所能有 或说我所能有的理性 亦凭着圣经所明显宣布的权威 已经确定在上帝显现于道成肉身的救主身上以前 凡说到上帝显现所给列祖的话和有形体的显现 都是借着天使们做成的 不拘据他们是站在上帝的地位说话行事 向我们以指明先知也常行的 还是他们从别的受造者取了可以将上帝向人表现的形象 像圣经多次表明先知记载的 这样一来 如今还剩下一个问题上代考虑 既然从童女所生的主 和仿佛鸽子降下并在主生天以后 当五旬节那天如同火焰的舌头和响生从天上显现出来的圣灵 并不是与父同等同永恒上帝之道的本体 也并不是与父和子同等同永恒父和子的圣灵的本体 反倒却是人所能知觉的受造者 那么 在旧约中的那些显现与上帝的儿子和圣灵 借有行受造者的显现中间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一问题 我们要在下一步开始讨论 第四步 说明上帝的儿子凤叉 为求使我们因他替罪人死 可以深知上帝的爱是多么伟大 我们被爱的人是怎样的人 道成了肉身 也是为求使我们得洁净 可以得见并服从上帝 我们双重地死由他一次的死废去了 论救主一次的死 怎样使我们从双重的死得救 详论六为完全的数目 从这数目可得到单数到双数的比率 万有都是由一位生命的中宝基督同归于一 借着他 灵魂才真能得洁净 虽然上帝的儿子因凤差取了奴仆的形象而成为较小的 但照着他所有上帝的形象说 他并不比富小 因为他是由自己差来 圣灵凤叉 也是如此 许言 认识上帝当从上帝去求 一 人通常以承认属地和属天之士为宝贵 然而 那些却有较好判断力的人 却宁愿认识自己 并且凡认识自己软弱的心 必凡不顾此 而去搜寻甚至认识星球之轨道的心 或凡把握这种已经获得的认识 而同时不知如何取得健康和力量的心 是更值得称赞的 有的人已经向上帝醒悟了 被圣灵感动发热心 并且因爱上帝而自视卑贱 他因觉得心中虽愿意 却没有力量来到他面前 并因他所赐的亮光 就顾到了自己 寻找了自己 知道了自己的病态 与他的纯洁不能混合 他感觉到向他哀哭 再三求他发怜悯 直到他撇下一切可怜的情形 那乃是甜蜜的 而且他存信赖的心祈祷 好像已经从唯一的救主和光照者 接受了救恩所 白白应许的恩赐一般 这样一个人 如此行动 如此哀痛 就不会因知识而自高自大 因有爱心造就他 因为他宁愿认识自己的软弱 强于知道世界的堡垒 地的根基 天的顶点 他因得了这种知识 也就得了忧伤 但这是吕克一想达到他的故乡 和其可称颂的创造者上帝 而感到的忧伤 主我的上帝啊 假如在这些人当中 在你基督的家中 我在你的贫穷人中间身淫 求你将你的柄给我 却答复不饥渴 木一宝足的人们 但那使他们宝足的乃是幻象 而并不是你的真理 就是他们所摒弃逃避的真理 以致他们坠落到自己的虚空中 我自己深觉的人心所产生的虚构 是怎样繁多 我自己的心除是人心以外 是什么呢 因此我祈求我新的主上帝 叫我不致将任何这些虚构 当作确实的真理 来注入这些著作中 但要将他真理所吹在 我身上的弃传人这些著作 虽然我是从他眼前被隔绝的 并且是努力沿着 他独生子的神性 借着人性所开的路 从远处力求转回 虽然我是必改变的 但我看到这真理 是毫不改变的 我就尽量吸取它 它既不像物体一样 在空间和时间里 是必改变的 也不像我们的思想一样 在时间里 并就某种意义说 也在空间里 是必改变的 也不像我们的推理一样 只在时间里 而不在空间里 是必改变的 因为上帝的本质 即他所以为上帝的本质 无论是在永恒上 真理上旨意上 什么也不改变 因为他的真理和爱 都是永恒的 他的爱和永恒 都是真实的 并且他的永恒和真理 也都充满了爱 第一章 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就得以完全 成肉身地 倒出去我们的黑暗 二 但因我们从不改变的喜乐 已被放逐 却没有被割绝 以至在那些 必改变暂时的事物中 寻求永恒 真理 福祉 所以从天上有 适合我们 第一章 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就得以完全 成肉身地倒出去 我们的黑暗 二 但因我们从不改变的喜乐 已被放逐 却没有被割绝 以至在那些 必改变暂时的事物中 寻求永恒 真理 福祉 所以从天上有 适合我们逆旅 需要的意象 向我们显出来 叫我们知道 我们所寻求的 并不在这里 我们倒是必须 从这逆旅 回到那里去 因为我们除非是属那里 就不应在这里 寻求这些东西 首先我们必须 深信上帝多么爱我们 免得我们因绝望 而不敢上升到他那里 我们也需要知道 他所爱的我们 是怎样的人 免得我们 夸耀自己的功德 因而更从他退缩 更在自己的力量上失败 因此他叫我们 依靠他的力量前行 好叫爱心 在软弱的谦卑中 得以完全 诗篇指明这一点 说 上帝啊 你乐意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软弱的时候 你使他完全 因为所谓乐意降下大雨 无非是指恩典 并非是功德的报酬 而是白白赐给的 所以又称为恩典 因为他施恩 不是因为我们配的 而是因为他乐意 我们知道 这一点就不致靠自己 而这就是所谓软弱 但那时我们得以完全的 就是那也对使徒保罗说的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人应深知上帝 多么爱我们 并深知他所爱的我们 是怎样的人 前者使我们不绝望 后者使我们不骄傲 使徒对这最必须的教训 如此解明说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 去上帝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 得与上帝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他在另一处又说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上帝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 赐给我们吗 那向我们宣告为成了的事 也向古时的艺人 显明为将来必成的事 好叫他们也因信自卑 成为软弱 既成为软弱 就得以完全 三 因为上帝的道为一 是不变的真理 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在原则上 那真理不变的包括一切 不仅现在的 而且过去的和将来的 都包括在内 在真理里面 他们既没有过去 也没有将来 而只有现在 而且万物是生命 万物是一 或不如说 凡所存在和有生命的 只是一个 因为万物是如此借着他而有 使他们在他里面有生命 而这生命不是被造的 因为太初 道并不是被造的 而是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并且除非他自己 在万物之前便有 而不是受造的 万物也就不是借着他造的了 但在那些借着他造的东西中 连那不是生命的身体 除非在被造以前 在他里面有生命 就不会借着他造了出来 因为凡被造的 已经在他里面有生命 并不是有任何种生命 因为灵魂也是身体的生命 但灵魂也是被造的 因为是可改变的 除非他是被上帝不变的 道造的 是被什么造的呢 因为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凡已有的 在他里面有生命 并不是任何种生命 而是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就是有理性心智之光 这光使人与寿不同 因此人是人 第二章 我们借着承肉身的道德 以认识真理 四 但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所谓黑暗 就是人愚昧的心思 被恶欲和不信弄下了 那造万物的道 为要顾念医治他们 就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因为我们蒙光照 乃是与道有份 给予那为人的光之生命有份 但我们原来因不结的罪恶 完全不配与他有份 并且与他无份 所以我们必须得以洗净 更且为有益者的血 和上帝的自卑 才能将不义和骄傲的人洗净 好叫我们借着他得以洗净 成为他那本为我们所有 但如今因罪丧失了的本性 好叫我们得见那与我们的本性 不同的上帝 因为按照本性说 我们不是上帝 按照本性说 我们是人 而因有罪是不义的 所以上帝成为义人 替罪人向上帝代求 因为罪人和义者并不一致 但人与人一致 他取了与我们相同的人性 与我们联合 好废掉我们因罪 而有不同之处 他因取了我们的必朽坏性 就使我们与他的神性有份 罪人由必被定罪而来的死 自应被译者发怜悯 所自责的死废去了 因他一次的死解答 我们双重地死 这种解答 或适合 或邪和 或和谐 或任何介意表一对 二更适宜的词语 在万有的紧密 或较好的互相适应上 是很关重要的 我的意思正是希腊 入称为harmonia的互相适应 然而此处不能说明 使一与二相一致的能力 这种能力特别是在我们里面发现 并且是这般自然的种植在我们里面 甚至无知的人 也不能不感觉到这种和谐 无论是在他们自己唱 或是在听别人唱的时候 因为借此高音和低音相和谐 所以凡不合拍的 仅不及其触扰受了训练为常人 所没有的耳朵 而且及其触扰听觉本身 我们为求证明这一点 并无需长天大论 有识者都可以用一贤琴 来向耳朵表明这一点 第三章 基督身体一次的死和复活 与我们身灵双重的死和复活 向调和 使我们得救 基督一次的死怎样使我们双重的死受贿 五 但为目前的需要 我们必须按上帝所赐的能力 讨论救主耶稣基督的 异于我们的而如何向调和 使我们得救 任何基督徒都确知我们的身灵都死了 灵魂死了 是因罪恶的缘故 身体死了 是为罪恶受刑罚 因而可说是因为罪恶的缘故 我们的身灵都需要医药和复活 好叫业已变坏的 可以更新 灵死是指不敬钱 身死是指朽坏 而因此灵魂也离开身体 正如上帝离开灵魂 灵魂就死了 照样灵魂离开身体 身体就死了 如是灵魂变成愚昧 身体便失去生气 灵魂是因悔改而复苏 而身体虽仍是 必朽的是因信 即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的信 而开始有心生 并天天极善良的习惯得以强大 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但为外表的人之身体 其寿命愈长 就欲被年岁或疾病 或各种苦难所败坏 直到被最后的苦难及死所败坏 身体的复活 要迟延到末日 那时我们也要难以述说的 完全得称为义 因为那时我们必要像他 也必得见他的真体 但如今必朽坏的身体 既然将灵魂压下 人生在世充满试探 在他面前凡活着的人 没有各式义的 这乃是同我们将有与天使相等的义 并同我们将要显出的荣耀 互相比较说的 但主记已在福音书中用一句话 将灵死和身死分辨清楚说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我们何必再找证明来分辨呢 埋葬就是对死尸的何以处置 但他所说的埋葬者 就是指那些因不信已至灵魂死了的人 经上说 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就是指使这些人醒悟过来说的 这位使徒斥责肿死 论寡妇说 那好艳乐的寡妇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所以那从前邪恶 如今善良的灵魂 可说是因信称义 从死里复活的生了 但身体不仅因将来灵魂离开而死 而且经上说 他因血肉极其软弱 现在就是死的 即如使徒说 身体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疫而活 这种活乃是由信造成 因为一人必因信的生 那随着来的是什么呢 然而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六 所以我们的救主 将他自己一次的死次 与我们双重的死 并且他欲先用神秘和预表 将他自己一次的复活指定 表明了 使我们得双重的复活 他既不是罪人 也不是不信 以致使他的心灵死亡了 而必须内心更新 悔改归余意的生活 但是他既穿上了 必朽的肉身 就只在肉身死了 只在肉身复活了 只在肉身 为我们死而复活了 因在肉身 他对内在的人 行了一件神秘的事 对外在的人 做了一个预表 关于他对我们内在的人 所行神秘的事 有一句话 表示我们心灵的死 而这句话 不仅在诗篇中 也在十字架上说出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了 使徒对这话表示同意 说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 做罪的奴仆 所谓内在的人 定在十字架上 是指悔改的痛苦 和自制有益的忧伤而言 这种死将奈使上帝 离弃我们的不敬前的死灭绝 由于这种十字架上的死 我们的罪身就被灭绝了 叫我们不再将肢体 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因为所谓内心一天 心思一天 无疑是指内心 在更新以前是旧的 这位使徒论 这更新说 要脱去你们的旧人 并且穿上新人 关于此他往下解明说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说实话 但从哪里弃绝谎言 岂不是从心里 好叫那心里说实话的人 能住在上帝的圣山吗 至于主的身体复活 乃是代表我们内心复活 这一点 从主在复活后 对那妇人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 身上去见我的妇 就可知道了 使徒的话 与这神秘的话相符 他说 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 坐在上帝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所谓在基督 还未生到腹内力 以前不要摸他 意思 乃是不要按肉体认基督 再者 主肉体的死欲表 我们外在之人的死 因为他特别及这种痛苦 劝勉他的仆人 不要怕那杀身体的 倒要怕那能杀灵魂的 因此使徒说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主身体的复活 又预表 我们外在之人的复活 因为他对门徒说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门徒中有一个 探他的钉痕 就喊叫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整个的肉身 显然都得以保全 这是从他 劝告门徒所说 你们连一根头发 也必不损坏 表明出来了 他首先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 生上去见我的父 又在他生 到父那里去以前 他仍被门徒摸了 这样 除非前者是 暗指内心的人的神秘 而后者是 预表外在的人 那是怎么可能呢 岂有人违背真理 糊涂地敢说 男人在他生天以前摸了他 而妇人 只在他生天 以后才摸了他吗 因为基督在前预表 我们的身体 将来要复活 所以使徒说 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是那些属基督的 这处所指的是 身体复活 为此他也说 他将我们这 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象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 救主一次的死 补救了我们双重的死 而他一次的复活 为我们成就了两种复活 因为他的身体 在他的死和复活里 给我们适宜的医治 既对内在的人表现一件神秘 又对外表的人 发出一种预表 第四章 一与二之笔 是从完全的数目六而来 圣经称赞完全的数目六 一年之内有许多数目六 七 一与二之笔 无疑是从数目三而起 因为一加二为三 但这三者加起来为六 这数目因此称为完全的数目 因为它在本身各部分都完成了 它有三个因子 即其六分之一 其三分之 和其二 分之一 其中也找不着任何别的因子 其六分之一是一 其三分之一是二 它的一半是三 但一和二和三完成这数目六 圣经向我们举荐这完全的数目 尤其因上帝在六日内完成了 他的创造 并且在第六日按上帝的形象造了人 上帝的儿子将是成为人子 按上帝的形象重新造我们 也是在人类的第六时期 这就是现在的时期 不拘我们将一千年划分给每一时期 或还是我们在圣经里 寻出可纪念和超群的时代或转牛点 以亚当到挪亚为第一时期 由此至亚伯拉罕为第二时期 然后照着圣马太的分法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从大卫到贝鲁于巴比伦 再从那里到童女分娩 共为三个时期 与那两个时期并合 共为五个时期 依此主降生开始了第六时期 这时期现在继续下来 直到隐藏着的末时 我们也在这六的数目中 认出时候的一种表象 即三种的分法 借此我们把时候分为 第一在律法以前 第二在律法以下 第三在恩典以下 在第三以下 我们接受了更新的圣礼 教我们也可以在时候的末了更新 因肉身复活 而各部分都更新 不仅灵魂 而且身体都可以除去软弱 成为完整 我们也可指出那预表教会的妇人 她因软弱被撒旦捆绑压下 然后由主医治 直起腰来 诗篇因这种暗中的仇敌 而悲哀说 他们压制我的心 这妇人患病十八年 就是六的三倍 十八年的月份数目为三次乘六 即六乘六再乘六 在福音书中同一处也讲到三年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管员的为她代求 今年且留着 以后若结果子就好 不然再把她砍了 这里所谓三年也指出三重的分法 而且三年的月数是六的六倍 八 再者每一年照十二个月 每一月三十天计算 也附有数目六 在第一系数目从一至十的六 在第二系数目从十至百事与六十相称 六十天便是一年中六分之一 再者 我们若将第一系数目第六乘第二系数目第六十 就是三百六十天 整十二个月 再者 正如月的旋转为人定月份 照样年份是由太阳的旋转标出 另有五日和一日的四分之一 以完成其轨道来完满一年 四个四分之一为一天 在每四年加为润日而称为润年 好使时序不致纷乱 那么若我们思考这五日和四分之一 就可知道六的数目也在其中占优势 第一因为我们惯常化灵为整 所以我们不当称之为五日 反当称之为六日 以四分之一日为一日 其次 五日是一月中六分之一 而且四分之一日有六个钟头 因为一整日 连夜在内是二十四个钟头 其次之一乃是六个钟头 所以在一年中有着许多六的数目 第五章 圣经论建立基督的身体和耶路撒冷的圣殿 也用六的数目 九 主用圣殿想征他的身体 说他要将犹太人所毁坏的殿 在三日内再建立起来 在这里若说六的数目是代表一年 并非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说 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四十六的六倍是二百七十六 这多日子总为九月零六天 算为妇人怀孕的十个月 这并不是说人都在九个月第六天出生 而是说主那完全的身体的诞生 恰为这许多日子 正如教会的权威根据父老的遗传所主张的 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在三月二十五日成孕 他也是在这日受难 所以童女的子宫 就是他在其中成孕 且再无别人从其中受生的所在 符合新坟墓 就是他葬在其中 且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所在 但他降生 照一传说 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 你若从前面所提那日数算到这日 你就发现有二百七十六日 就是四十六的六倍 圣殿是在这多年建成的 因为主的身体是在那树木地六倍完成的 这身体被死所毁坏 他在第三日使他复活了 因为他说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这是福音书极清楚极确切的见证 他说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堵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第六章 三日复活 其中也显然有一与二之比 十 圣经又证明那三日并不是整个完全的 倒是地日把最后一部分算为一整日 第三日把最先一部分算为一整日 但中间一日 即第二日 是一整日 有二十四个钟头 昼夜各十二个钟头 犹太人喊叫 要将他定在十字架上 是在一周的第六日第三点钟 他被挂在十字架上 是在第六点钟 而他断气 是在第九点钟 但他被埋葬 是按福音书作者所说 到了晚上 极止一日的末了 不管你从哪里开始 就令你能提出别的解释 不与约翰福音相抵触 以他是在第三点钟被挂在在十字架上 你还是不能将第一日算为一整日 如是第一日 由他的最后一部分算为一整日 第三日 由他的最先一部分算为一整日 因为由夜至天明 极致传报主复活了 是属于第三日 因为上帝 他曾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好叫我们借着新约的恩典 和在基督的复活上所有的份 就能听见经上对我们说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给我们指明 一日是从业开始 因为正如 首先的日子 因着人将来的堕落 都是从光至业计算 照样这些日子因着人的复原 是从暗至光计算 从他死的时辰到复活清晨 共有四十钟头 这树木也与他复活后 在地上四十天相符 这鼠木常在圣经中 用来表明 在四重世界中完全的奥秘 因为十的树木 具有一种完全 而它的四倍就是四十 但从埋葬之晚到 复活之尘为三十六个钟头 即六的六倍 而这是指那一与二之比 最大互相适应的和谐 就在其中 因为十二加二十四 适合一加二之比 而总为三十六 即整个一日夜和一夜 而这并非是没有 我在上面所提的奥秘的 因为我们以心灵为日 以身体为夜 并非是不适当的 主死而复活的身体 是我们心灵的象征 和我们身体的预表 因此一与二之比 也明明在三十六个钟头中 即十二加二十四之中 圣经为何记载这些树木 别人可以找出别的理由 或是不如我的理由 或是与我的理由 有同等可能性 甚或是比我的理由更有可能性 但绝无人会这般愚拙 或荒谬主张说 圣经记载它们 是毫无目的的 是没有奥秘理由的 我在这里所给的理由 或是按照祖先的遗传 自教会的权威搜集而来 或是从圣经的见证而来 或是从数日和比喻的性质而来 清醒的人不会反对理性 基督徒不会反对圣经 和平人不会反对教会 第七章 一位中宝怎样时 我们有许多和儿为一 十 轮到这奥秘 这牺牲 这祭司 这上帝 在被差遣来到世上 为女子所生以前 所有那些由天使的奇迹 神秘地向列祖显现的事 或那些由列祖自己行的事 都是比喻 好叫每个受造者都可用行动 来述说那位要来者 使一切从死里恢复过来得救 因为我们背逆 远离了唯一至高真神 在许多事上变为虚幻 被许多事引迷 诱惑 因此上帝发怜悯 吩咐 那许多事共同宣布那要来的一位 并吩咐这许多事共同见证 这一位已经来了 好叫我们脱离这许多事的压制 来到那一位面前 好叫我们的灵魂虽被许多罪致死 又而肉体也因罪必死 就爱那没有罪 为我们在肉身死了的一位 并因相信他复活了 且在心灵上和他一同复活 就与那唯一的一者 合而为一并 得以称义了 再者 我们一想到 我们唯一的投机在我们这许多肢体 以前复活了 我们对我们自己肉身的复活 就不要失望 我们在他里面 现在既因信得以洗净 然后 己所看见的得以更新 并靠他做中宝 已与上帝和好了 就要紧随这一位 领受这一位 不离开这一位 第八章 基督如何愿我们在他里面 合而为一 十二 所以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道 神人间的中宝 人子 因他与神合一而与父同等 因他自取人性 而与我们一样 在人的地位 为我们相父代求 然而并不隐藏 他是神 与父合一 他除了说到别的事以外 曾说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附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教室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第九章 续前一论点 他没有说 我与他们是一个东西 他既是那座他身体教会的头 他很可以说 我与他们是一位 不是原为一 因为头与身体是一基督 但为求表明他自己的神格 与父合制 因这缘故他在另一处说 我与父原为一 即在同一本性上合制 他愿凡数他的 只在他自己里面 才合而为一 因为他们既被各种 彼此为敌的快乐和情欲 以及污秽的罪分裂 就不能在他们自己里面 合而为一 他们靠中宝 从这些罪恶中得洁净 使他们在他里面 合而为一 不仅是借着那时 他们从必死的人 变成同天使一样的性质 也是借着那时 他们极其协力 追求同样福分 并共同被爱火化为 一灵的意志 因为论到这一点 他说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那就是说 正如父与子合而为一 不仅是在同等的本质上 而且也是在意志上 照样凡有子 做他们与父中间中宝的 也可因有同一性质 和同一爱心 而合而为一 然后他就指出 他自己乃是中宝 我们靠他 才得与上帝和好 说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是他们 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第十章 正如基督是生命的中宝 照样魔鬼是死亡的中介 十三 我们被死亡的中介玷污了 与上帝远离了 因此我们要靠生命的中宝 得以洁净和好 好使我们与创造主之间 有真和平和稳固的联络 因为正如魔鬼骄傲 叫人骄傲进入死亡 照样基督谦卑 使人顺服回到生命 正如一个是因自高而坠落 并将同意他的人摔下 照样另一个是因自卑而升高 并将相信他的人抬高 因为魔鬼本身 并没有走过他所领的路 所以他向人显畏群魔中 大有能力地投广 他借着他们施行欺骗的统治 他叫爱权力胜于公义的人 由于自高自大 或由于虚假的哲学 便傲慢起来 或是借着亵渎神圣的 仪式纠缠人 使更好奇更骄傲的人们 被欺诈和幻想直扔下去 又使人被法术迷惑 他又装作光明的天使 用各种入射里应许人灵魂的洗净 第十一章 鬼所行的骑士应于并斥 十四 连最无价值的灵 也不难用属空气的身体行许多骑士 使那些虽受了美好影响 却被地上的身体所压下的心灵惊奇 属地的身体若经过训练 尚且能表现出惊人的技术来 较从未见过的人 听了不敢相信 魔鬼和他的使者 岂难用他们属空气的身体 从物质造出使属肉体的人 惊奇的东西来 甚或设计幻想来欺骗 醒着或睡着的人 或使他们发狂了 但正如一位生活和人格 都较优秀的人 若看到一些最无价值的人 在所上行走 或做许多难以置信的戏法 但他自己绝不要做这些事 也绝不认为他们比他好 照样敬虔的信徒 若看见了鬼所行的其事 且因肉体的软弱而对之发抖 他绝不会惋惜自己没有权力行这些事 也绝不会认为鬼比他好 特别因为在圣会中他们不拘世人或善天时 都靠万物的主上帝的权力 行出与欺骗完全相反伟大的歧视来 第十二章 魔鬼是死亡的中介 基督是生命的中宝 十五 所以凡亵识毒神圣的魔法 奇怪不敬虔的法术 或魔术的念咒 都不能使灵魂的洁净 与上帝和好 因为那个假中宝 并不能把人领到高贵的事 倒是将欲骄傲 就欲有害的情感注入人 祖阁人到那里去的路 这些情感不能培养美德的意 使之高飞 倒是增加邪恶的重量 使之下降 因为灵魂欲是自以为被提到高处 就欲是重地落下 因此正如被星所引导 拜见了卑微之主的博士们 照上帝的警告行了 照样我们回到我们的国去 也不应当是由我们来的路 而应当是由谦卑的王所指教 我们的另一条路 这条路是谦卑王的仇敌 吉那骄傲的王 所以不能阻隔的 为教我们也可以朝拜卑微的基督 诸天树说上帝的荣耀 他们的声音传到地极 亚当犯罪 给我们开了到死之路 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魔鬼是这条路的中宝 叫人犯罪 把人扔在死地的 因他用了他一次的死 造成我们双重地死 他既因不信而有灵死 但他并无生死 可是他又叫我们不信 以致使我们该受生死 所以我们因被恶说服便等来了一个死 而另一个是因公平的处罚把我们追上了 所以有话说 上帝没有创造死 因为他不是死的原因 然而死因他最公义的报应 就加在罪人身上 正如审判官将刑罚加在犯人身上 然而刑罚的原因不是审判官的公道 而是罪有应得 于是死的中介把我们带到 他自己所不经过的死 即肉体的死 而我们的主上帝 凭他莫测的公义所发及神秘 隐藏的旨意 为我们受他不应受的死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人求避免他们所不能避免的事 即生死 多于求避免灵死 那就是说 求避免刑罚 多于求避免刑罚的缘由 所以生命的中保 即将内为人类所不能逃避的死 指名为不当怕的 叫人道要怕那 能用信心抵御的邪恶 就在我们所来到的尽头 与我们相遇 但他并没有走我们所走的路 因为我们真是由罪恶之路来到了死 他却是由公义之路来到死 所以正如我们的死是罪恶的惩罚 照样他的死是为罪恶献上的牺牲 第十三章 基督的死是自动的 生命的中保怎样克服了死亡的中介 魔鬼怎样引导属他的人 藐视基督的死 十六 既然灵魂高于身体 而灵死是指上帝离弃了灵魂 生死指灵离开了身体 既然生死算为刑罚 乃在于自愿离开了上帝的灵 不得不离开身体 那就是说灵因自愿离开了上帝 他虽不愿意 也得离开身体 而他愿意的时候 他除非像本身是暴力 将身体杀死 也不能离开身体 做中保的灵魂 明他受身死 并不是由于罪恶的惩罚 因为他离开身体 不是违反他的意志 而是因为他定了意 当他定了意的时候 就照他的定义成全了 他与上帝的道合而为 因此他说 我有权柄舍我的命 也有权柄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并且照福音书所说 在场的人 听见他将那句 象征我们罪恶的话 说出以后 立刻断了气 就非常惊奇 因为樊挂在十字架上的人 通常都受迟死的痛苦 因此 两个强盗的腿都被打断 好叫他们快死 可以在安息日以前 从十字架上取下来 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 就绝惊奇 当人向比拉多求主的身体 已被安葬时 比拉多对他已经死了 表示惊奇 十七 那欺骗者为人做死的中介 以骄傲的人所盲从 亵渎神圣的洁净礼 和献祭为名 来装作生命的中宝 其实他既不能与我们同死 也不能凭他自己复活 他虽能用他一次的死 造成了我们双重的死 但他不能造成一次复活 作为我们更新的奥妙 和末日复活的预表 那凭自己活着 将自己已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的主 即生命的真中宝 将那已受灵死 并未死亡之中介的魔鬼 从那些信他之人的灵里赶出来 叫他不能在他们心里作亡 只能从外面攻击 却不能得胜 他也自愿受魔鬼的试探 这样他做战胜他的试探的中宝 不仅是由于他的援助 也是由于他的榜样 魔鬼虽力图设法前人他的内心 但从起头就被逐出 因为他既在灵里死了 就不能打入那在灵里活着的主 他在主受洗以后 在旷野向他既施展了一切试探 要设法叫人死 他蒙准将死家于活的中宝 从我们所接受的必死成分 但他在那里能做什么 就在那里被征服了 他在那里外表上的了 权柄杀害主的身体 他那挟制我们的内在权柄 就在那里被打倒了 因为借着没有罪的主之死 那叫许多人死的许多罪的桎 就解开了 主受他所不应受的死 是为我们的缘故 好叫我们所应受的死 对我们无害 因为他舍去身体 不是因受了强迫 而是自愿舍去 无疑他若不愿意 就能不死 所以他之死是因为他自愿 于是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 他既借着死为我们 献上了唯一最真实的计 那么我们不拘有什么 使执政的掌权的 得以挟制我们的过犯 他都洁净了 除去了 消灭了 他又借他的复活召来 我们这些 由他预定得新生命的人 并且所召来的人 他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他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魔鬼因他的身死 而将人失掉了 人原来 好像是他有绝对权柄掌握的 因为人自愿受了诱惑 魔鬼自己既不受血肉 必朽坏的妨碍 而人因其必死身体的软弱 既太贫穷 又太衰弱 所以他就控制了人 他好像又富足又强大 因而非常骄傲地 将那屡兰多难的人挟制 他驱使罪人堕落到 他自己所不跟着去的死地 也将救赎主去到死地 所以上帝的儿子 福允做我们的朋友 同我们死 而我们的仇敌 因为自己不来到死地 就自以为比我们优秀伟大些 我们的救赎主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既然主受难被交给魔鬼 所以魔鬼又自以为胜过了主 因为诗篇中的话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也是指着他说的 他被那好像公道地 与我们作对的恶者 无辜地置于死地 好极其公道地战胜他 掳掠仇敌 把我们从那因罪而应有的 捆腹中释放 涂抹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用他自己被不义所流出来 公义的血 救赎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罪人 十八 直到今日魔鬼还嘲弄那些属他的人 对他们冒称是中宝 好像他们靠他的仪礼 可以得洁净 其实是被缠绕被溺死 因为他很意使人 讥笑藐视基督的死 他欲远离死 就欲被他们相信为更神圣 然而那些仍旧附和他的人很少 因为万民承认 并用敬虔的谦卑 来欣赏那为他们所付的代价 并且信靠他 弃绝他们的仇敌 聚集到他们的救赎者跟前 因为魔鬼不知道 上帝极优美的智慧 能用他的罗网和暴怒 第十三章 基督的死是自动的 生命的中宝 怎样克服了死亡的中介 魔鬼怎样引导属他的人 藐视基督的死 十六 既然灵魂高于身体 而灵死是指上帝离弃了灵魂 生死止灵离开了身体 既然生死算为刑罚 乃在于自愿离开了上帝的灵 不得不离开身体 那就是说灵因自愿离开了上帝 他虽不愿意 也得离开身体 而他愿意的时候 他除非像本身是暴力 将身体杀死 也不能离开身体 做中宝的灵魂 明他受身死 并不是由于罪恶的惩罚 因为他离开身体 不是违反他的意志 而是因为他定了意 当他定了意的时候 就照他的定义成全了 他与上帝的道合而为 因此他说 我有权柄舍我的命 也有权柄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并且照福音书所说 在场的人 听见他将那句 象征我们罪恶的话 说出以后 立刻断了气 就非常惊奇 因为凡挂在十字架上的人 通常都受迟死的痛苦 因此两个强盗的腿都被打断 好叫他们快死 可以在安息日以前 从十字架上取下来 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 就觉惊奇 当人向比拉多求主的身体 已被安葬时 比拉多对他已经死了 表示惊奇 十七 那欺骗者为人做死的忠戒 以骄傲的人所盲从 亵渎神圣的捷径礼 和献祭为名 来装作生命的忠宝 其实他既不能与我 第十四章 基督是除去我们过犯的最完美牺牲 在每次献祭中应考虑四件事 十九 他们却不明白 连最骄傲的灵 也不能以献祭的荣耀为乐 除非有一真实的祭献 给真神 这些灵要代替他受人崇拜 而这种祭不能合法的献上 除非是由一圣洁公义的祭司献上 又除非所献的 既是从那些 由这位祭司代为献祭的人 接受 又除非这既是没有瑕疵的 可以献上 使有瑕疵的德捷径 至少这是凡要有祭司代他们 献给上帝的人所愿望的 那么谁像上帝的独子一样 是公义圣洁的祭司 而无需用献祭来除掉原罪或本罪呢 人还能选择什么 像人的肉身这般事于为他们献祭呢 还有什么 像必死的肉身这般 事于做这种祭物呢 还有什么 像不经肉体的情欲 从童女所生的肉体这般清洁 事于除去必死的人的过犯呢 还有什么 像我们祭司的身体 作为带我们献祭的肉身 能够这般事于献上 并得蒙悦纳呢 在每次献祭中英考虑四件事 向谁献祭 由谁献祭 所献的是什么 为谁献祭 如此独一真实的中宝 用平安祭时 我们与上帝和好 好与接受祭的上帝仍是一体 好使那些 由他代为献祭的人们 住他里面合而为一 而他自己也好 做献祭者和祭物 第十五章 凡想靠自己的 异能的洁净 看见上帝的人 是骄傲的 二十 然而有些人 以为靠着自己的 异能得洁净 好的见上帝 住在上帝里面 他们的骄傲玷污 甚于一切 因为没有什么别的罪恶 更为神的律法所反对 也没有什么别的罪恶 更为最骄傲的灵 即卑贱之士的中介和天上之士的阻碍者所操纵 人们必须转变方向 避免他隐秘的罗网 他若及罪孽之民 公然猖獗起来 并及征战 禁止他们到达所应许之地 那么他们就要急那 由举起摩西的手所预表的 主的十字架来战胜他 这些人 自诅靠自己的 异能得洁净 因为他们当中 有些人能够用心眼 看透全创造 并触到不辩真理 少许之光 他们就嘲笑许多基督徒 只能阴性活着 而不能做到这一步 但骄傲的人 若以登牧传为耻 他遥望海外的家乡 那对他有什么益处呢 谦卑的人不能从远处望见这家乡 却靠那位前者所藐视的木头 向之前进 那有什么害处呢 第十六章 关于复活和将来的事 不可请教古代哲学家 二一 这些人也责备我们 不该相信肉身复活 关于这些事 他们巴布的 我们相信他们 好像他们既借着受造之物 可以晓得高而不变的本体 就认为 凡有关于无常之物的变迁 或关于各时代相接连的秩序 我们应向他们请教一般 既然他们极善于辩论 能以用最确实的证据 叫我们幸福 有赞的万物 是照永恒的知识造的 那么请问他们 能在这知识本身里面 看得见或搜集到动物 有几多种 他们各种开始的种子 有什么 他们的繁殖率怎样 他们的受孕 生产 年限 坏境何于什么数目 并按照他们的本性 发出什么躯壁的行动吗 他们知道这些事 岂不是 并非借着内部改变的智慧 而是借着空间和时间的实际历史 或是信赖别人所记录的经验吗 所以他们绝对寻不着 更长久相成绩的世代 以及人类 有如网合的下流航行的目标 和每段航程的目的 乃更是不足为奇的 这些题目不是历史家能够说明的 因为他们远在将来 还没有人经历过 叙述过 那些比别人更多有高尚 永恒知识的哲学家 也不能用理解来把握这些题目 否则 他们就不会尽力探讨到 历史家的领域 及过去的事里面去 而会预知将来的事了 他们称 凡能预知将来之事的人为不是 我们则称之为先知 第十七章 将来的事由种种方式而预知 关于死人复活 不可请教哲学家和古时的名人 二二 先知一明 对他们的著作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但在方式补有最大的区别 有的是由对过去的事之经验 来推测将来的事 有的是把临近的事 按照他们眼光的敏锐 预先宣告出来 而在空中掌权者这样行 就被看为预知 也有的是 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那包含将来 和过去的智慧向圣天使显明 然后由圣天使预告某些人 或由某些人听道 再传给别人 也有的是某些人的心灵 被圣灵提到宇宙至高之处 以致他们不借着天使 而自己得见将来之事 置定不移的原因 因为空中掌权者 虽不看也听见这些事 或是借着天使的信息 或足借着人 并且他们所听见的 是照着掌管万物的主认为合宜的 也有许多事 是由不知道他们的人 从一种本能和内心的冲动预告了 好像盖亚法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只因他是大祭司 就说了预言 二三 所以无论是关于世代的接替 或关于死人复活 我们都不当请教哲学家 就是那些照他们所能的 知道了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于永恒的创造主 因为他们借着受造之物 虽然知道了上帝 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渔桌 他们既不配将心眼 专注于属灵和不变的永恒性上 所以不能在宇宙的创造者 和管理者的智慧里面 看见那些 业意存在于 那智慧里面的世代之变迁 也不能在那世代的变迁里 看见心灵和身体变好些 直到完善的地步 我说 他们既不配在这智慧中 看见这些事 所以他们甚至不配接受 圣天使对这些事的宣告 不拘这宣告 是借着外在的观感 或是借着呈现于心灵的内在启示 但这些事实际上 向虔诚的列祖彰显出来了 他们即目前的兆头或临近的事件 得了凭证 预先将他们宣布出来 后来果然应验了 就被人相信 唯有权威论到很远的事 甚至论到世界未了的事 在空中骄傲欺诈的掌权者 借着占卜者 说出一些从圣先知 和天使所听到 关于圣徒的团契和真宗宝的事 为求连上帝的信徒也受迷惑 悲逆上帝 而皈依他们的虚谎 但上帝借着那些 不白之旗所云的人行了这事 好叫真理从各方广传 来帮助信徒 并对恶人做见证 第十八章 上帝的儿子成为肉身 是使我们既因信的捷径 就可以向不变的真理活过来 二四 既然我们不配把握永恒之事 既然污秽的罪恶 把我们压下 这罪恶是从我们爱现实之事而来 又是从必死的根种植 在我们心里好像属自然的 所以我们需要得捷径 但我们既已与现在之事打成一片 他们钻住了 那么除非借着现实之事 我们就不能得捷径 与永恒的事打成一片 因为健康是与疾病极端相反 但医治的中间过程并不引我们到完全的健康 除非这过程适合这疾病 那无用的现实之事只足以欺骗病人 那有用的现实之事提起那些虚医的人 使他们得医治而推进到永恒之事 有理性的心诞得以捷径 就该默想永恒之事 当他需要捷径的时候 他就该相信现实之事 从前在希腊人中 有一位被尊为智者的也说过 真理之于信仰 亦如永恒之于有实者 他说的真对 因为我们称为现实的 他描写为有实者 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一类 不仅是就身体而言 而且是就心灵的变改而言 因为凡有任何改变的 都不得称为永恒的 所以我们既是必改变的 我们就是与永恒相离的 但永生由真理应许给我们了 只是我们的信仰 与对真理的清楚认识相离 正如必死与永恒相离一样远 现在我们只得相信 那时间里为我们所做的事 而且我们因耐性得以洁净 好叫我们得以看见的时候 真理怎样随着信仰而来 永恒就照样随着必朽而来 所以当我们获得了 那项信的人所应许的永生 我们的信仰就要成为真理 真理曾说过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当我们的信仰 因看见而将成为真理时 永恒就要占有 我们已被改变了的必朽 直到这成为事实 并为求这成为事实起见 我们就使信仰适用于有始之事 正如我们在永恒之事上 盼望将来看见真理 那么为求今生的信仰 与永生的真理不相冲突 所以与父同永恒的真理从地而始 那就是说 上帝的儿子来做了人子 叫我们信他 他就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 正如他取了我们的必朽 却没有失掉他自己的永恒 因为真理之于信仰 正如永恒之于有始者 所以我们需要如上的捷径 好叫那永远存在的 他可以在我们里面有起头 却免得我们在信仰上 有一个起头 在真理上有另一个起头 我们也不能从有始的情形 过渡到永恒之事 除非永恒者联合 而取我们的有始情形 与我们叫我们改换 进入他的永恒 所以我们的信仰 现在就多少跟着 到了我们所信的主生上去的地方 诞生了 死了 复活了 被提上去 这四件事 我们在自己里面 经验过了头两件 因为我们知道人们 有始也有始 但其他两件 即复活和被提上去 我们盼望将来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相信 这已在他身上实现了 既然那有始者 在他身上已过渡到永恒 同样 当信仰到达真理时 他在我们身上 也要过渡到永恒 因为他为教那些 这样相信的人 可以存留在信仰的话里 并既从此被领人真理 且由真理进入永恒 就可以得脱死亡 所以他对他们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好像他们会询问 有什么果实呢 他往下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又好像他们曾说 真理对必死的人 有什么益处呢 他就说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从什么得以自由呢 岂不是从死亡 从朽坏 从改变呢 因为真理总是不死的 不朽坏的 不改变的 但真不死 真不朽坏 真不改变 便是永恒 第十九章 子怎样被拆来 子降生为肉体 成了较小的 并无损于 他与父的同等 二五 试看上帝的儿子 为何被拆来 是的 试看上帝的儿子 被拆来 是什么意思 凡在时间里 所发生的事 就是那些 有其始从永恒发出 又归于永恒之事 其发生 是为产生信仰 好洁净我们 使我们得见真理 他们若不是给这种 插造作见证的 便是上帝的儿子 奉差遣的本身 在这些见证中 有些是预言他要来 有些是见证他 已经来了 因为那造万物 而自己成为 受造者的主 必须在万物里 找得着见证 因为除非这一位 被许多受差的人 所传扬 人就不会舍去 多人来归向他 除非有一种见证 对那些卑微的人 显为伟大 人就不会相信 他在处卑微 被诧到卑微人那里 能使他们 因他的伟大而伟大 既然天地和其中万物 都是上帝的儿子造的 所以这些工作 叫那些为他 做见证的奇事异能 是无比伟大的多 然而卑微的人 为求可以相信 这些伟大的事 是他做的 就因那些卑微的事发抖 好像他们是伟大的一般 二六 极致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他卑微到受生的地步 所以他被差遣 就是受生 若较大的 总是差遣较小的 我们也就承认 他成了较小的 因受生就是较小 因凤差就是受生 因为上帝就差遣 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然而 因为万有 都是借着他造的 不仅在他受生 奉差以前的万物 而且万物 存在以前的受造者 所以我们承认 他与差遣者同等 便称他为较小的 因为他是奉差遣的 他在时候 满足奉差来以前 有天使的一项 像列祖显现 他被看见 与父同等 那是怎样 被列祖看见呢 他当然是 被肥利和其他的人 甚至被那些 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 看见了 除非他被他们看见 同时也没有 被他们看见 那么他为何 对肥利说 肥利 我与你们 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呢 他被看见 因他奉差而来 他不被看见 因为万物 都是借着他造 除非他是 将那在时候 满足由道所成的肉身 提供给我们的信仰 去接受 却将创造万物的道本身 留给那由信仰 所洁净的心意 在永恒中去静观 那么当他表现在 人眼前的时候 他为何说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呢 第二十章 差者和凤差者同等 为何说子奉父差遣 圣灵的使命 他怎样凤差 并为谁差来 父是神圣之本 二七 但若说子被父差来 是因为一位是父 另一位是子 这丝毫不阻止 我们相信子与父同等 同志 同永恒 同时却被父差来为子 这并不是说 一位是大些 另一位小些 而是说 一位是父 另一位是子 一位是产生者 另一位是受生者 一位是差者 另一位是凤差者 因为子是从父而来 父不是从子而来 由此 我们现在能够明白 子被称为凤差的 不仅是因为道成了肉身 而且是叫道成为肉身 并借身体型那些 所记载的事 那就是说 我们不仅明白 那道成肉身的人 是凤差了 而且明白到 自己凤差成为人 因为他凤差 在全能上 本质上 或任何别的事上 与父并没有任何 不平等之处 他凤差 只因子是从父而来 并非父是从子而来 因为子是父的道 这道又称为父的智慧 所以 他凤差 若不是因为 他与父不同等 而是因为 他是全能上帝的荣耀 所流露纯粹的影响 那有什么稀奇呢 因为 那所流露的 和那流露出来的源头 乃是同一本质 它不是像水一样 从地或磐石的系里流出来 而是像光从光发出来 它是永恒之光 所发的光辉的话 除指它是永恒之光的光以外 还有什么意思呢 光的光辉是什么 无非是光本身 并且是与光同永恒 但智慧书作者宁可说 光的光辉 而不说 光的光 免得有人想那发出来的光 比那发光的要暗些 因为人听到光的光辉时 就以一个从另一个发出 比以一个为较弱些 来得容易些 但因无需警告人 不得想那产生另一光的光 要较小些 所以圣经指警告人 不得一朵所发的光 似乎比发光者要暗些 说 这是内光 即永恒之光 所发的光辉 而因此表明其同等 因为假如这光是较小些 那么它便是内光的黑暗 而不是其光辉 但若它是较大些 那么它就不能 从那光发出来 因为它不能胜过 那产生它的 所以 它既从内光发出 就不比内光大些 它既不是内光的黑暗 而是其光辉 就不比内光小些 如是二者 乃是同等的 它被称为 全能上帝的荣耀 所流露出来的 纯粹影响 好似它本身 不是全能的 只是从全能者 所流露的影响 这也不应使我们作难 因为立刻就有话说 它虽是独一的 却能行万事 但除了那能行万事的 谁是全能的呢 所以它由谁发出 就被谁拆遣 反爱慕智慧的人 就寻求智慧 正如智慧书作者说 求主从圣天上 从你荣耀的宝座插它来 叫它临在 与我同工 那就是说 它好教我工作 使我可以不必徒劳 因为它的工作是美德 但智慧一方面 凤叉来与人同在 另一方面凤叉来为人 它进人圣洁的灵魂中 使人成为上帝的朋友 和先知 它也充满圣天使 并且行作万事 与天使的福意相称 但是当时候满足 智慧就奉钱 不是要充满天使 也不是要做天使 也不是要与人同在 或在人里面 因为这在从前列祖 和先知身上实现了 而是到 本身成为肉身 那就是成为人 凡他从童女降生前 为妇人所生的智者和圣人 都在这已经启示出来的 将来的奥秘中 得着了救恩 而在道成肉身得 实现并传扬之后 凡有信 哇 爱的人 也都在这奥秘中 得着了救恩 因为这是大灾 敬钱的奥秘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出 在灵性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揭在荣耀里 二八 所以道祭是上帝的 就是由上帝拆来的 他既是由上帝生的 就是被上帝拆来的 拆者是生产者拆来的 受生者的奉差 当他被每个人领悟 他就被差到每个人 而按照有理性的人 领悟力的大小 向上帝前进 或在上帝里面 已经完全 对他所领悟的 所以此称为奉差 并不是因为他为父所生 乃是因为 道成了肉身 向世人显现了 所以他说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或是因为他时 而被每个人的心眼看见 即所谓求主拆他来 叫他临在 与我同宫 就他是从永恒生的而言 他就是永恒 因为这是永恒之光的光辉 但就他在时间里被差而言 他就是被每个人领悟的 但当上帝的儿子 在肉身彰显现来 他就是在时候 满足被差到世界 为女子所生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因此道就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但当他时而彰显出来 为某人的心所领悟 他就真可说是凤叉 但不是道世界 因为他不是在外表上 彰显出来 那就是说 他不是向五官彰显出来 因为我们自己 就我们能用心思 把握永恒事实而言 也不是在这世界 并且一切一人的心灵 就是肉身还活着的心灵 就他们认识属神的事而言 也不是在这世界 但在父不时被人领悟的时候 我们不可说他凤叉 因为他不从谁出来 智慧说 我从至上主的口中而出 论圣灵有话说 他从父出来 但父不从谁出来 二九 所以正如父生产 子受生 照样父差遣 子凤叉 同样 正如生者和受生者是一体 照样差遣者和凤差者也是一体 因为父与子缘为一 圣灵与他们也是一体 因为三位是一体 正如救子而言 受生就是从父而有 照样救子而言 凤叉就是被认为从父而来 正如救圣灵是上帝的恩赐而言 他就是从父出来 照样他凤差 就是被认为从父出来 我们也不能说圣灵不也从子出来 因为说圣灵是复合子的灵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当他向门徒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 我也看不出他另有什么意思 因为那具体的气 从身体里出来 与身体接触而感受 并不是圣灵的本质 乃是用合适的记号 来宣布圣灵不仅是从父 也从子出来 因为最癫狂的人也不曾说 他向他们吹一口气所赐的 是一位圣灵 他升天以后差来的 是另一位圣灵 因为上帝的灵 只有一位 是父和子的灵 即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式的圣灵 但将圣灵两次次下定 有重大意义 这我们在下面 要照主所许可地来 加以讨论 主说 我要从父那里拆他来 这表明圣灵是从父和子而来 因为当他说 就是父所要拆来的 他也补充说 因我的名 然而他没有说 就是父所要从我拆来的 像他曾说 我要从父那里拆他来 这就表明父是神性之本 所以 从父和子出来的圣灵 归因于那生子之父 福音书作者说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句话 岂不是指在 耶稣的这荣耀以后 才空前的 有圣灵赐下吗 但这并不是说 以前没有圣灵赐下 不过从前圣灵没有像这样赐下 若是圣灵从前未曾赐下 何以说预言的先知受了圣灵呢 圣经明说 并在许多地方指明他们是凭圣灵说话 圣经说到施洗约翰 也记载说 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 所以论他说了那样的话 玛利亚也被圣灵充满 所以论到他所怀的主 说了那样的预言 西面和亚拿被圣灵充满 所以认识婴孩基督的伟大 除非是因为圣灵的赐下 或使命有空前的特点 经上怎能说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因为我们在别处未曾念到 有人因圣灵临到 就能说他们所不知道的方言 像那时所发生的一样 那时圣灵降临需要 极有形的表迹显明出来 以便证明全世界各国各民 将来都要受圣灵感动 相信基督 以应验诗篇所唱的 他们的声音没有 不为任何言语所听见的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三十 所以当日期满足的时候 人与上帝的道相合 并可说是混合为一位 而上帝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凤叉到了世界 好为人的子孙 做了人子 天使的性质能预表这一位 把他预先宣扬 但不能充当这一位 第二十一章 论圣灵有形的表现 并论三位一体同永恒 那句说道的 和尚带说的 但关于圣灵及鸽子的形状 或火焰的舌头有形的表现 即关于服役的受造物 用现实的动作和形式 来彰显圣灵的本质 是与复合子同永恒 也与他们一样是不改变的 但他们并不与圣灵合为一位 像道成了肉身一样 我不敢说 从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事 但我敢说 同一本质的父 子 圣灵 创造主上帝 全能的三位一体 在工作上是不可分的 不过这不能被远逊的受造物 更不能被有形的受造物 不分离地彰显出来 恰如父 子 圣灵 不能被我们所发出来的语言称呼 除非在字与字之间 有显然的间歇 因为父 子 圣灵 三者 在同一本质中 乃是一体 不是由于今世的活动 乃超过一切受造之上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的间歇 从永恒至永恒 十一 并像永恒一样充满了真理和仁爱 但在我的词语中 父 子 圣灵是分开的 不能同时称呼 并且各有其可见的字毁 正如我亦称呼我的记忆 智力 和意志 每一称呼就个别地指 每一项 但各项都由三者所说出 因为这三个称呼中 没有一个不是 被我的记忆 智力 和意志共同说出的 照样三位一体 共同发出父的声音 子的肉身 圣灵的鸽子 而我们却把每一事物 个别地归于一位 我们凭着比方多少可以知道 那本身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 是由有形受造物的出现分离地彰显出来 而且三位一体的运行 在那些个别张显父或子或圣灵的事上 也是不可分离的 三一 若有人间我 在上帝的道成为肉身以前 那些预示到要成为肉身的话和形象 如何表现出来的 我就要回答说 上帝是借天使行了那些事 我想 我也已经用圣经的见证 将这一点充分证明了 若有人间我 道成肉身是怎样实现的 我就要回答说 上帝的道成为肉身 那就是成为人 但不是改变为所成的 而是成为不仅是有上帝的道和人的肉身 而且是有人属理性的灵 而这整个一位是因着上帝的缘故 而称为上帝 因着人的缘故 而称为人 心思若难了解这一点 就必须用信仰来扩清 越加免除罪恶 多行善事 用可慕圣洁的心祈祷 并靠神的帮助 得以了解并爱好真理 若有人间我 在道成肉身以后 怎么有负的声音 或圣灵的彰显 我就毫不犹豫地说 这是借着受造物而有的 但是我很难发现 也不便轻率断定说 这受造物只是属于形体的 或还是也应用了有理性的灵 这里所谓灵 当然不是指一位格 而只是照上帝认为 有必要时 作为提出某种意义的工具罢了 然而若无有理性的受造者 我就不知道这些事 怎么可能实现 但此处尚非我平主 所赐我的能力 来说明我为何这样想的地方 因为我必须先来讨论 并驳斥一端派的论点 这些论点 他们不是从圣经得来 而是从他们自己的理智得来 他们认为用这些论点 可以强迫我们 照他们的心愿 去了解圣经上论父 子、圣灵所做的见证 三二 但现在我认为 我们已充分证明 子并不因为 凤父差遣就是较小的 而圣灵也并不因为 凤父和子差遣就是较小的 既在圣经上的这些事 或是指各位的 借有行受造者的表现 更或是指三位中 彼此由来的原则 而不是指本质上的不同等 或不相似 因为就令父上帝 怨疾受造者有行的表现出来 可是说他被他所生的子差遣 或说他被那 从他出来的圣灵差遣 乃是极其荒谬的 所以 孤以此来结束本部 从此以后 我们靠主帮助 要看一端派诡诈的论点 是什么 并如何加以驳斥 第五部 论一端派不由圣经 而由理智所提出的论点 驳斥人以为 复合子的本质各不相同 只因他们以为 凡论上帝所说的 都是指他的本质 以至生和受生 或受生和不受生 既是不同的 便是指不同的本质了 其实 凡论上帝所说的 并不都是指本质 若论他的善和伟大等等 那就是指他的本质 是就他自己而言 但也有些事是相对地指他 那就是说 不就他自己而言 而是就非他自己的事而言 例如 他舅子而言被称为父 就能服侍他的受造者 而言被称为主 若这样相对的事 即就非他自己而言的事 是在时间里发生 例如主啊 你已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那么 这并不是指上帝 有什么改变 因他自己的本性 是绝不改变的 第一章 作者所求于上帝和读者的 绝不可认为上帝有形体 或可改变 一 甚至使徒保罗 这么伟大的人物看见他 也是如经上所记 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如同猜谜 因此首先我向主上帝 他是我们应当常常思想的 也是我们不配思想的 是我们应当实时称颂的 又是言语不足宣说的 祈求帮助 叫我了解 并说明我所计划的 并且我若在什么事上有过失 将我赦免 因为我不仅记得我的愿望 也记得我的软弱 读者们若看见我 有心无能说话 因为他们或是比我更加了解 或因我言语隐晦而不明白 也请他们饶恕我 正如我饶恕 他们鲁顿不能明白一样 二 假如我们知道 或至少坚信 凡事指着不变 无形 绝对自足有生命的性所说的 必不可照着有形 可便 必朽坏 非自足的事物 去测夺 那么我们就更亦彼此饶恕了 但我们虽努力 却连那些甚至属于观感的事物 或我们自己的内心 也仍不能知道 可是信实的敬虔可目天上 那不可言恕属神的事 也不算羞耻 我所谓敬虔 并不是指那靠自己的力量 而意气洋洋的那一种 而是指那被创造者 和救赎主本身的恩典 所燃起来的那一种 因为人对他用来 要认识上帝的了解力 本身尚且还没有认识 他能用什么了解力 认识上帝呢 若他已经认识自己的了解力 他要细心思量 在他自己的本性里面 没有什么比这的解力更好的 他又要看他 能否在其中看见任何形式 色彩 空间上的大小 部分间的距离 重量上的多少 空间里的活动 或任何这类的事 我们在那里面觉 找不着任何这类的事 我们在自己的了解力 里面找不着这一切 而这的解力 乃是我们本性中上好的一部分 是我们尽力之所能用来 认识智慧的一部分 所以 凡我们在自己最好一部分里面 所找不着的 我们不应当在那比我们 最好的都更美好的 他里面去寻找 这样一来 我们若是能够 并照所能的 可以了解上帝是善的 却是无智的 是伟大的 却是无量的 是创造者 却不缺少什么 他治理一切 但不是从什么地位上 维持万物 却不是有他们 他充满各处 却没有地方 他是永恒而无时间性 创造可变之物 自己却不改变 也无欲望 凡这样思想上帝的人 虽然他尚不能寻出他的全貌 但他敬前的尽力 不将什么不属于他的事归于他 第二章 只有上帝的本质是不变的 三 然而他无疑是一本质 或说的更好些称为一本体 即希腊人所谓 正如智慧 是从有智慧而得明 知识是从知道而得明 照样从实在 而有我们所说的本体 那对他仆人摩西说 我是自有永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有谁比他更是实在呢 但其他称为本质 或本体之物 荣有变故 因而在他们里面 有大或小的改变 但在上帝绝无这种变故 所以那位上帝者 是独一不变的本体 或本质 那做本体一名来源的 实在 却是最特别的 最真实的属于他 因为那改变了的 不保留他自己的实在 那能改变的 虽实际上没有改变 能以非为故我 因此唯有那不仅不改变 也不能改变的 才毫无困难的真实实在 第三章 伯亚流派从 受生与非受生二词语 所得的论点 四 关于那些既魏儒所想的说了 也魏儒所有实情想了的是 现在我们要开始回答 我们信仰的仇敌 亚流派对正统信仰 惯常提出许多反对论点 其中最狡猾的论点就是 反论上帝所说的或了解的 并不是照着偶有性 而是照着本质说的 所以 父照本质 乃是非受生的 子照本质 乃是受生的 但非受生是与受生不同的 所以父的本质与子的本质 是不相同的 我们回答他们说 若反论上帝所说的是 照着本质说的 那么我与父原为一的话 就是照着本质说的了 所以 父和子的本质是一个 若这句话不是照着本质说的 那么说到上帝 就不是照着本质了 所以 我们不必再照着本质 来了解非受生和受生了 关于圣经上 又有话说 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我们且问 照着什么是同等呢 因为他们若说 他不是照着本质同等 那么他们就承认 他们论上帝所说的 可以不是照着本质 如是他们便要承认 非受生与受生 不是照着本质说的 他们若承认这一点 说凡论上帝所说的事 都是照着本质 那么子就照着本质 是与上帝同等了 第四章 凡是偶性 总有改变 五 凡是偶性 通常是因其本物改变 而归于丧失 因为虽说有些偶性 是与本物不可分离的 如黑色之鱼 乌鸦之羽毛 但羽毛丧失黑色 故不是在它为羽毛的时候 而是因为羽毛并不是常常存在的 这物本身是可改变的 而那动物或那羽毛 一旦停止存在 其全体一旦变为地土 它就丧失了那颜色 那称为可分离的一种偶有性 虽不由分离 却由改变 也是可以丧失的 例如黑色对人的头发 可说是一种可分离的偶有性 因为头发之为物是能变白的 但若仔细思考 当它变白时 十足显明并非有什么东西 从头上分离了 好像黑色从头上离开往那里去了 而由白色代替了一样 不过是颜色变了之罢了 所以在上帝里面并无偶有性 因为并无什么可以改变或丧失的 有一种东西虽不会丧失 却是可以增减的 例如灵魂的生命便是 因为灵魂多久为灵魂 就多久活着 并且因为它总是灵魂 就总是活着 但因为它在聪明时便多活着 在鱼桌时便少活着 那么它也有多少改变 但它并非不存在 像智慧在鱼桌人里面不存在一样 而只是少有存在 但上帝绝不如此 因为它总是不改变的 第五章 说到上帝 什么也不是照着偶有性 而是照着本质或照着关系 六 因此在它里面没有什么是有关偶有性说的 因为对它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然而凡所说的 并不都是照着本质说的 受造和可辨之物则不然 对于他们 凡不是照着本质说的 就必是照着偶有性说的 因为在他们里面 凡能丧失或减少之成分 体积或品质 都是偶性的 凡是指关系的事 如友谊 联系 服务 类似平等 和其他这类的事 也是如此 地位和情形 空间和时间 行动和情感 也莫不如此 但在上帝里面没有什么可说是照着偶然性的 因为在他里面没有什么是可改变的 然而凡所说到的事 并不都是照着本质说的 所说的有的是指关系 例如在称父为父 因他与子相关 称子为子 因他与父相关 这称呼并非偶然的 因为二者当中一个总是父 而另一个总是子 然而所谓总是 并不是说 父从子受生起才是不断地为父 子从那时起才是不断地为子 乃是说 子总是受生的 而从来未曾有过开始为子之时 若他曾在什么时候开始为子 或在什么时候停止为子 那么他就是照着偶性称为子了 在另一方面 若父之称为父 是在于他自己 与子无关 儿子之称为子 是在于他自己 与父无关 那么一位称为父 而另一位称为子 乃是照着本质说的 但既然父只因有一子才称为父 子只因有一父才得称为子 这些称呼就不是照着本质说的 因为每一位有此称呼 并不是由于他本身 乃是由于他与另一位的关系 同时这称呼也小是偶有的 因为那称为父的和那称为子的 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 为父和为于虽是不同的 他们的本质却不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如此被称呼 不是照着本质 而是照着关系 然而这关系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它是不改变的 第六章 答复异端派对受生 和非受生词语所发的忘救 七 他们想对这理论 或能够回答如下 父如此得称呼 固然是因与子相关 儿子如此得称呼 也固然是因与父相关 但说他们是非受生和受生 乃是指他们自己 而不是指他们彼此的关系 因为称神为非受生 与称他为父 并不是一件事 因他若未曾生子 也没有什么阻止 我们称他为非受生 并且如有谁生了一子 他也并不因此 就是非受生的 因为人被别人所生 他们自己也生别人 所以他们说 父被称为父 固然是因与子相关 儿子被称为子 也是因与父相关 但称一位为非受生 另一位为受生 乃是指二者自己 那么 凡只指自己说的 即是照着本质说的 而非受生与受生 既是不同的 结果是说 二位的本质是不同的 假若以上是他们的说法 那么他们就不明白 他们对非受生一词所说的 是须带更加详细讨论 当然 谁也不因非受生便是父 也不因他是父便是非受生 因此他被称为非受生的 不是就他与任何别的相关而言 而只是说到他自己 但在另一方面 他们的眼患着一种奇怪的虾病 看不见谁也不能说是受生的 除非他与什么相关 他既受生 就是子 他既是广 就一定是受生的 子与父的关系如何 受生者与生者的关系也如何 父与子的关系如何 生者与受生者的关系也如何 所以称神为生者是一件事 称他为非受生者是另一件事 虽然父上帝被称为二者 然而前者是 就与受生者及子相关而言 这是他们所不否认的 但他被称为非受生者 他们认为这是就他对自己而言 于是他们说 若是对于父有就其本身而下的肯定 而对于子无下此肯定的可能 而且这种肯定是照着本质说的 那么父就其本身说 是非受生的 子却不能说是如此 所以父称为非受生 是照着本质说的 而对子既不能说是如此 可见他的本质与父不一样 我们为对付这种狡猾起见 要强迫他们自己说 子与父之同等 是由于什么 是由于他自己呢 还是由于他与父的关系呢 这话不是照着论他与父的关系说的 因为就他与父的关系说 他是子 而父不是子 乃是父 父和子因彼此相关而得称 并不同朋友和邻舍一个样子 因为一个朋友是对他的朋友而得称 并且他们若同样彼此相爱 那么二者都有同意有意 一个邻舍是对他的邻舍而得称 并且因为他们彼此为邻 所以二者都有同一邻舍之意 但因子不是对子而是对父得称 子就不是照着子与父的关系 才称为与父同等了 结果子所以与父同等 是由于他自己 但凡关于自己所说的 就是照着本质说的 所以子照着本质是与父同等 因此二位的本质是一个 但说父非受生 并不是肯定什么 而是否定什么 当一关系名字被否定时 它不是照着本质被否定的 因为关系本身不是照着本质肯定的 第七章 加上一否定语 并不改变范畴 八 这可举例来说明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 用受生一词所表的 与用子一词所表的 是同一件事 因为是受生的 所以是子 又因为是子 所以一定是受生的 因此非受生一词 一级不是子 但受生与非受生 都是用的合一的词语 然而在拉丁文 我们虽能用phileus 但语俗不许我们用infileus 然而non-phileus是可用的 恰如non-genitus与in-genitus 在意义上并无不同之处 visinus与mikathian 词语都是可穿的 然而我们不能说localness 像我们能说meracus一样 因此 说到此事或内事的时候 我们必须不考虑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容许或不容许的用法 倒要顾及事物本身 所清楚表现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要再称之为in-genitum 虽然在拉丁文是可以这样称呼的 倒要称之为non-genitum 意义完全相同 那么这根说它不是子 岂有什么不同呢 将那否定词置于前 并不使内原是相对地变成为本质 但只有那没有否定词 就被肯定了的 才是被否认的 正如在其他范畴里一样 当我们说某某是人 我们是指定本质 所以谁说某某不是人 谁就只否认那一种范畴 并没有说出另外一种范畴 所以正如我说某某是人 乃是照着本质加以肯定 照样我说某某不是人 乃是照着本质予以否认 若问某人是多么大 而我说他有四尺高 那就是我照着数量肯定四尺 谁说他没有四尺高 谁也就照着数量予以否定 若说他是白的 我就照着置加以肯定 若说他不是白的 我也照着置加以否定 若说他是灵近 我就照着关系加以肯定 若说他不是灵近 我就照着关系加以否定 当我说他躺下 我就照着地位加以肯定 当我说他不躺下 我就照着地位加以否定 当我说他武装了 我就照着情形加以肯定 当我说他没有武装 我就照着情形加以否定 犹如我说他未曾武装 当我说他是属乎昨日 我就照着时间加以肯定 当我说他不是属乎昨日 我就照着时间加以否定 当我说他在罗马 我就照着地方加以肯定 当我说他不在罗马 我就照着地方加以否定 当我说他击打 我就照着行动加以肯定 但若说他不击打 我就照着行动加以否定 而宣称他不这样行动 当我说他被击打 我就照着情感加以肯定 当我说他不被击打 我就照着这范畴加以否定 总而言之 无论所肯定的是什么事 假如将否定词置于前 那所否定的 也就被证明为属于同一范畴 既然如此 假如我说子时 是照着本质加以肯定 那么我说妃子时 就必是照着本质加以否定了 但当我说他是子的时候 我是相对的肯定 因我指道负 所以当我说他不是子 我也是相对的加以否定 因我说他没有负 但若被称为子 恰等于被称为受生 那么被称为非受生 就恰等于被称为非子 但当我们说他不是子 我们是相对的加以否认 所以当我们说他不是受生 我们也是相对的加以否认 再者 除非是不受生 什么是非受生呢 所以当他被称为非受生 我们并未逃出相对的范畴 因为正如受生并不是对自己而言 乃是对生者而言 照样一个人被称为非受生 并不是对他自己而言 乃是说他不是与生者有关系而言 两个意义是以一个称为关系的范畴为转移 但凡是相对的说出的是 并不表示本质 据此 受生与非受生虽是各异的 他们并不表示各异的本质 因为正如子是指道父 而非子指道非父 照样受生不可避免的必是指道生者 而非受生者指道非生者 第八章 凡照着本质论上帝所说的话 都是指三位一体本身和各位说的 上帝唯一本体和三位 九 所以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坚持 凡论那最优秀神圣的崇高所说的话 都是关于本质说的 但那论与什么相关所说的话 并不是关于本质说的 而是相对的说的 父 子 圣灵同意本质的结果就是 凡关于每一位所说的话 是归全体 而全体不是从多数看 而是从单数看 因为父是上帝 子是上帝 圣灵是上帝 无人怀疑这是关于本质说的 然而我们不说 至高的三位一体本身是三上帝 而是一上帝 所以父伟大 子伟大 圣灵也伟大 然而不是三伟大 而是一伟大 因为你伟大 唯独你是上帝 并不是像他们所妄想的 只是指父而言 乃是指父 子 圣灵而言 父为善 子为善 圣灵为善 然而并不为三善 而只为一善 经上论他这样说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主耶稣为教内称他为良善的夫子的人 不错认他光是人 所以他不是说 除了父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而是说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因为父本身就称为父 但上帝一名就包括他自己 子和圣灵 因三位一体 是一上帝 但地位 情形 空间 时间不能说是在上帝里面 他们只是一种形容的说法 经上说他居于四格趴之间 这是关于地位说的 又说他用深水遮盖自己 犹如衣裳 这是关于情形说的 又说 你的年数 没有穷尽 这是关于时间说的 又说 我若生到天上 你在那里 这是关于空间说的 至关于行动 也许这只能最真实的 指上帝而言 因为唯独上帝创造 而他自己 不是被造者 就他为上帝之本质 他也绝无情欲 所以 父全能 子全能 圣灵全能 然而并非三全能 只是一全能 因为万物 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所以 凡关于上帝所说的 乃是救父 子 圣灵各位单独说的 也是就三位一体 整个说的 不是用负数 而是用单数 既然对上帝 并不是存在是一回事 伟大是另一回事 但对他存在就是伟大 所以 正如我们不说三本体 照样我们不说三伟大 而是一本体和一伟大 我所说本体 在希腊文称之为 而且我们更通常称之为本质 时 他们真的 也用谓一词 但他们 意图在本体与谓之间 画出一区分来 所以我们讨论这些事 大都习以为常地说 一本体 三本质 第九章 称为三位并不适当 但因我们已经成立了用法 以本体与本质为一回事 所以我们不敢说 一本体与三本质 却说一本体或本质与三位 许多有权威的拉丁文作家 讨论这事实 便这样说 因为他们找不着更合适的方法 用言语表达 他们不用言语所了解的 在事实上 既然父不是子 子不是父 那称为上帝恩赐的圣灵 不是父 也不是子 他们确实是三位 所以 基督用多数说 我与父原为一 因为他并没有像撒博流派 一样用单数说 为一 倒是用多数说 为一 可是 将三一问题提出来时 人言就太易于穷尽了 然而我们给亦回答说 三位 而这并不是为求有说的 而是为求免得没有说的 第十章 凡绝对属于上帝的 即如他的本体 是用单数 而不是用复数 来指三位一体 十一 所以正如我们不说三本体 照样我们不说三伟大 或三个伟大的 因在参与伟大之物 存在是一回事 伟大又是一回事 例如大巫 大山 和大智 我说 在这些东西里面 伟大是一回事 而那与伟大分开的大东西 又是一回事 一座大巫与伟大是两回事 但真的伟大 就是那不仅使大巫伟大 使大山伟大 也使凡称为大的任何东西伟大的 所以伟大本身是一回事 而由 它被称为伟大的东西 又是一回事 这伟大必是原初的伟大 而且更优于那些 参与伟大 而成为伟大的东西 但上帝既不是由那不属 他自己的伟大 而成为伟大的 所以他之伟大 并不是参与的 否则 那伟大就要比上帝人 而其实并没有什么 比上帝大 所以他之伟大 是由他本身 便是伟大而来 所以正如我们不说三本体 照样我们也不说三伟大 因为在上帝存在和伟大 同是一回事 根据同一理由 我们也不说三伟大 只说一伟大的 因为上帝伟大不是由于参与伟大 倒是由于他本身是伟大的 因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伟大 关于上帝的善良 永恒 全能 我们也要同样说 总之 关于上帝本身 凡不是用比喻 说出 而直接说出的 也都是如此 第十一章 三位一体里的相关成分 十二 凡特别指三位一体中的 一位所说的事 并不是有绝对的意义 而是指三位中互相的关系 或一位与受造者的关系说的 所以这些事 显然是相对地说的 而不是就本质说的 因为三位一体称为一上帝 伟大的 善良的 永恒的 全能的 并且这位上帝 自己便可以被称为他自己的神性 他自己的伟大 他自己的善良 他自己的永恒 他自己的全能 但三位一体不能也如此一样 称为父 也许除非是形容他与被收纳为儿子的人说的 因为经上所说 以色列呀 你要听 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绝不应当被看为将子或圣灵排除在外 这位独一的主上帝 我们也适当地称为我们的父 因为他用恩典使我们重生 三位一体也绝不能称为子 但照经上所说 上帝是个灵 整个地可以称为圣灵 因为父是灵 子也是灵 并且父是圣洁 子也是圣洁 所以 父 子 圣灵既是一上帝 而上帝却是圣洁的 并且是灵 三位一体就也能称为圣灵 然而 圣灵并不是三位一体 只是在三位一体里面 我们是用圣灵的专有名称 来相对地说到它 是就它与父和子的关系而言 因为圣灵是父和子的灵 但这关系 在那名称上并不明显表示出来 但当它被称为上帝的恩赐时 这关系就明显表示出来了 它是父和子的恩赐 因为它从父出来 一如主所说的 又因为使徒所说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一定是指着圣灵说的 所以 当我们说 给予者的恩赐和恩赐的给予者 我们是就互相的关系 相对地说的 所以 圣灵是父和子 一种无以述说的相通 也许它因此而得名 是因这名适用于父 也适用于子 二位可特别通称为圣灵 因为父是灵 子也是灵 父是圣洁 子也是圣洁 所以为求使二位的相通 可以由适合于二位的名称来表示 圣灵就称为二者的恩赐 这三位一体是一上帝 独一 良善 伟大 永恒 全能 他自己就是他的合一 神性 伟大 良善 永恒 和全能 第十二章 在彼此有关相对的事上 有时缺乏名称 十三 圣灵是相对地被称为在三位一体中 而不是三位一体 我们并不能将圣灵与相关别一位的名称 倒过来用 我们通常可以说 主人的仆人和仆人的主人 父的儿子和儿子的父 因为这是相对地说的 但我们虽可说父的圣灵 却不能说圣灵的父 免得我们把圣灵看为父的儿子了 我们也说子的圣灵 但不能说圣灵的子 免得我们把圣灵看为子的父 其实在许多相对的事上 我们不能将名称倒过来用 有什么比凭据一词更显然相对地说的呢 因为一个凭据是指那由他做凭据的事物而言 而一个凭据总是某事物的凭据 我们说 复和子的凭据 那么岂能反过来 也说凭据的父或凭据的子呢 但在另一方面 当我们说复和子的恩赐 虽不能说恩赐的父或恩赐的子 但为了使说法互相符合 我们就说给语者的恩赐和恩赐的给语者 因为在这里我们找得着用字 在那里却找不着 第十三章 启出一词 对于三位一体是相对地说的 十四 所以他是相对地称为父 他也是相对地称为启出和其他类似的说法 但他称为父是与子相对 称为太初是与从他来的万有相对 子也有相对的称呼 他相对地称为道和形象 这些称呼是指他与父的关系 因而他们不能用来称父 子也称为太初 因为问他你是谁 他回答说 就是也对你们说话的起初 但请问他是父的起初吗 当他说他是起初 他是要表示他自己是创造主 正如父也是万有的起初 因为万有是从他而来 因为创造主也是相对地就受造者而言 正如主人是就仆人而言一样 当我们说父是起初 子也是起初 我们不是说万物有两个起初 因为父和子就与万物的关系而言 同是一起初 宜创造主 宜上帝 但本身永不改变而产生或创造什么的 若对其所产生或所创造的是起初 那么我们不能否认圣灵也恰可以称为起初 因为我们不将他与创造主的称呼分开 并且经上记着说 他创造 而他自己在创造中却不改变 因他自己并不改变成为他所创造之物 试看他所创造的是什么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即一分给个人的 固然这是在上帝的地位 因除了上帝以外 谁能做这些大事呢 但是上帝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因为关于圣灵 若有人仔细地问我们 对他最真实的回答 是说他是上帝 他与父和子是以上帝 所以就受造者而言 上帝是一起出 而不是二起出或三起出 第十四章 父和子是圣灵的起出 十五 在三位一体本身的彼此关系中 若是产生者在对他所产生者的关系上是起出 那么父世子的起出 因为他产生子 经上说 圣灵是从父出来 那么是否也是圣灵的起出 那就不是小问题了 因为如其为然 他就不仅对他所产生或所创造之物是起出 而且也对他所赐予者是起出了 这里也发生了那常识许多人作难的问题 既然福音书中说 他也是从父出来的 为什么他不也是子 这是因为圣灵出来 不是生的 而是赐的 所以他不称为子 因为他既不是如独生子一样生的 也不是被造的 如同我们一样靠上帝的恩典可得儿子的名分 那由父所声称为子的 是就与父的关系而言 所以子是父之子 而不也是我们之子 但那所赐的 是就那与赐给者并与赐给者的关系而言 所以圣灵不仅是那将他赐下之父和子的灵 也是称为我们接受了他之人的灵 例如赐救恩的主的救恩 也可说是我们接受者的救恩 所以圣灵是那将他赐下者的圣灵 也是我们接受者的圣灵 固然圣灵不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那灵 因为那在人里面的 是人的灵 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下是我们的 即是向我们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一样 其实甚至那称为人的灵 我们也是由接受的来 保罗说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不过那由我们所领受 使我们有存在的是一回事 而那由我们所领受 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又是一回事 因此论到约翰 经上记着说 他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 所谓以利亚的灵 是指以利亚所领受的圣灵说的 关于摩西 当主对他说 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 也有同一意义 那就是说 我要将我赐给你的圣灵 也赐给他们 所以如若那被赐者是以那赐予者为一起初 因为那从他出来的 没有从其他源头领受 那么我们必须承认 复合子是圣灵的一个起初 而不是两个起初 但是正如复合子对受造者而言是一上帝 一创造主 一主宰 照样复合子对圣灵是一起初 但父 子 圣灵 就与受造者的关系而言 是一起初 正如三位是一创造主和一上帝一样 第十五章 圣灵在被赐下以前是否向他在被赐下以后为恩赐 十六 但有人要进一步问 子因受生而不仅是子 并且存在 那么圣灵是否因被赐下也不仅是被赐的 并且存在 还是圣灵在被赐以前已存在 但上不是恩赐 或还是因为上帝要将他赐下 所以在他被赐下以前 他已经也是恩赐了 但若除非他被赐下 他就没有出来 并且在有一个接受者以前 他就绝不能出来 那么 假如他除非被赐下就不存在 他的本质怎能存在呢 恰如子因受生而不仅相对的可说是子 而且绝对的可说也有了那时他存在的本质 圣灵起步常常出来 不是在时间里出来 而是从永恒出来 而因他是如此出来 就能被赐下 所以甚至在有领受他者以前 他就已经是恩赐吗 因为在恩赐和被赐者之间 意义是有不同的 恩赐可以在被赐于以前便存在 但是除非一物已经赐予了 他就不能称为被赐者 第十六章 凡论上帝有时间意义的说法 是相对的 而不是偶然的 十七 圣灵虽是与父和子同永存 却是称为在时间里存在的 例如我们称他为被赐者 这也不应叫我们作难 因为圣灵永恒地是依恩赐 却是在时间里是被赐者 若是一个人 除非开始有奴仆 就不得称为主人 照样那一称呼对上帝 也是相对的 在时间里的 因为那由他做主的万物 并不是从永恒就有的 既然在时间里并没有什么事 对上帝是偶然发生的 因为照我们在这次讨论 开始所说的 它是不能改变的 那么我们怎能说 相对的词语不是偶然的呢 看啊 做主仪式对上帝并不是永恒的 否则我们就不能不说 万物也是永恒的 因为除非万物从永恒就是仆人 它就不能从永恒就施行统治 正如谁没有主人 谁就不能做奴仆 照样谁没有奴仆 谁也不能做主人 若有人说 固然唯有上帝是永恒的 并且时间因其种类和可变性 而不是永恒的 然而时间并不是在某时里开始有的 那么关于那在时间里受造的人 他如何说呢 因为在人没有存在以前 上帝绝不为其主 上帝做人之主 乃却是在时间里发生的事 为求一切争辩似乎可以除去 上帝晚近才开始有生存的你或我的主这件事 对上帝却是在时间里发生的 如果这因论灵魂问题隐晦之故 似乎也是并不确定的话 那么论他做以色列人的主 如何说呢 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灵魂的本性虽已存在着 但以色列人却尚未存在 而且他们显然是在时间里开始存在的 最后他对那在时间里发生 但晚近才开始有的这株或那株树 这次或那次的收获做主 因为材料虽已存在 可是做材料之主是一件事 做已经构成的东西之主 又是一件事 因为人一个时候是木头的主人 另一个时候又是由木头所制造的箱子的主人 当他是木头的主人时 他绝不是箱子的主人 上帝的本性不改变 我们怎能认为上帝有偶性呢 只有那些使其本身有变化的 才可称为相对的和偶然的 例如友人之称为友人 乃是相对的 因为除非他一开始爱别人 他就没有开始做朋友 所以他必须转变意志 好叫他可以称为朋友 在另一方面 金钱称为某物的价钱时 是相对的说的 然而 他开始为价钱时 本身并没有什么改变 他称为质物或其他东西时 本身也并没有改变 假如金钱可能有这么多相对的称呼 而不致改变其本身 那么关于上帝不变的本质 我们应当多么更易于承认 他在时间里虽与受造者发生关系 但他本身觉没有改变 而只是那与他相关的受造者有改变吗 经上说 主啊 你做了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说上帝做我们的避难所 是相对的说的 因为他是与我们有关的 只当我们逃到他那里时 他才做了我们的避难所 请问 他的本性有什么改变 是我们逃到他那里以前所没有的呢 在我们里面确实有改变 因为我们再逃到他那里以前要坏些 逃到他那里以后要好些 在他里面却没有改变 照样我们因他的恩典得众生时 他就开始做我们的父 因为他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时 我们的本质变好些 同时他开始做我们的父 他的本质却并没有改变 可见凡论上帝有时间性的党法 即说他开始做他以前所没有做的 显然乃是相对的说法 然而这事的偶有性 并不可归于上帝 好像有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一样 而显然要归于那上帝 与其开始有关系的事物 当一个艺人开始做上帝的朋友时 他自己是改变了 但我们绝不可说 上帝在时间里爱某人 这种爱好像是他前所未有的 其实在他 过去的事并未成过去 而将来的事乃是已成的事 所以他在世界的创立以前 就已经爱他的一切圣徒 因为他预先选定了他们 但当他们归正 寻见他 我们就说他们开始被他爱 这种说法 是就人的爱所能了解地说的 所以当我们说他恼怒恶人 善待一人 受改变的是他们 而不是他 恰如光扰害软弱的眼 造福强健的眼一样 这是因为眼有改变 而并不是因为光有改变 第六部 保罗何以称基督为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难道父自己不是能力和智慧 而只是能力和智慧之父吗 暂将答案搁置 事先证实父 子 圣灵的合一和同等 我们相信三位一体 而不是相信三众的上帝 希拉流所谓 永恒在于父 显现在于形象 应用在于恩赐 有何意义 第一章 赵保罗说 子是父的能力和智慧 这是大公教徒反对 早期亚流派的教理 难道父本身不是智慧 而只是智慧之父吗 一 有人想他们不能承认父 子 圣灵彼此同等 因为经上写着说 基督为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因此二位似乎彼此不同等 因为父本身并不是能力和智慧 只是能力和智慧的产留者 事实上人们向来极热忱地问 上帝怎样能够称为能力和智慧的父呢 因为保罗说 基督为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因此我们一方有些人引这话 来反对亚流派 至少是反对那些自高自大 与大公教信仰相为的人 因为据说亚流本人曾说 他若是儿子 他就是受生的 假如他受生了 那么他有一个时候不存在 他们却不知道 甚至受生 在上帝也是从永恒受生 所以只是与父同永恒 正如由火所发的光亮 是与火同时 并且假如火是永恒的 它也是同水恒的 所以后来有些亚流派的人 已经放弃那意见 并且承认上帝的儿子 并不是在时间里开始存在 有些人说 曾有意识主并不存在 我们这方的人所反对 这些人的论点中 所常用的一个就是 假如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 而且上帝从来不缺少 能力和智慧 那么子就与父上帝同永恒 使徒说 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而一个人若说 上帝曾有一时 没有能力和智慧 他就是糊涂了 所以子无时不存在 二 这论点强迫我们说 父上帝除有他所生的智慧外 他本身不是智慧 再者 如其为然 正因为子也是称为 出于神而为神 出于光而为光 我们就得考虑 若父上帝本身不是智慧 而只是智慧的产生者 那么子是否能称为 出于智慧而为智慧 假如我们持守这一点 父上帝为何不是 他自己的伟大 自己的良善 自己的永恒 自己的全能的产生者 以致他自己不是伟大 良善和永恒 而只是因他产生的伟大而伟大 因他所产生的良善而良善 因他所产生的永恒而永恒 因他所产生的全能而全能 恰如他自己并不是智慧 而只是因他所产生的智慧 而有智慧呢 我们不必怕被人迫着说 假如上帝是他自己的伟大 良善 永恒 和全能的产生者 那么除了受造者得儿子的名分以外 上帝另有许多的儿子 与上帝同永恒 对于这种忘旧 我们容易答复 他并不因有许多名字被提出来 就做许多同有永恒之子的父 恰如他并不因我们说 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和上帝的智慧 就做两位子的父一般 因为能力就是智慧 而智慧就是能力 其他如此类推 所以能力就是伟大 其他以上所提和以后要提的事 也莫不如此 第二章 什么是关于父和子共同说的 和不共同说的 三 凡关于父所说的 无不是与子相关说的 即父是子的父 或产生者 或起初 产生者对受生者 才是起初 但其他关于父所说的 都是同子 或不如说 在子里面说的 例如说 他的伟大 无非就是他所产生的伟大 他的公义 无非就是他所产生的公义 他的良善 无非就是他所产生的良善 他的能力 无非就是他所产生的能力 他的智慧 无非就是他所产生的智慧 然而我们不说父 就是伟大的本身 而是伟大的产生者 在另一方面 既然子就自己的本质 说称为子 这不是与父共同 而是相关的称 所以子并不是 在自己的本质上 而与父共同伟大 子就是父的伟大 同样 子与父也共同称为智慧 子也就是父的智慧 恰如父与子共同称为智慧 因为父之智慧 便是他所产生的智慧 所以不拘二者是如何被称呼 彼此是不能分开地被称呼 那就是说 凡表明二者的本质 所有的称呼 便能共同应用于二者 如是父没有子 就不是上帝 子没有父 也不是上帝 但二者共同才是上帝 经上所谓太初有道 意思就是说在父里面有道 假如太初是指在万物以前 那么在下文道与上帝同在里面 只是说子才是道 而不是说父与子共同为道 但对所加上道与上帝同在的话 我们很有理由以 道 即子与上帝 即不只是与父 而是与父和子 同在 但对一种有天壤之别的双重事 能够这样说 这有什么奇怪呢 有什么像灵魂与身体一样分歧呢 然而我们能够说 灵魂与人在一起 那就是在人里面 虽说灵魂并不是身体 而人是灵魂和身体 所以圣经所谓道就是上帝 意思就是说 那与父不同的道 与父共同是上帝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说 父是产生他自己的伟大者 即产生他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者 儿子是伟大 能力和智慧 但父与子二者共同乃是伟大 全能 有智慧的上帝吗 若是这样 怎么说 出于神而为神 出于光而为光呢 因为二者一起 不是出于神而为神 只有子才是出于神 即出于父 二者一起 也不是出于光而为光 只有子才是出于光 即出于父 也许为求将子 是与父同永恒的意思 简短地说 所以才说 出于神而为神 出于光而为光 这好像是说 那没有父便不至为子的 乃出于那没有子便不至为父的 那就是说 这若没有父便不至于为光的光 这样 当我们称子为 没有父便不至于为子的上帝 又称父为那没有子便不至于为父的上帝 意思就是说 产生者并不先于被产生者 如是 凡不能指二者共同说的 才不能用出于 这或难而为这或难的说法 例如我们不能说 出于道而为道 因为二者不都是道 只有子才是道 我们也不能说 出于形象而为形象 因为二者不都是形象 我们也不能说 出于子而为子 因为二者不都是子 正如经上所说 我与父缘为一 所谓我们合而为一 意思就是 照着本质而不是照着关系说 他如何 我也如何 第三章 父与子在本体上合一 是从我们合而为一而推想 子与父在智慧和凡事上都平等 四 我不知道在圣经上 他们合而为一 曾经用来说到不同性质的事物否 但若有一个以上 同一性质的性质的事物 在情趣上不同 他们就情趣不同而言 并不是合而为一 因为假如门徒们 因都是人的缘故 已经合而为一了 他就不会为他们相父说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但因保罗和亚波罗都是人 也有相同的情趣 所以保罗说 栽种的和浇灌的合而为一 所以 若把几件东西 无条件地称为一 那便是指他们 同一本质 同一本性 既没有分歧 没有意见 但若加上条件 说他们怎样有同一之处 那便是指他们 虽在性质上不同 但在某种方面 是成为一的 例如灵魂与身体觉不是一 因有什么 像他们这么奇异呢 除非我们把他们 看为一人 或是一兽 因此 使徒保罗说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他不说 他们是一 或他是一 但他加说一体 好像这是由联合男女的身体 而成的一体 他又说 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他没有说 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 他乃是加说 一灵 人的灵与上帝的灵本性不同 但他们因联合 而成为 由两个不同的灵而有的一灵 上帝的灵 没有人的灵 缘是可称颂完全的 但人的灵 没有上帝的灵 便不能蒙福 我想 主在约翰福音中 屡次多说到 他自己与父的合一 或我们彼此间的合一 但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也与他自己合而为一 这也并不是没有缘故的 他只说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所以 父与子合而为一 乃无一是指 本质上的合一 而有一上帝 一伟大 一智慧 正如我们所论断的 五 那么父 何以是大些呢 因他若是大些 他就是在伟大上大些 但子既是他的伟大 那么子 既绝不大于生他的父 而父 也不大于他之所以为伟大的子 所以二者是同等的 怎样同等呢 岂不是在存在上同等吗 因为对他存在是一回事 而伟大又是一回事 或假如父在永恒上大些 子旧在凡事上不是同等的 那么 他从何是同等的呢 你若说在伟大上同等 那么那少有永恒的伟大 就不是同等的 其他仿此 或许他在能力上同等 但在智慧上不同等吗 但那少有智慧的能力 岂是同等的呢 或他在智慧上同等 但在能力上不同等吗 但那少有能力的智慧 岂是同等的呢 所以他若在什么事上不同等 他就在凡事上都不同等 但圣经上说 他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所以 任何真理的敌人 只要他觉得 他应服从使徒的权威 就必承认 子与父在凡事上同等 不拘他愿意提起什么事 我们都会向他证明 凡观于子的本质所说的 他都与父同等 第四章 续前一论点 六 照样人们心中的美德 虽各有不同的意义 却不是互相分离的 例如 凡在勇气上同等的人们 也在智慧上 节制上 和公义上同等 因为你若说 某某人在勇气上同等 但他们当中一人更有智慧 那么其他的人就少有智慧 因而他们在勇气上也不同等 因为前者的勇气更有智慧 你若将其他美德一一加以审查 情形也必如此 因为论点不在于身体的力量 而在于心中的勇气 那比人心无穷 单纯不改变永恒的本质 乃多么更是如此呢 在人心里面 存在并不就是强壮 或智慧 或公义 或节制 因为心能有存在 却没有这些美德 但在上帝里面 存在就是强壮 或公义 或智慧 或论那表现他本质的单纯的多数 或多数的单纯所说的事 因此 我们说 出于神而为神 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说 这一名称属于复合子每一位 然而 这不是说 二者一起是两位上帝 而只是一位上帝 因为二位彼此合而为一 正如使徒保罗说 甚至分其的本质 也可以合而为一 例如主单独是一灵 人的灵单独也是一灵 然而 他若恋慕主 就是一灵 那么 在有一种 绝对不可分离 永恒的合意中 更多么是如此 这样一来 若是所谓上帝 是指父合子 二者一起说的 但那么 当他称子为上帝的儿子 他好像是被称为 二者之子 而不至于荒谬可笑 也许另一个意义是说 凡关于上帝的本质所说的 莫不是关于父子二者共同 或三位一体共同说的吗 不据是前或后一意义 墓下从所说的就足以看出 照我们所证明的 若是子在任何涉及本质的事上 与父不同等 他就绝不是与父同等 但使徒说了 他是与父同等的 所以子在凡事上与父同等 同一本质 第五章 圣灵也在凡事上与父和子同等 七 圣灵也在本质上与父子合一同等 因为无论圣灵是父与子的合一 或圣洁或爱或因爱而是其合一 并因圣洁而是其爱 他显然不是父或子 因为借着他 二者联合为一 借着他 受生者为那产生者所爱 并且爱那产生者 借着他 二者既不是靠分享 而是靠他们自己的本质 既不是由谁个优先者的恩赐 而是由于自己才用和平彼此联络 保守圣灵里的合一 这就是我们遵命要靠恩典模仿来对上帝和我们自己的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三者是一上帝 独一 伟大 有智慧 圣洁 可称颂的 但我们是从他 借他 并在他里面得福 因为我们自己是靠他的恩赐合而为一 与他合为一灵 因为我们的灵魂恋慕他跟从他 我们恋慕上帝 乃是好的 因为他要毁灭凡远离他的人 所以圣灵乃是富与子所同有的 但那同有的本身 乃是与父子同质的 同永恒的 假如适合的话 就让他称为友谊 但更适合的是称为爱 这也是一本质 因为上帝是一本质 并且经上说 上帝是爱 但这爱与富和子既是一本质 也是一样伟大 良善 圣洁 以及其他反观于本质所说的 因为在上帝 不是存在是一件事 而伟大 良善等等又是一回事 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的 因为若是爱在上帝里面 比不上智慧伟大 那么我们爱智慧 就少于他所当得的份 所以爱与智慧必是同等的 好叫我们对智慧有相当的爱 但如我们所证明的 智慧是与父同等 所以圣灵也与父同等 若是在这世上同等 就在凡事上平等 因为在那本质中有绝对的单纯 所以他们只有三位 一位爱那从他自己出来的 一位爱那自己所从出的 和一位爱的本身 假如这最后的一位是虚无 上帝怎样是爱呢 假如爱不是本质 上帝怎么是本质呢 第六章 上帝怎么是单纯而又繁复的本质 八 但若有人问 那本质怎么是又单纯又繁复 首先我们要审查 为何受造者是繁复的 却绝不是单纯的 第一 凡是身体 是由各部分组合的 在其中一部分大于另一部分 其中全体 比任何不拘多么大的部分都大 天和地各是全世界的部分 而地和天又各自由无数的部分所组成 它的三分之一小于其他二分 而其一半小于全体 而常以天地两部分命名的世界全体 必大于天或地 在每一物体里面 体积是一世 颜色又是一世 形状又是一世 体积减少 颜色和形状可以仍旧 颜色改变 形状和体积可能仍旧 形状不仍旧 但物还是可以同样伟大 有同样颜色 身体各种属性都是如此 它们能够一同改变 也能够一部分改变 一部分不改变 由此可证 身体在性质上是繁复的 而绝不是单纯的 属灵的受造者 即灵魂 若与身体比较 故叫单纯 但若不与身体比较 它也是繁复的 不单纯的 因为它不散布在空间 所以它叫身体单纯 但它在每个身体中 是全体的总和 也是各部的总和 因此身体任何微小的分子 发生什么事 灵魂都能感觉到 虽然这不是在整个身体中发生 然而整个灵魂都能感觉到 再者 在灵魂里面 既然干恋是回事 怠惰又是一回事 敏慧是一回事 记忆又是一回事 既然贪欲是一回事 恐惧又是一回事 喜乐是一回事 悲哀又是一回事 又既然在灵魂的本性中 找得着无数不同的事 可见灵魂在本性上 不是单纯的 而是繁复的 因为 凡单纯者是不改变的 但每一受造者 都是可改变的 第七章 上帝是三位一体 但并非三众 但上帝真可从多方面称呼 即伟大 良善 智慧 可称颂 真实和种种相当的称呼 但它的伟大 便是它的智慧 因为它不是因体积 乃因能力而伟大 它的良善 便是它的智慧和伟大 它的真理 便是那一切 在它里面 不是可称颂 是一回事 而伟大 或智慧 或真实 或良善 或一言以阔之 它本身又是一回事 九 它也不因为是三位一体 便被认为是三众 否则 单是父 或单是子 就会比父和子一起 要小些 其实 我们并不能说 单是父 或单是子 因为父 总是不可分离地与子相连 子与父 也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 二者都是父 或二者都是子 而是说 二者总是彼此相连 可不是单独的 但正如我们称 三位一体 为独一的上帝 虽说他总是与圣洁的灵 和灵魂同在 却说 唯独他是上帝 因为他们 并不同他 也是上帝 同样我们称父 为独一的父 这并不是 因为他与子相离 而是因为 二者不都是父 第八章 在上帝的本性上 不能加上什么 既然单是父 或单是子 或单是圣灵 恰与父 子 圣灵合起来一样伟大 所以他绝不可称为三重 身体有增加 人与妻子可说是成为一体 可是这种一体大于丈夫 或妻子单独的身体 但在灵界 较小的依附于较大的 即如受造者依附于创造主 而前者就比以前大些 后者却不然 凡不因体积大 而是伟大之物 较大便是较好 受造者的灵 若依附于创造主 就比不依附好些 并且因为好些 所以也伟大些 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只是凡与主联合的 才变为伟大些 但是在主本身 却并不如此 所以在上帝自己里面 同等的子 或那与父和子 同等的圣灵 若与同等的父联合 上帝并不因此彼子 或圣灵任何一味伟大些 因为完全的本身 是不能增加的 但父、子、圣灵 各位都是完全的 而且父、子、圣灵的上帝 也是完全的 所以祂是三位一体 而不是三众 第九章 只是一位 还是三位 称为独一的上帝 十 既然我们正在证明 我们如何能够 说独一的父 因为除了他以外 在神格里别无父 我们也必须考虑一种意见 这种意见认为 独一真上帝 不只是指独一的父 而是指父 子、圣灵 因为有人问 独一的父是不是上帝 我们除了也许说 父固然是上帝 但他不是独一的上帝 父、子、圣灵 才是独一的上帝 怎能回答说 父不是独一的上帝呢 但我们当如何处理 主所说的话呢 因为当他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这就是永生 他是指父说的 并且提了父的名 作为说话的对象 亚流派长引证这句话 好像子不是真神一样 然而我们不要理会他们 但要看看 当他对父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我们是不是必须认为 他已暗示 独一的父 也是真神并非父 子、圣灵一起 才是真神 我们根据主所说的话 就称父为独一的真神 子为独一的真神 圣灵为独一的真神 并称父 子、圣灵一起 即三位一体一起 为独一的真神 不是三真神 而是独一的真神吗 还是因为他加上说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我们就补充说独一的真神 而文具的秩序 乃是认识你 和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独一的真神吗 那么他为何没有提到圣灵呢 这岂不是因为我们一提到一位 极这么伟大的和谐 依附于另一位 以致二者极这和谐而成为一 那和谐也就不言而喻吗 使徒说 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上帝的 又说男人是女人的头 基督是男人的头 上帝是基督的头 在这两处地方 使徒似乎也忽略圣灵 然而圣灵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 若三位一起才是上帝 那么上帝怎能是基督的头 那就是三位一体怎能是基督的头 因为基督是在三位一体之中 好使之成为三位一体呢 岂是父与子乃是单是子的头吗 因为父同子乃是上帝 但单是子乃是基督 特别因为那说话的 是已经成了肉身的道 并且照着他的这种卑微说 父也是比他大的 正如他说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所以子与父所同有的神性 乃是那唯独做中宝之人的头 因为假如人本身虽然同心思才是人 我们还是很可以称 心思为人的首要 那即使他好像是人的本质 那么为人的基督 虽要同成了肉身的道才能为人所知 但那同父一起乃是上帝的道 为何不更适宜为基督的头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已经说过 以后还要更详细审查 目前我们已经尽量简短地证明 三位是同等 并有一个本质 不拘奈上墨经更严密讨论的 另一问题如何决定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 我们承认父 子 圣灵绝对同等 第十章 论希拉流归于每一位的属性 三位一体由受造之物所表 十一 有一位作者 当他要简短地指明 三位一体中每一位的属性时 告诉我们说 永恒是在父里面 样式是在形象里面 应用是在恩赐里面 将这说载在他书中的 既是那位解释圣经 并维护信仰有 非同小可权威的希拉流 我就竭力将父 形象和恩赐 永恒 样式和应用这些字的引译 探讨了 我认为他所谓永恒 无非就是说 父没有生他的父 但只是从父而来 所以有存在 并与父同永恒 因为一个形象 若是完全与其所表的相符合 那么他就与其所表的同等 而不是后者与其形象同等 我相信他称 这形象为样式 乃是由于美丽 在这样式中 同时存在着伟大的适合 最上的同等和相似 没有差异 没有不平等 也没有不相似之处 倒是与其所表的 他恰好相衬 在这样式中 有最上的绝对的生命 对他觉 不是生活是一回事 存在又是另一回事 倒是生活和存在 是同一回事 他也有最上和绝对的智力 对于他 绝不是生活是一回事 了解又是另一回事 倒是了解便是生活 便是存在 而这一切都合而为一 他是完全的道 在他里面毫无所缺 他是全能全智上帝的技能 充满了一切活泼不变的知识 在这形象里面都同归于一 正如他本身是从义而来的一 形象与其所表的成为一 上帝在道里面 知道他借到所造的万物 所以 事后 虽新陈代谢 但在上帝的知识上 并没有什么前后之别 因为受造之物 为上帝所知 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受造 倒是他们 被造虽是可改变之物 乃是因为他们是一成不变的 被他知道 所以 父和他行 像无以言表的联合 并不是没有结果 没有爱 没有喜乐 所以 那爱 那喜乐 那幸福 若人的言语 真配加以形容的话 希拉流就能简称之为应用 并且是三位一体中的圣灵 不是受生的 而是生者和受生者的甜美 照着万物的容量 充充满满地普及他们 叫他们各得其所 各安其位 十二 所以神的技能所创造的万物 在本身里面表现一种一致 形状和秩序 因为各是一物 即如各个身体的性质 和各个灵魂的倾向 并且各具形状 即如各个身体的样子或素质 和各个灵魂的学识 并且各自寻求或保持某种秩序 即如各个身体的不同重量或组成 和各个灵魂的爱情或喜乐 我们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创造主 所以我们一想到它 就必须以它为三位一体 因为这三位一体 很适合地在受造者中 表现出迹象来 因为三位一体 是万物的最高源头 最完全的美丽 和最有福的喜乐 所以这三者似乎是彼此决定的 并且它们本身是无限的 在现实事物中 一件事物并不像三件事物一样多 而二件事物比一件事物多 但在至高的三位一体中 一位等于三位 而二位也不多于一位 而且它们本身是无限的 因此各位在各位里面 大家在各位里面 各位在大家里面 大家在大家里面 并且大家合而为一 让凡看见这点的人 无论是部分看见 还是对着镜子观看 如同猜谜 要因认识上帝而快乐 他要尊他为上帝 心里感谢 凡没有看见这点的人 要努力借着镜前的心 去看见他 不要因蒙味无知 而对他吹毛求疵 因为上帝是独一的 同时也是三位一体 我们也不要把万有 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的话 看为用得无差别的 也不要把这些话 看为是指许多神而言 因为经上说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 第七步 解释前部所搁置的问题 吉父上帝生了 那位他的能力和智慧之子 他为何不仅是能力和智慧之父 而且他自己就是能力和智慧 圣灵仿此 然而 三者不是三能力或三智慧 而是一能力一智慧 因为三者是一上帝和一本体 拉丁人为何说在上帝里面有一本体 三位 而希腊人却说一本体 三本质 两种说法都是起因于语言的需要 叫我们能回答三者为何的问题 同时能实在说 有三 吉父 子 圣灵 第一章 傲是在讨论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位 单独是智慧否 解答这问题 有何困难 一 现在我们要照上帝所许可的 对不久以前所搁置的问题 更加仔细探讨 三位一体中每一位 是否从本质上说 而不是相对的 也能单独称为上帝 或伟大 或智慧 或真实 或全能 或公义等等 或是否这些称呼 只能指三位一体而言 因为有人提出问题说 既然经上记着说 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那么上帝是否是 他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之父 以至于 他只因他所产生的那智慧 才是有智慧的 只因他所产生的那能力 才是有能力的 并且他既是 常常有能力和智慧的 他是否是 常常产生了能力和智慧 闪为如其是如此 那么 正如我们所说过的 为何他不也是 他之所以为伟大的 他自己的伟大之父 他之所以为良善的 他自己的良善之父 和他之所以为公义的 他自己的公义之父呢 或者我们能不能说 虽然这些是名称不一 但他们都是在一个 智慧和能力里面 以至伟大便是能力 良善便是智慧 智慧便是能力 一如我们所证明的 这样 我们就要记得 我提到他们当中一项的时候 就好像我提到了众相 于是有人问 父还是凭自己是智慧的 并且他自己就是智慧 还是他只有智慧 是在于他所说的话 因为他及他所生的话说话 他不是借着说出来便消逝的话 而是借着与上帝同在的道 这道就是上帝 并且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这道与他自己同等 借着这道他常常 而且不改变地将他自己说出来 他自己不是道 是正如他不是子 或形象一样 我们且不提上帝 在时间里在受造者中所说的话 因为那些话发出声来便消逝了 但在他借着同永恒之道说话时 他便不是单独的 而是与那道在一起 没有道他就不说话 那么他是否是像他说话一样 是有智慧的 那就是说 他的道如何 他的智慧也就如何 这样一来 道就是智慧 也就是能力 所以能力和智慧和道都是一样 而有相对的意思 正如子和形象 有相对的意思一样 因此父不是单独的 而是同着他所生的能力和智慧 唯有能力或智慧的 正如他不是单独的说话 而是借着并同着他所生的道 照样他是借着并同着他所生的伟大 而是伟大 假如他伟大不是一件事 而他是上帝又是一件事 却是他由于是上帝 才是伟大 那么他单独的也不是上帝 他是因为他所生的 并同着他所生的 才是上帝 子就是父的神格 正如他是父的智慧和能力 又是父的道和形象一样 再者对于他 既然存在不是一件事 而为上帝又是一件事 所以子也是父的本体 正如他是父的道和形象一样 因此除非父有子 父也不是父了 所以不仅从父的意义说 而且从他的本体说 他之所以为他 乃是因他生了自己的本体 因为正如他只及他所生的伟大 才是伟大的 照样他只及他所生的本体 才是存在着的 因为在他并不是存在着是一件事 而伟大又是一件事 所以他是他自己本体之父 恰如他是他自己伟大之父 是他自己能力和智慧之父吗 因为他的伟大便是他的能力 他的本体便是他的伟大 二 这一讨论乃起因于经上所记 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因此当我们要说那不可说的事实 我们的论调就紧缩在狭小的范围内 我们或是必须说 基督不是上帝的能力 不是上帝的智慧 以致我们厚颜不虔诚的抵挡使徒 或是必须承认 基督真是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 但父不是他自己能力和智慧之父 以致我们同样是不虔诚 因为这样一来 他也不是基督之父了 而基督实在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 或是必须说父不是借着自己的能力成为有能力的 不是借着自己的智慧成为有智慧的 但是问谁敢这样说呢 我们又或是必须认识为 对于父存在是一件事 有智慧又是一件事 以致他是同灵魂一样 有时聪明 有时不聪明 又原是可以改变的 不是绝对 完全 单一的 我们又或是认为父在他自己 并不是什么 不仅他之为父 而且他之存在 都是相对地对子而言 但是这样 子怎能与父同一本体呢 因为照此说法 父的本体和存在都不在于他自己 甚至他的存在 也是与子相关才有 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说 正因此子才与父同本体 父子同一本体 正因为父之存在 不是在于他自己 而是与子相关 这本体是父生的 并且父之所以为父 就是因这本体 因此二者之存在 都不是在于自己 而是彼此相关 我们或还是说 不仅父之称为父 而且他所有的称呼 都是相对地就子而言 儿子是就自己而言吗 如其为然 对子所说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本体吗 但子是父的本体 正如他是父的能力和智慧 是父的道和形象一样 我们或还是说 子的本体在于他自己 但父不是本体 而是产生本体者 所以他的存在 不在于他自己 而是由于他所产生的 本体而来 正如他是因他所产生的 伟大而伟大 这样子就他自己而言 也可称为伟大 也照样可称为能力 智慧 道 形象 但有什么比他 就自己而言 被称为形象 更为荒谬呢 我们又或是说 假如形象和道士 与能力和智慧不同 道士前者是相对地说的 而后者是绝对地说的 那么结果便是 父不因他所产生的智慧 而是有智慧的 因为人不能说父 对智慧相关 而智慧对他相关 因为凡是相关的 是彼此相关的 所以甚至在本体上 子 也是与父有关的 但有一种 最出乎人意外的意义 从此引出来了 本体本身 并非是本体 或至少当他称为本体时 他不是本体 而是指一种相对的东西 例如当我们说到 一个主人时 我们没有指本体 只是指一种 与奴隶的关系来 但当我们说到 一个人时 或说到任何 就自己而言 不涉及异己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 指到本体了 所以一个人 被称为主人时 人自己便是本体 但他被称为主人 乃是相对的 因为他是就 自己而言被称为人 但就他的奴隶 而言便被称为主人 但在本问题上 假如我们把本体 说成相对的 他就不是本体了 更且 凡是相对说的本体 虽然关系被除去 也是某种东西 例如做主人的人 做奴隶的人 负重的马 为质的钱 人 马 钱是就其本身而言 并且是本质或本体 但主人 奴隶 负重的动物 质 乃是相对的 就别的而言 但若没有一个人 即没有某种本质 就没有相对的 称为主人的 若没有一个 有某种本体的马 就没有相对的 称为负重的动物 同样 若钱不是一种本质 它就不能相对的 称为质 负的实在亦然 若负没有什么 绝对的存在 就没有什么 能与别的 有相对的关系 因为负的 实在是与颜色的 实在不同 一个东西的颜色 是与有色物有关 颜色丝毫 没有本身的本质 而只是那有色物的颜色 但有颜色之物 虽然就它这了色而言 是与那颜色有关 然而就它是物体而言 就有绝对的存在 但我们绝不可同样想到 负没有什么绝对的存在 只是相对地 与子有关 而子反倒是在一方面 有绝对的存在 在另一方面是相对的 与负有关 例如说 子能绝对地 被称为伟大的伟大 和有能力的能力 也能相对地 被称为负的伟大和能力 绝不如此 二者其实都是本质 而且二者是同一本质 正如说白非白 是荒谬的 照样说智慧非智慧 也是荒谬的 正如白称为白 是就其本身而言 照样智慧称为智慧 是就其本身而言 但一物体之白 并不是本体 因为该物才是本体 而白是其品质 因此我们说一物体 是白的 而其白色 与其本身并不是一件事 因为其中的形状 是一件事 而其颜色 又是一件事 而且二者不是在 它们本身里面 而是在一体积里面 这体积既不是形状 也不是颜色 而是有形状 有颜色 但真智慧不然 它有智慧为品质 也就是智慧本身 一个领受智慧 而变成有智慧的人 若再变成愚昧 智慧本身 仍不失其为智慧 它不因那人 变为愚昧而改变 可见智慧之在 成为有智慧的人里面 不像白色之在 有白色的物体里面一样 因为当物体变为 另一种颜色的时候 白色就不复存在 完全消失了 那产生了智慧的父 若是因所产生的智慧 才成为有智慧的 并且存在 对他并不辨识智慧 那么子便是他的品质 而不是他的儿子了 并且在神里面 就在没有绝对的单体了 绝不如此 因为在神里面 实在有绝对单一的本体 所以在神里面 存在辨识智慧 但若在神里面 存在辨识智慧 那么父就并不是 因他所产生的智慧 而是有智慧的 否则 他就没有产生智慧 而是智慧产生了他 当我们说 对他存在便是有智慧 我们岂不就是说 他即是智慧吗 因此 那作为他是智慧的原因 也是他之所以为他的原因 照样 他所产生的智慧 若是他有智慧的原因 也是他之所以为他的原因 而这除非是 借着产生或创造他 便是不可能的 但谁也未曾说过 智慧是父的产生者 或创造者 因有什么比这样说 更加糊涂呢 所以 父是智慧 儿子称为父的智慧 正如他称 为父的光一样 那就是说 正如子是 从光出来的光 而二者都是一光 照样子也是从智慧出来的智慧 而二者也都是一智慧 因此 也是一本体 因为在他存在就是 有智慧 正如有智慧便是智慧 有能力便是能力 有永恒便是永恒 有公道便是公道 有伟大便是伟大 照样存在便是本体 既然在那单体里有智慧 无非就是存在 所以在单体里智慧就是本体 第二章 复合子既同是一本体 也同是一智慧 但不同是一道 三 所以复合子同是一本体 亦伟大 亦真理 亦智慧 但复合子不同是道 因为二者不同是子 正如子是就父而言 而不是因自己而得称 照样道 即化称为道的时候 是就那说话者而言 他是子 因他是道 而他是道 因他是子 所以复合子既诀不同是子 复合子一起也绝不是二者的道 所以他之为智慧 并不像他之为道一样 因为他称为道 并不是就自己而言 而只是就他与那发出道者而言 正如他是因与父相关 而称为子一样 但智慧和本体 原是一件事 而二者既是一本体 就也是一智慧 但道虽然也被称为智慧 然而道和智慧并不是一件事 因为所谓道 乃是相对的意思 而所谓智慧 乃是指本体而言 称它为道时 那就等于说 智慧受生为子和形象 应用 智慧受生词语的时候 受生二字乃是指形象和子而言 而这些名字并不表示本体 因为它们是相对的说法 但智慧二字有绝对的意思 所以也表示本体 因为在它存在和有智慧是一件事 因此 富和子同是一智慧 因为是一本体 而且个别地是智慧的智慧 正如是本体的本体一样 由是并不因父不是子 儿子不是父 也并不因父非受生 儿子乃受生 以至父子不是一本体了 因为这些名字 不过将二者相对的属性 表明罢了 但二者同是一智慧一本体 因为在神存在便是智慧 二者却不同是道或子 因为存在并不便是道或子 亦如我们业以充分证明 这些词语是相对的说法 第三章 富和圣灵既都是智慧 为何圣经将智慧一名 用来主要的侄子 圣灵与富和子是一智慧 四 那么圣经讲到智慧 为何先有不表示 它是由上帝生的或造的呢 所谓由上帝生的 是就叫万物受造的智慧说的 所谓由上帝造的 是就人归正而获得那非受造 而是受生的智慧并得蒙光照说的 因为在这些人心里有一种东西 可以称为他们的智慧 正如圣经上所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以及因为基督成了人 他就成了人的智慧 虽然富本身就是智慧 但是在圣经中智慧本身说话 或有论智慧的话 莫不说智慧是由上帝生的 这岂不是因为智慧应由我们所称赞 所模仿吗 因为富说出智慧 叫智慧成为他的话 然而这话并不是从口里发出的 或在发生以前所想的 人的话是在时间的段落中说完 但这话是永恒的 并且向我们说出 将论道话本身和富所应向人说的 来光照我们 所以他说 除了富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富 因为富起事 是借着子 就是借着他的话 因为我们所说暂时易事的话 若能宣布他本身和我们所说的 那么叫万物受造的上帝的话 多么更加如此行呢 这话将富表明出来 显明他为富 因为就这话是智慧和本体而言 他是与富合而为一 但就他的话而言 他与富不同 因为话不是富 并且是从相对说的 正如此绝不是富一样 所以基督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 乃因他自己是能力和智慧 也是从那为能力和智慧的富而来 正如他是从那为光的富出来之光 并且与那为生命之源的 富上帝一同为生命之源 因为他说 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因为富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他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而这光是那与上帝同在的道 但道就是上帝 并且上帝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但这光不是物质的 而是属灵的 然而他并不是由光照人而来的 像使徒所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但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 照亮一切人的光 即最高的智慧本身 上帝 所以子是从智慧 上帝 出来的智慧 正如他是从光出来的光 从上帝出来的上帝一样 这样 正如富单独是光 也是上帝 并且子单独是光 也是上帝 同样富单独是智慧 并且子单独也是智慧 正如二者都是一光和一上帝 照亮二者都是一智慧 但上帝使子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即使我们在时间上归向他好 永远与他同在 至于他自己 倒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也是在时间里 五 因此每当圣经提到智慧 不拘是他本身说话 或是关于他所说的话 主要地是侄子而言 我们要因那做形象的子之榜样 也不离开上帝 因为我们也是上帝的形象 固然不是与他同等的 因为我们是由父借着子而被造的 不是像他一样由父生的 我们为形象 是因为我们被光照亮 但他为形象 是因为他是照亮人的光 所以他是没有样式的 却做了我们的样式 他并不模仿父 他是与父永不分离的 因为他与父是同一本质 但我们努力模仿那永存的子 并且跟从那静力的子 又在他里面行 朝向他走 因为他处卑微在时间里 做了我们的道路 这道路因他的神性 做了我们永久的居所 他给纯洁有理智的灵 即没有因骄傲而堕落的灵 从上帝的形象 并在与上帝同等 而且是上帝的地位 作为榜样 他为求把自己 也给因污秽的罪 和必死的刑罚 不能看见上帝的堕落的人 作为榜样 就虚极 这并不是说 他改变了自己的神性 而是取了我们的可变性 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将士到我们这里来 他在世界 因为世界是借着他造的 如是他好对那些 在上看见上帝者 做榜样 对那些 在下崇拜仁者 做榜样 对那些健全的人 做榜样 叫他们恒忍 对病人 做榜样 叫他们的痊愈 对临死的人 做榜样 叫他们不惧怕 对死人 做榜样 使他们可以复活 他可以在凡 世上居首位 因为人 除了上帝以外 不应当跟从谁得福 又因为人不能看见上帝 他即跟从成了人的上帝 就可以同时跟从 那看得见的上帝 和所应当跟从的上帝 我们要及圣灵 在我们心里所浇灌的 爱去爱他 皈依他 所以 虽然父也是智慧 因他是光和上帝 可是圣经若因那与父 同等的形象 给我们做榜样 好叫我们 在照上帝的形象受造 以至每当说到智慧的时候 便是说到子 即说到我们聪明 帝度日所跟从的子 那是不足为奇的 六 圣灵也是智慧 我们对他的本体 无论是称呼 为始父和子联合 并使我们与神联合的 至上的爱 这说的并非不适当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上帝是爱 或是用别的名来称呼 他怎么不也是智慧呢 他是光 因为上帝是光 而圣灵既是上帝 也就是光 至于圣灵之为上帝 已有使徒在圣经中明白说 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吗 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那就是说 上帝住在自己的殿里 上帝的灵住在上帝的殿里 不是做仆人 因为使徒在另一处更明白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上帝 但智慧除了是属灵不变的光 是什么呢 远处的太阳也是光 但它是属物质的 属灵的受造者也是光 但不是不变的 所以 父是光 子是光 圣灵也是光 但不是三光 而是一光 父是智慧 子是智慧 圣灵也是智慧 便不是三智慧 而是一智慧 因为在三位一体里头 存在便是智慧 父 子 圣灵乃是一本体 在三位一体里 并不是存在是一件事 而上帝又是一件事 所以父 子 圣灵乃是一上帝 第四章 怎么希腊人说三本质 拉丁人说三位 圣经无处说在上帝里有三位 七 我们说那不能述说的事 为求多少能述说 那不能完全述说的事 希腊朋友们 说一本体三本质 但拉丁人说一本体或本质 三位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 在拉丁文本体 通常无非就是本质的意思 只要我们懂得所说的 乃是一件奥秘事 这种说法就够了 以求人们问三者 是什么时 我们有话说 真信仰说有三 吉父不是子 而那位上帝恩赐的圣灵 既不是父 也不是子 人们问三者 是什么或谁的时候 我们就搜求一个特殊 或普通的名称 来包含这三者 心里想不出这么一个名称 因为上帝的超凡人圣远 过于语言的能力之外 因为我们能想到上帝 圣于能说到上帝 并且他的存在 比我们所能想到他的更真实 当我们说雅各不是亚伯拉罕 而以撒既不是亚伯拉罕 也不是雅各 我们就承认他们是三个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人若问三个什么 我们就回答说三人 用专名的多数来称呼他们 但若我们说三个动物 我们就是用的一个类名 因为古人给人的定义 是说人是有理性必死的动物 或照圣经通常的说法 他们是三个灵魂 因为以较好的部分 即以灵魂来称有身体和灵魂的人 乃是适宜的 所以经上说 同亚个下道埃及的是七十五个灵魂 而不说是这么多的人 再者 我们若说你的马不是我的 而第三匹马属另外一个人 既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我们就说有三匹 若有人说三匹什么 我们就用一个专名回答说三匹马 而用类名就说三个动物 可是当我们说 一头牛不是一匹马 一条狗既不是一头牛 也不是一匹马 我们说到三者 若有人问什么三者 我们不用专名说三匹马 或三头牛 或三条狗 因为三者不包含在同一种内 但我们用一类名说三动物 或用一更高的署名说 三本质 或三寿造物 或三本性 凡用一个种名的多数所说明的东西 也能用一个类名来说明 但一切用一类名来称呼的东西 并不也能用一种名来称呼 因为三匹马是一种名 我们也称之为三个动物 我们只称一匹马 一头牛 一条狗为三个动物或本质 或任何表类的名字 但我们不能说三者是三匹马 或三头牛 或三条狗 因为我们在这里 虽是用了一个表多数的名字 但这名字是种名 因为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同是人 所以他们称为人 一匹马 一头牛 一条狗也同是动物 所以他们称为三个动物 我们可称一月桂树 一桃金羊 一橄榄为三株树 或三本质 三本性 我们可称三块石头 为三物体 但我们只可称石头 木头 和铁为三物体 或任何更高的类名 所以关于父 子 圣灵 因为他们是三者 请问他们 是什么三者 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不是共同为父 不能互相交换为父 至于朋友 他们既是彼此对称的 就能够称为三友 但在三位一体中 并不如此 因为只有圣父 才是父 并且只是子的父 而不是子和圣灵的父 他们也不是三子 因为父不是子 圣灵也不是子 他们也不是三圣灵 因为那何事称为 上帝恩赐的圣灵 既不是父 也不是子 那么 什么三呢 因若是三位 所谓位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了 所以赵席用语说 那名字是他们的种名 或类名了 本性没有差别的地方 凡用类名的多数所表的 也能用种名来表示 本性有差别的地方 叫一月桂树 一桃金羊 和一橄榄树 或叫一匹马 一头牛 和一条狗 不得用种名来称为三月桂树 或称为三头牛 而得用类名来称为三株树 或称为三动物 但在三位一体里 本体既没有差别 三者就应有一种名 可是我们找不着一个种名 为乃是类名 因为虽然在人与神之间 有天壤之别 但是人也以为称 八 再者若因为是他们所同有的类名 而称他们为三位 那么为何我们不也说三上帝呢 既然父是一位 子是一位 圣灵又是一位 就有三位 既然父是上帝 子是上帝 圣灵是上帝 为何不是三上帝吗 否则 既然这三者不能分解的 密合为一上帝 为何不是一位呢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能说三位 虽说我们单独地称每一为一位 恰如我们不能说三上帝 虽说我们称父 或子 或圣灵单独地各为上帝 这是因为圣经没有说三上帝吗 但我们也找不着圣经上说三位 还是虽然圣经没有称他们为三位 或三或一位 但是为着说话和论理的必要 说三位乃是合法的 不是因为圣经如此说 而是因圣经没有非难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若说三上帝 那说以色列呀 你要听 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的经文 就会非难这个说法吗 那么为何不也可合法地说三本体呢 因为圣经对这个说法没有使用 也没有非难 本体若是三者所同有的种名 为何他们不可称为三本体呢 恰如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称为三人 因为人是万人所同有的种名 但若本体不是一种名 而是一类名 既然人 牛 树 星座 和天使都可称为本体 为何他们不称为三本体 像三匹马称为三动物 三月桂树称为三株树 三块石头称为三物体呢 若他们不称为三本体 而称为一本体 因为三位是一体 那么他们为何不也因三位是一体 而不称为三本质或三位 而只称为一本质和一位呢 因为正如本体一名是他们所同有的 以致各亿单独地称为本体 照样本质或为一名 也是他们所同有的 因为我们所畏畏 就是希腊人 所畏本质 他们说三本质 一本体 正如我们说三位 一本体或本质 九 那么 我们只好承认 用这些词语来理论 不过是为求反对异端派的错谬 因为人的软弱 无论是用虔诚的信仰 或任何辨别力 来将心底对创造主上帝的认识力图向人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怕说三本体 免得有人以为在那绝对的同等中有什么差异存在着 他也不能说没有什么三者 因为撒伯流如此说 便陷入异端中 我们从圣经必须虔诚相信 而且心中确实知道 有父 子 和圣灵 而且子非父 圣灵 也非父 或子 信仰寻找称他们为三什么 而得了三本质或三位的名称 这些名称没有表示差异的意思 只是为要否认单一 从上帝称为一本体 就可知道何一 而从他称为三本质或三位 就可知道三位一体 若上帝存在 与本质上存在是一件事 他们就不能称为三本质 正如他们不能称为三本体一样 恰如上帝存在与有智慧是一件事 他们就既不能称为三本体 也不能称为三智慧一样 因为他为上帝与存在是一件事 我们不当说三本体 正如我们不当说三上帝 但若上帝存在是一件事 而在本质上存在又是一件事 正如上帝存在是一件事 而为父或主又是一件事 那么他在本质上存在是与一己相关 正如他为父或主是与一己相关一样 这样 本质就不再是本质 因为它是相对的 正如它是从存在而称为本体 照样从在本质上存在而称为本质 但若把本质说成相对的 乃是荒谬的 因为凡在本质上存在的 都是就本身而言 上帝多么更是如此呢 第五章 说到上帝一用本体 而不一用本质一词语 十 在本质上存在一词 是指那有附属品的物体而言 例如在物体里面有颜色和形状 一个物体是在本质上存在着 所以是本质 但那些附属品 是在那在本质上存在着 并为物主的物体里 它们不是本质 而是在本质中 所以那颜色或那形状若不复存在 并不使物体不成其为物体 因为物体并非是为存留着 或那形状或颜色的 所以无论是可改变或单纯之物 都不得称为本质 但若上帝在本质上存在 以致他能适宜地被称为本质 那么在他里面 就像在遗物主里面一样 有着什么附属品 而他便不是单纯的 那就是对他存在是一件事 而任何论他 就自己而言所说的 例如伟大 全能 良善等等 是另一件事 但若说上帝在本质上存在着 而且作为他自己的良善之主体 并且这良善不是本质或本体 上帝本身并不就是良善 但良善是在他里面 像在主人翁里面 那就是不虔诚的说法了 由此可知 称上帝为本质乃是不适当的 最好只用一更常用的名字来称 他为本体 也许只有上帝才真得称为本体 因为他才真是独一存在的 因他是不改变的 并且像他仆人摩西自称 这是他的名 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然而不拘他是被适宜的称为本体 或是不适宜的被称为本质 他是就他自己 而不是就他与什么的关系而得称 所以对上帝存在 便是在本质上存在 因此三位一体若是一本体 也是一本质 这样一来 称他们为三位 也许比称他们为三本质 更为适当 第六章 我们为何不说三位一体中 有一位和三本体 凡对以上所说不接受的人 对三位一体应相信什么 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 也是上帝的形象 十一 免得我们似乎是偏向拉丁的说法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讨论 若是希腊人愿意的话 他们就可以把三本质 即三hypostasis 改称为三位 即三presop 但他们也许选择 那与他们语言更加符合的字 位一字也与本质有同样的困难 因为对上帝存在并不是一件事 而有位格又是一件事 倒绝对是一件事 假若存在是就他自己说的 而位是相对地说的 那么我们说父 子 圣灵三位 是恰如我们说三友 或三亲属 或三邻舍 那就是就他们彼此相连而言 并不是就个人自己而言 这样 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 是其他二人的朋友 或亲属 或邻舍 因为这些名字 有一种相对的意义 那么怎样呢 难道我们称父为子和圣灵的位 或称子为父和圣灵的位 或称圣灵为父和子的位吗 但我们对位一字通常不这般应用 在三位一体中说到父的位时 除指父的本质外 也不另有所指 所以 正如父的本质 便是父的本身 不是就他为父而言 而是就他是自有而言 照样父的位 无非就是父自己 因为他称为位 是就他自己而言 而不是就他与子 或圣灵的关系而言 恰如他称为上帝和善良 公义等等 是就他自己而言 又恰如对他存在 便是为上帝 或为伟大 或为善良 照样对他存在 便是有位格 那么 我们为何不称这三者同为一位 如同称为一本体和一上帝 反倒说三位 同时我们不说三上帝 或三本体呢 除非 这是因为我们要用一个词语 来表达三位一体的意义 好叫 我们承认它们为三十 若有人问什么三十 不至于默然无语 因为假如本体是类 而本质或位是种 亦如有些人所想的 那么 我必须略去我刚才所说的 它们应当称为三本体 像它们被称为三本质或位 正如三匹马 称为三匹马 也称为三个动物 因马是种 动物是类 我们不可说三匹马是一个动物 它们既以种名称为三匹马 就以类名称为三个动物 但若它们说 本质或位一名不是表示种 而是表示单数的东西和个体 所以 谁也不被称为一本质或位 像它被称为一人一样 因为人是万人的通称 倒是正如它被称为这人或那人 像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或任何可指出在场的人一样 同一理由也可原用于此 因为正如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称为三个体 照样它们也称为三人 和三灵魂 我们若也照着类合众和个体 来理论到负 子 圣灵 它们为何不被称为三本体 像被称为三本质或三位一样呢 我说过 我对此不加讨论 但我要说 若本体是类 那么单一的本体便没有种 恰如动物是类 单一的动物没有种 所以父 子 圣灵并不是一类的三种 但若本体是种 如同人是种 但我们称为本质或位的有三 那么 它们就是相同的种 如同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同是称为人种 这并不是说 人再分为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以致一个人能再分为几个人 因为这是绝不可能的 因为一个人便是一个人 那么一本体 为何再分为三本质或三位呢 因本体若是种 像人是种一样 那么一本体就是像一人一样 或是我们既说 任何同性 同体质 同意念的三个人 有一个本性 他们是三人 但是一性 我们也说 在三位一体中 有三本质一本体 或三位 一本质或本体吗 这说法真合本问题 因为说拉丁话的古人 他们在有晚近所用本体 或本质这些词语以前 也用了本性一词来指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用这些词语 不是指类或重 却好像是指共通有的材料 恰如若有三雕像是用金字造的 我们当说三雕像一金字 然而我们既不当称金为类 称雕像为重 也不当称金为重 称雕像为个体 因为重不出乎它本身的个体之外 去包含它们以外的东西 当我给人一种名下定义时 每个人都包含在这一定义里面 而凡不是人的都不包含在内 当我给金下定义时 不仅是金雕像 而且是戒指和任何金质的东西 都属于金 即使金为用来制造什么东西 金还是称为金 同样若金雕像 不是的 它并不因此就不是雕像了 照样种也不出乎其类的定义之外 当我给动物下定义时 既然马是这类的一种 每皮马就是一个动物了 但每一雕像并不都是金 所以 虽旧三金雕像说 我们若说三雕像 一金乃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不这么说 以金为数 以雕像为重 所以我们也不如此称 三位一体为三位或三本质 一本体和一上帝 好像是从一材料 存在着三个什么似的 虽不拘那一体是什么 它是在这三者里面彰显出来 因为除三位一体外 那本体别无什么 我们说一本体的三位 或说三位一本体 但我们不说从本体而来的三位 好似本体是一件事 而位又是一件事 像我们说从金而来的三雕像一样 因为金是一件事 而雕像又是一件事 再者当我们说三人一性 或说同有一性的三人 他们也可称为从同一性 而有的三人 因为从同一性 也可以有另外三个这样的人 但在三位一体的那本体里 绝不可能从这本体 另有一位存在着 再者 在这些事上 一人不等于三人 二人多于一人 就相同的雕像说 三个金雕像 比一个雕像的金子多 而一个雕像 比两个雕像的金子少 但就上帝而言 就不是这样 因为父 子 圣灵合起来 并不比父或子多有本体 这三本质 或三位 假如我们必须这样 称呼他们的话 合起来 与单独每一位同等 这是属血气的人 所不能了解的 因为他除非在大小体积 和空间的条件下 不能想到什么 应有物体的形象 翱翔于他的心灵中 十二 直至他从这种不洁 得以除静 他要相信父 子 圣灵 是一上帝 独一的 伟大的 全能的 良善的 公义的 慈爱的 有形无形万物的创造主 以及凡照人的才干 所能 真实地 合一地 论到他所说的 他听说 唯独父是上帝时 他不要将子 或圣灵 与他分开 因为他们同他 才是独一的上帝 他也是与他们一起 才是一上帝 同样当我们听说子 也是独一的上帝 我们必须 不将父或圣灵 从他分开 他说以本体 也不要以为 一位比别一位更伟大 更美好 或有别的差异 然而 这却不是说 父是子和圣灵 或说 凡是每一位的 便是其他二位中一位的 例如到 只是侄子而言 恩赐 只是指圣灵而言 因着这个缘故 他们是多数 正如福音书中写着说 我与复原为一 他说一 也说我们 说一 是照着本体说 因为他们是一上帝 说我们 乃是照着关系说 因为一是父 另一是子 有时本体的合一 没有说出来 而只有多数 将关系提出来 我父和我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我们要到他那里 和我们与他同住的说法 是多数 因为经上在前已经说 我与我的父 那就是子和父 乃是彼此相关的说法 有时 意义是完全潜在的 即如创世纪说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所谓我们要 和我们的 是用多数说的 而只应作为相关词看待 因为这不是说 多神创造 或说照着多神的形象 按照多神的样式造人 道是父 子 圣灵按照父 子 圣灵的形象创造 叫人可以活着为 上帝的形象 上帝乃是三位一体 但因那上帝的形象受造 并不与他同等 因为不是被他生的 而是被他造的 为求表明这一点 他之为形象 乃是按照形象 那就是说 他不是与他同等 而只是像他 因为接近上帝 并不是由空间的间歇 而是由于相似 从他分开 乃是由于不孝 有些人要化一区别 看子为形象 看人非形象 而是按照形象 但使徒非难他们 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 和荣耀 他没有说按照形象 而是说形象 这形象既在别处称为 按照形象 就不是好像对那与父同等的 形象之子说的 否则 他就不曾说 按照我们的形象 因为若为独子是父的形象 怎么能说 我们呢 但说人是按照形象 乃照我们所说的 是由于人与上帝 是不同等的 而人按照我们的形象 是使人做三位一体的形象 并不是与三位一体同等 像子与父同等一样 而是如我所说的 多少相像 恰如在不同的东西之间 所表示的接近 可以不是从空间上说 而是从效法上说 因为经上也说 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又说 你们该效法上帝 好像蒙此爱的儿女一样 经上论新人说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或是我们若为求 应付论据的需求 就定义将相关的词语 放在一边 承认多数 好在有人间什么三的时候 就可用一词语回答说 三本质或三位 那么谁也不要想到体积或间歇 或任何微小的不孝 以致把三位一体中 任何一位看为 比别一位小一点 这是为求避免位的混合 也避免有任何差异 所产生的不同等 这若不能由理解把握着 就要用信仰怀抱着 直到那集先知说 你们若是不信 定然不得了解的主 在心里见路端倪 一词认识 BCE 并且